男孩拥有比肩神明的力量 却不敢轻易使用 只因他被七位神灵同时寄生 没使用一次能力 身体就会被夺射掉一步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 全球七十亿人 有一亿人觉醒了异能 他们有的会疯 有的能控水 有的能灵魂出窍 甚至还有人从此踏上修行之路 各式各样的异能觉醒 让他们成为了普通人仰慕的存在 但有个人是个例外 他并没有觉醒异能 体内却隐藏着七种恐怖的力量 住在普通汤城二瓶小区的陈平 当起床又收到姐姐这个月 打来的十万生活费 对于这种伏地魔的行为 他的内心是拒绝的 可现实生活让他不得不接受 然而脑海里却传来一阵不止的讥笑声 陈平当即猛地拍向自己的脑 又开始自言自语呵斥起来 笑什么笑 要不是你们 我会这么缠姐姐的生活费吗 简单吃了16个荷包蛋 6块牛排 2块大蛋糕后 他这才一由未尽地背上书包前去上去 走在街道上看着种种拥有特殊艺能的人群 陈平神色中总是充满羡慕之色 可惜自己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一个没有觉醒任何艺能的普通 爸爸为了躲避仇家 消失了三年 妈妈被大家族的人强行带走 也消失了三年 而自己就像是个废物一样 让姐姐足足养了一昆年 每当想到这 陈平内心总是感到深深的愧疚 姐姐是天生盗主 又是千年不遇的不灭太阴体 如今已是下国最高艺能学府 昆仑学宫中的重点培养弟子 或许姐姐唯一的黑点 就是她这个被时代遗弃的弟弟 路过一个卖煎饼果子的摊位 脑海里那些朋友又开始嘴馋了起 陈平只能招呼着老板整二十个来 这时不远处的行人 突然传来骚乱的惊恐声 只见一个双目赤红的男人 跪倒在地上 捂着心口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 行人之中很快便有人意识到 这是在觉醒 原本清浪的天空 自然地沉黎明 一道粗壮的雷体骚然倾向 瞬间就将男人的身体劈碎 可诡异的是 飞溅而出的血肉在雷电的催化下 近开始凝聚重组了起来 而且还在不断快速膨胀 眨眼间变变成了一个足足有十米高的怪物 他慢慢露出一个猙獰的笑话 捕视着周围惊恐的路人 这明显是觉醒失败了 人群纷纷慌乱的四处逃窜 与此同时 南腾市的特殊事件指挥中心 也检测到城北区出现特殊觉醒灾难 逃窜的路人 瞬间被劈成了一句交叹 随着一阵呼啸声 混乱的街道中出现了五个声音 变出来只是城区的B级觉醒小队 民众宛如看见救星一般 我是罗光志 小队已到指定地点 为首一名背着大剑的男人 向耳机另一头的人说了一句 然而频道中却传来一位女子焦急的声音 原来是总部刚刚又检测到 比原先还强烈的能量反应 他们的判定失误了 那只怪物并不是九星恶手 而是一只三星恶鬼级别的 拖住怪物 等待支援小队的到来 罗光志不由地看向前方 怪物也在此时恰好看走 飞脚慢慢露出一抹和善的威胁 三星恶鬼及携带的压迫 让罗光志下意识颤抖了起 但他还是缓缓拔出大姐 看向身旁的四名队友 兄弟们该拼命了 队友听完坚定地点了下头 即使生理上让他们产生了恐惧 他们也仍不退缩 罗光志率先持电飞出 宛如星河的剑气对着怪物席卷了去 四位队员同时抛出绳索手持咒印 闪烁金光的绳索 如如游龙般缠绕向前方的怪物 强劲无语地剑气 重重劈砍在怪物的身上 然而却无法再寸进半死 瞬间就被他那坚硬的皮甲荡随 就连那飞奔而去的黄龙手 也被怪物随手划出的残影斩断 连同将罗光志一行人也拍入了墙壁里 强大的地皮决心小队 在请客间就失去了战力 原本还想用手机记录下 这场精彩对决的民主 此刻再也不敢有一丝停留的念头 现场只有陈平还站在煎饼果子摊位前 就连拥有异能的老板都逃走了 但陈平却在犹豫 因为他已经付了二十个煎饼果子的钱 可老板还没考别他 看着摊位上还有路人来不及拿走的煎饼果 他在犹豫要不要拿走 这是一只大脚忽然猛在陈平面前落走 将摊位以及美味的煎饼果子 踩得稀巴烂紧 狂风袭来 怪物低头来到了陈平的面前 还露出一副充满挑衅的笑容 陈平像是被吓得正在原地 浑身不停颤动着 若不知他的脑海在这一煞已然沸腾了起来 弱小的虫子 居然敢践踏我们的煎饼果子 陈平老弟接受我的力量 把他那颗无比丑陋的脑子 也彻底踩得稀巴烂 雷银降临 众生结局 而你只需接受我的力量 将会成为这新世界的王 一个个不同的声音 争先恐后地在陈平脑海里响起 此时怪物伸出手指 将陈平提了起来 他想一口将这个气味 有些独特的人类试掉 放开他 罗光智从破碎的楼房飞出 一波大剑奋力挥出一道庞大的剑气 怪物却是领导的 数十道紫色雷变在他体内抱态 柔如肆虐 披在罗光智的身上 看着那位少年已被怪物缓缓地放入阻挡 罗光智艰难地怒吼了一声 可被披得焦黑的身体却在难站起 天地间突然狂风骤起 漫天沙尘模糊的视线 陈平于风暴之中 平静注视着眼前这头令他厌恶的怪物 只是他那眼瞳深处早已涌动的一片无尽的雷海 既然你生于雷霆 那我便刺你死于雷霆 他的声音仿佛蕴含着一股不容忤逆的玉蜜 目视着眼前的怪物 陈平缓缓抬手一指 天井死可漠然一案 一道粗壮如柱的血色雷霆从天空垂落 整个天地都被映照成了一片血色 随着一声雷霆炸响 方圆十里内的玻璃都被震嘴 流露出叮咕情绪的怪物 但还没反映过来时 身体就被粗壮的血色雷霆彻底淹没 密密麻麻的血色电弧膨胀上来 似乎还伴随着怪物七坦飞 那股力量还在持续冲击 四周的人群和车辆如同乱世一样都被显反 当勉强站起身来的罗光志 瞬间又被一股可怕的冲击波掀倒在地 此时耳机再次传来女子急促的声音 罗队长 现在什么情况啊 灾难区域似乎发生了大规模雷电爆炸 一级觉醒者队伍将在一分钟之内抵达现场 你们控制住那头怪物了吗 罗光志没有立即回答 他抬头看着前方 眼神渐渐变得呆滞 回过神后才缓缓开口 我想一级觉醒小队不用来了 怪物已经被消灭了 听道理的女子还以为自己听错 语气中表现出错愕与不相信 你说怪物已经被消灭了 你们居然干掉了一头三星恶鬼级的怪物 狂中吹起 看着硕大的焦炭在空中一点点拉紧 如骨灰般扬起 罗光志这才哽咽地开口 如果我说 他是被一道天雷突然劈死的 你们信吗 惊魂未定的罗光志 从满目疮痍的街道中爬起身 他艰难地走到了那数十米高的怪物面前 确认那怪物已经彻底死去 这时候 不远处已经传来强烈的能量波动 幽绿色的能量之光 贯穿着一栋栋楼房 无视所有物质形态的阻碍 最先来到了战场上 他一头幽绿色长发飘舞 双眸灵光如泉水泵射 纤细柔软的身体呈半透明状 仿佛整个身体都与这个世界剥离了一样 女子一出现在战场中 所有人的灵魂深处都传来了战力感 仿佛要驱使着身体向那个女子朝拜 也是这时 天穷拉出一道绚烂的火线 哄 当其降临时 音爆声响起 有灼热的气浪冲击四方 周围的温度瞬间攀升 火红色双翼熊熊燃烧的男人 犹如凤凰般降临 悬空而立 一栋楼房上 出现了一条庞大无比的巨蟒 将高楼盘绕 硕大的头颅望向战场 吐着杏子 头上有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 静静站立 另外一个方向 风雪飘扬 有白衣女子脚踏翩翩雪花轻盈而来 身形飘逸若仙 刹那间 又有一道刺眼夺目的金光 坠落地面 轰隆隆 金色能量光柱直观云霄 卷动着天上风云 极其强大的气势 如风暴般扩散 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 通体金灿 犹如被黄金胶筑 一步步朝罗光志走来 罗光志深吸了一口气 A级觉醒小队来了 这也是南腾市 唯一的一支A级觉醒小队 在南腾市 他们就是最顶尖 最强大的觉醒者 凡是遇到极其可怕的危机 就是他们出动的时候 罗队长 现在是什么情况 围手浑身金灿的男人 朝罗光志走来 沉声问道 向队长 罗光志对着那位男人 恭敬行礼 这个浑身金灿的男人 叫相知秋 是眼前这个A级觉醒小队的队长 事情是这样的 那托怪物十分强大 我们当时根本无法处理它 但就在他想要继续破坏的时候 却突然被一道天空降下的 红色天雷给劈死了 罗光志指着前方 已经消散了大半截的交叹道 被雷劈死 向队长听到后沉吟了几秒 灵力的眸光扫视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这才缓缓开口道 嗯 那当时你在现场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 罗光志震惊道 什么 难道您觉得这件事 是人为的 向队长也震惊了 难道你觉得 这件事是偶然的 啊这 罗光志愣住 算了 我换个问法吧 在那头怪物被雷劈之前 正在做什么 他有没有看向哪个地方 表情是什么样的 附近有什么人 向队长叹了一口气 继续问道 哦 罗光志认真回忆了一下 仿佛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怪物在那时候 抓起了一个长相普通的学生 正想要把那个学生生吞 然后就有沙尘抱扬起 遮住了视线 紧接着 就是一道极为恐怖的血红色天雷落下 将怪物劈死 向队长沉声道 那位学生呢 哎 那位学生还能怎么样 肯定是被劈没了呀 罗光志队长摇头叹气道 连一头三星恶鬼级的怪物 都被天雷劈成焦炭 肉体繁胎的人类 又哪里扛得住 只能是被劈得灰飞烟灭的下场了 向队长看了一眼前方破碎的道路 走到那庞大又焦黑的身躯面前 伸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焦炭 然后猛地将手回缩 仿佛触碰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 好强大的能量波动 向队长神色骤变 动手的那位存在 比我还要强大很多 罗光志惊呼出声 比您还要强大 不怪这位罗光志如此惊讶 要知道 向队长可是A级觉醒者中的佼佼者 在大觉醒时代 觉醒者可归类为九大戏 以及六大觉醒境界 其中ABCD四个常用的等级 最为世人所熟知 D级被称为初级觉醒者 绝大部分觉醒者都是处于这个等级 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异能 比如控制温度 操控流体 干扰精神 与野兽沟通等能力 这些异能量级不高 对社会威胁不大 杀伤力也不算大 C级被称为中级觉醒者 这个境界的觉醒者 对于自身异能的掌控极为熟练 而且异能量级庞大 对社会影响极大 比如可以形成爆破 可以召唤狂风 可以布置风水阵法 可以灵魂出窍 可以驾驭各种强大的异兽 B级又被称为高级觉醒者 达到这个境界的觉醒者 在整个觉醒界 已经算是有名的强者了 常规热武器 已经难以对他们造成伤害 他们对于自身觉醒力量的运用 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异能量级极高 已经施展 就能够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也是各大觉醒势力的支柱 至于A级觉醒者 世人又将他们成为极限觉醒者 他们所觉醒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 他们所在领域理论中的极限 是所有觉醒者梦寐以求的巅峰境界 同样达到这个境界的觉醒者 已经是一个大型觉醒势力的首领级人物 其异能量级之强 甚至已经可以影响一方天地 这类觉醒者极度稀有 就算是有着数百万人口的二线城市南腾市 A级觉醒者也不过实质之数 每一位都是赫赫有名的顶级强者 A级觉醒小队 就是南腾市的最强小队 小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A级觉醒者 而向知秋队长 能够统领一个小队 他的实力更是已经达到A级巅峰 您说 他的实力比您还要强 岂不是说 他很有可能是 罗光志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起来 S级觉醒者 向知秋缓缓点头 不错 如此强大的雷数 仅仅是残留的些许力量 就让我感受到星际 那位存在 绝对是一位超限者 S级觉醒者 又称为超限者 是指打破了常规 超越了生物范畴的存在 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超限者 都已经不属于人类范畴的 他们都是一个个 难以用常理去揣夺的怪物 常规的世俗律法 已经难以约束他们的行为 在大觉醒时代中 他们就像是这片天地的君主 可以为所欲为 有的超限者 甚至已经强大到 能够主宰一个小国的命运 我们一个小小的南腾市 居然有超限者 罗光志难难开口 可是 如果是他 这也并不出奇 不是吗 向队长开口道 罗光志似乎想到了什么 浑身一震 不远处 绿色头发的灵体少女 高声道 队长 来看看这脸 向之秋闻言身形一闪 来到了某处地方 罗光志急忙跟上 看向地面的一道 被雷电劈黑的纹落 傻眼了 地面上有一个 由雷电劈成的大大的七字 果然是他 罗光志难难开口 不错 就是他 向之秋缓缓点头 开口道 我们南腾市的守护神 七神 南腾市突如其来的恶鬼及灾难 让整个城市骚动起来 他来得太快 也结束得太快 但所造成的影响 却远未停止 不少人形色匆匆 也有人面红耳赤地 热议着此前的觉醒灾难 那道神秘的血色闪电 成为了路人热议最多的点 有人说是 某位大能降下雷数劈死的 有人说是 这头怪物 太过逆天邪恶 被天前而死的 更有人说是 觉醒灾难 自身出现了紊乱错误 怪物自己引雷劈死自己的 什么离谱的说法都有 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 正不急不慢地行走 在烧险混乱的街道上 他的表情有些争鸣 似乎在承受着什么痛苦 时不时还揉一下脑子 但即使如此 也不会有路人多看一眼他 因为他实在是太普通了 没有初衷的外表 没有觉醒异能 没有卓绝的气质 就像大城市里 一个不停行走的背景版 谁都不会知道 就是他降下神雷 杀死恶鬼怪物 更没有人知道 他的脑子里 正回荡着各种神明的声音 陈老弟最终 还是用了本神的能力 好一招天降神雷 干得漂亮 就是还不够衬托得出你 世界之王的位格 下一次建议施展我的大神通 禁忌神雷海 那神通绝对又帅又绝 神威盖压众生 一个年轻又豪迈的声音 在陈平的脑子里响起 话音才落 当即又有几声嗤笑传来 小平 别听那疯子说 你要是施展禁忌神雷海 整个南腾事就没了 哎哥哥 你怎么都不理人家的说明 人家的能力更好用吗 主人 你不爱我了 该死的 该死的 那孽初踩坏了我们的煎冰果子 一道雷劈死他 实在太便宜他了 我们就该踩爆他的脑袋 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吃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一个个声音 不停在陈平的脑子里响起 陈平则是一脸的枯燥与无奈 他在这个大觉醒时代 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为什么要他承受这些 他唯一跟普通人不同的 可能就是 他脑子里 那一个个不停说话的存在了 打败怪物使用的力量 也不是他本身的力量 而是借用了那些存在的力量 那些存在 自称为神 是的 陈平作为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居然被神灵夺射了 而且一下子来了七位 大觉醒时代 全球一亿人觉醒了异能 可是陈平却没有觉醒 没有觉醒就算了 居然要被神灵夺射 神灵夺射的意思 就是外来的强大的神灵意识 想要占据陈平的身体 用自身意识 取代陈平的意识 最终抹除陈平的灵魂 占据陈平的身体 让原来的陈平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一来 别人都是觉醒当主角 陈平却面临被神灵夺射的危机 连活下去的权力都没有 怎一个惨子了得 而且这种惨还不是极致 居然同时有七个神灵 想要夺射他的身体 悲惨超级加倍 或许是惨到极致 就会有运气吧 俗话说得好啊 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 当同时有七个神灵 都想夺射陈平的时候 他们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让谁 十分激烈 最后脑僵子都被打出来了 结局是最后一个个神灵 都身受重伤 栖息在陈平的脑子里 然后换了一种方式 互相博弈着 为何争夺陈平的身体 而互相制约着 陈平匹急太来 莫名其妙被七个神灵同时夺射后 身体的主导权居然还是他 意识和思想的掌控也还是他 不仅如此 陈平在极度愤怒 和极度不甘的状态下 掌控身体的意志和力量 都是前所未有的高 在七个神灵 在互相拉扯互相约束的时候 陈平掌握了最终决定权 是的 他能够决定 最终让哪一位神灵 来夺射他身体 简单点来说 他能够选择 最后死在哪一位神灵的手里 这实在是太感人了 陈平居然有了选择 死在谁手上的权利 这个权利看起来很荒唐 可是他却能使用这个权利 延缓他死亡的时间 这也是陈平面对 七位高高在上的神灵 所拥有的唯一的筹码 这个筹码看起来很卑微 可是当七位神灵 谁也奈何不了谁的时候 当陈平能够决定 最后将他的身体 交给谁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神灵们开始为了让陈平 将身体交给他们 而用尽万般手段 有的神灵承诺 当他夺射了陈平的身体后 会保留陈平的灵魂 然后他当一天神灵 又让陈平当一天的人 有的神灵承诺 当他夺射了陈平的身体后 会帮陈平重塑肉身 让陈平的灵魂 换一个区巧重新生活 有的神灵则表示 能跟陈平共享身体 平时由陈平主导 需要的时候 由他来主导身体 然后驻陈平登上 世界之王的宝座 享受着无尽的权利 财富 女人 更有神灵表示 当他成功夺赦 愿意让陈平 也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 让陈平也能够享受 更高层次生命的感受 总之神灵的承诺 一个比一个诱人 可当陈平询问他们 所说的是否为真 除了给出承诺的那位神灵 其余六位神灵 都会对那位给予承诺的神灵 说出上百条 不可能实现的说法 并且列举了种种论据 证明了那位神灵 所做的承诺 根本不可能实现 陈平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但凡有一个神灵 提出承诺 其余六位神灵 都会从各个方面去反对 并且劝告陈平 不要被那个神灵给忽悠了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神灵们 居然都无法说服陈平 让他让出身体 就这样 七个神灵 又僵在脑子里了 陈平对于这一幕 当然乐见其成 拖着好啊 能拖一天是一天 毕竟多拖延一天 他就多了一天的存活时间 不过这样持续下去 也不是办法 陈平还是能够感觉得到 神灵们在他身体内 互相牵制约束的时候 还是在慢慢地蚕食他的身体 这样下去 也只是慢性死亡而已 转机是陈平 遇到了一次恐怖的觉醒灾难 那个时候 陈平特别需要他们的力量 去拯救那些陷于灾难的人 不得向神灵借用力量 神灵们自然很乐意 借力量给陈平 因为陈平每一次使用他们的力量 都会让他们 在争夺陈平身体主动权上 多迈出一步 对此 神灵们甚至开始争风吃醋 互相扯皮 七个神灵又开始内卷了 最后 神灵们为了让陈平们 用他们的力量 甚至愿意将自身 对陈平的影响降至最低 就是帮一次陈平 他们对陈平身体造成的慢性影响 只有一丢丢的增进 按照这种侵蚀程度 陈平其实还能够向他们 借用很多次力量 可即使这样 神灵们为了让自身进度 领先其余神灵的进度 还是恶此不疲的 给陈平借用力量 就这样 陈平成为了拥有 神灵力量的普通人 哎 这已经第八次了 陈平轻轻叹了一口气 从一年前被神灵夺射开始 他已经借用了八次神灵的力量 主要是他遇见的 可怕的觉醒灾难 实在太多了 没有主角的命 却得了主角的病 品心善良的陈平 又见不得那些无辜的人 惨死在他面前 只好一次次地借用神灵的力量 没有一万也有几千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这个普通人 也算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他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了吧 陈平可以用这话来安慰自己 可他还是不想死 就算有七个神灵 想要占据他的身体 他还是想要活着 才用了八次而已 八次算什么 我一夜就能让你用八次 骚你啊 只要你接受我 让我跟你共享身体 我能够让你无限次地 使用我的力量 我们将一同征服世界 征服星辰大海 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王 生情并茂的声音 在陈平的脑子里响起 陈平一脸黑线地拍了拍脑门 别吵了 我不想当王 为什么不当王 成为了王 你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权利 财富 女人 你能够为所欲为 你能够享受到无尽的愉悦 脑子里的声音愈发激动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脑子里的女神 开始吃笑起来 你脑子有毛病 就别带坏了我家萍萍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有网瘾的 萍萍 听妈妈的话 好好地在这个世界生活 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不必管脑子里的那些疯子 妈妈会保护好你的 陈平脸再度一黑 还要我说多少次 你不是我妈 我有亲妈 萍萍 温柔的声音在脑子里响起 带着坚定和不容置疑 可是 你的妈妈已经消失三年了呀 你缺失的母爱 就由我来弥补 我会照顾好你的 嗯 对了 你的昨晚 作业我已经看了一遍了 你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代数题 其实有更优解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 陈平 哥哥 你看看他们 一个个的 要么在蛊惑你 不像我 我只会关心 哥哥用完那傻成的能力后 脑子疼不疼 心情怎么样 身体状态好不好 麻蛋 你说谁是傻成呢 哈哈 有蠢货对号入座了 光光光 主人快看啊 有猴被溜了 陈平的脑子里闹哄哄的 他叹了一口气 顶着一脑子的大戏子 来到了校门口 跟保安打了一声招呼 便走进南腾高中的校门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 三星恶鬼级的觉醒灾难事件 很快就传遍了南腾市 一个个学生都在热议这件大事 陈平同学 太好了 你没有事 清脆悦耳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扎着马尾的少女 穿着白净的校服 笑着朝他小跑而来 精致的五官上是甜美的笑容 清晨的阳光照在他明镜白皙的脸上 有着一抹明亮的青春暖色 宋思遥 陈平有些出神的 看着向自己跑来的女孩子 心在剧烈跳动 呼 刚刚看觉醒灾难爆发的地方 刚好距离你家的位置不远 害我都有些担心 你了呢 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 没 没有 少年木讷又紧张地回应着少女的问话 嗯 没事就好 快去上课吧 少女打量了一下状态完好的陈平 笑着拍了拍陈平的肩膀 转身离去 陈平看着少女那窑窕好看的背影 仍有些出神 但很快就摇摇头 瞎想些什么呢 宋班长对于班里的每一个同学都很好 出了这么大一件事 这只不过是正常的关心而已 学校中公认的女神 又怎么会对那么普通的她 有特别的关心呢 就在这时 她的脑子里出现一个极为疏柔又蛊惑的声音 我亲爱的弟弟 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这位漂亮的女同学呢 要不要姐姐帮你啊 只要你用姐姐的力量 给她下个情咒 她就会死心塌地爱上你呢 只要一次 学校的女神 你就唾手可得 陈平的脑子里传来声音 她看着那无比美好的背影 眼神微微迷离起来 陈平的情绪在翻涌 大脑在站立 有神灵的力量帮忙 只要施展一个小小的咒术 她心里喜欢的 这位校园女神 就会对她死心塌地 对她这样平凡普通的高中生来说 这种诱惑不是一般的大 神的力量是不可揣测的 也就是说 没有人会知道她做了什么 反正她为了救人 已经用了八次神明力量了 再多用一次 又能怎么样 陈平的心微微斥热起来 陈平同学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走呀 要上课了 宋四瑶回眸望向呆立在原地的陈平 那双清亮的眼眸 布染杂质 陈平看见少女那黑白分明的眼眸 正含着笑意看向她 她猛地摇头 将脑子中那魔鬼的低音一扫而空 去你的秦昼 我陈平是这样的人吗 陈平愤怒地拍了拍脑袋 紧接着大步向前走去 对着少女笑道 来了 她时常会面对这种 犹如恶魔低语般的诱惑 但她每一次都能克服心中的欲望 继续当一个普通人 宋四瑶看着走来的少年 好奇道 你刚刚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呢 哦 没什么 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陈平素然道 宋四瑶眨了眨眼睛 有些狐疑地看了陈平一眼 道 可是 我看你的表情 像是在吵架 没有没有 因为我在进行自我激励的时候 一向都无比激动和发狠 陈平一本正经道 宋四瑶恍然大悟 这就是陈平同学 你学习进步 飞快的原因之一 陈平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算是吧 她的成绩在最近一年里突飞猛进 很快就从中上的平平无奇的水平 变成了年纪前列的尖子生水准 不过进步的原因 倒不是因为她会自己买自己 而是因为 那位自称为妈妈的神灵 在认真地辅导她学习 宋四瑶没有多想 而是很快就将注意力 集中在今早发生的那件大事上 陈平 今天的那次觉醒灾难 不是在你家附近吗 你有目击吗 啊 没有没有 我去学校的时候 怪物还没出现 这样 那真是太可惜了 据说是一道红色天雷 把那头恶鬼级的怪物给披扫呢 你说会不会是气神出手 陈平心头猛地一跳 脸上很淡定地笑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想啊 恶鬼级觉醒灾难 可是高危级觉醒灾难 我们南腾市 就算出动一级觉醒小队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战斗 能够这么干脆利落 解决高危级觉醒灾难的 宋四瑶用白皙修长的手指 比了一个手枪的手势 激动到 只有我们南腾市的守护神 七神 宋四瑶分析的有理有据 让陈平忍不住地点头 七神正是陈平给南腾市 特殊处理局里的一个神秘大佬的人设 他知道 如果莫名其妙 就被外人解决了一件高危觉醒灾难 现场有神秘的署名标志 那就代表着 那位掌握着超强能力的存在 想要低调的做事 既然神秘大佬已经表明了身份 那么其他人若是还要深究 深挖其存在 那就是不实抬举 那就是对大佬的不敬了 所以 这种本来就是对南腾市有好处的事情 若是南腾市的高层脑子正常 就不会深究其存在 免得惹恼了那位故意隐藏身份的大佬 而这也是陈平想要向南腾市表达的信号 南腾市也没有让陈平失望 跟他有了某种默契 对于代号为妻的大佬 一直都是尊敬且顺从的姿态 只要大佬帮他们除妖怪 那么大佬是谁并不重要 在这个大觉醒时代 因为敏感的身份和力量 亦或是个人需求 刻意隐藏自己的隐世大佬 实在太多了 南腾市有一个隐藏大佬 他们也觉得正常 唯一有些无奈的就是 他刻下妻这个标志 实在太显眼了 不少南腾市的民众 也都发现了这个标志 并且疯狂传播 慢慢的 这位神秘的大佬 就开始在南腾市人尽皆知 不少人还亲切地 将这位神秘的七大佬 尊重为南腾市的守护神 将其称为七神 宋思瑶就是七神的小迷妹 他正巴拉巴拉地 跟陈平说着七神的事情 凡是提及七神 他的一双眼睛 都会变得亮晕晕的 格外的有神采 这也是陈平 喜欢宋思瑶的原因之一 陈平 你是不知道啊 我加入了一个七神之家的千人群 里面有七神的绝密情报呢 宋思瑶握着小拳头兴奋道 哦 是什么情报 陈平有些紧张道 宋思瑶凑到陈平的耳边小声道 据说啊 据说那位七神 是九大体系中的练气系 是一个拥有精识修为的大能 不然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类别的力量 哦 陈平点点头 而且 他容貌精为天人 长得风神俊逸 犹如九天之仙折尘 外貌是那种 让所有人看一面 会为之沉沦 为之无法自拔的折仙人 宋思瑶继道 陈平惊讶了 这结论从何而来 宋思瑶道 你想啊 他不愿意露脸 肯定就是容貌极具变识度 让人看一眼 就难以忘怀吗 简单点来说就是太帅了 怕影响太大 为了太多女孩子的一生 所以只好低调行事 甘愿做一个潜伏在暗处的守护者 陈平一脸震惊地看着宋思瑶 还能这样解释 怎么样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宋思瑶笑盈盈道 陈平愣愣地点头 心道 你说的是一点都不对啊 不对 长得很帅这个分析 陈平摸了摸自己的脸 冷静地想了一下 心道 长得很帅这一点的分析正确与否 倒是存疑 还有商量的余地 少女肯定不会知道 南藤是大名鼎鼎的守护神七神 就站在他的面前 认真地听着他吹七神 如何如何厉害 宋思瑶打开了话匣子 一路都在兴奋地说着 两人就这样说说笑笑都走入教室 吸引了不少同学的目光 同桌赵良用胳膊蹭了蹭陈平的手 贼没数眼道 行啊 老陈都跟咱们班长聊上了 还聊得这么开心 只是聊七神而已 陈平开口道 原来这样 赵良恍然大悟 心态稍微平衡了些 宋思瑶是重度七神迷 跟谁聊七神都会来劲 不少男同学为了接近他们的宋女神 甚至从各大网站搜集七神的情报 只为了跟宋女神有一个聊天的机会 高中就是这样 当跟一个女同学聊得很开心 都会引人瞩目 尤其这位女同学 还是学校极其出名的大美女 正交谈间 班主任已经拿着试卷进来了 下面准备开始阅考 请同学们都挪动桌子 然后按照各自的座位做好 班主任大声开口道 同桌赵良开始挪动自己的桌子 看着陈平认真道 陈平 这次阅考 我一定会超越你 拿下班级第一的成绩 陈平看着赵良 笑盈盈道 你确定 当然了 我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 赵良斗志昂扬道 陈平想了想 这次赌多少 赵良脸庞轻微扭曲了一下 认真伸出了五根手指 陈平的脸跟着扭曲 五万 赵良冷笑道 我要把之前输的都给赢回来 怎么 你怕了吗 陈平内心在躁动 只要他赢下这一场 他这个月就能多吃两千个汉堡 陈平一咬牙 认真开口道 好 就读五万 赵良家境很好 是南腾市中有名的富二代 五万对于赵良来说并不算什么 但这却是陈平半个月的生活费了 所以 这次无论如何 陈平都会全力以赴 陈平是一个苦逼的高三学生 做题和考试是常态 现在成绩是年级前列 班级第一 从成绩平平无奇 到成绩名列前茅 陈平只用了短短一年 他这一年来 成绩突飞猛进 除了他开窍了 懂得知识的重要性 并且开始发奋图强学习之外 也得益于那位便宜妈妈的悉心辅导 这位神灵妈妈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物理化学数学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甚至还能教他一些 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知识 大觉醒时代 陈平没有觉醒一能 更清楚地知道了知识的重要性 知识改变命运 在许多人都靠觉醒一能 在这个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 平平无奇的陈平 只能通过知识 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了 随着考试的铃声开始响起 陈平开始认真做题 时间在缓慢流逝 周围都是傻傻傻地做题声 这道题选错了 应该选B的 妈妈的话语突然响起 让陈平比头一顿 选B 陈平瞳孔微微收缩 最后发现 真的是自己大意了 中了题目的一个隐藏陷阱 这道题的确应该选B 换作以前 陈平肯定不屑一顾 知道错了 也绝不会改 这是他妈妈看出来的 又不是他看出来的 是也是有他的骄傲的 可是 陈平偷偷看了一眼不远处 正在奋笔疾疏的赵梁 这次赌的实在是太大了 上次月考 陈平是班级第一 赵梁是班级第三 这一次赵梁有备而来 陈平虽然仍有信心 继续拿第一 但是 万一呢 万一赵梁大爆发 超过他了呢 赵梁输了 损失的不过是一点点的零花钱 但是若是陈平输了 他这个月 就只能去吃土了 陈平是真的不想开挂的 对不起了 赵梁 我不当人了 陈平默默将试卷中的答案C 改成答案B 然后继续做题 脑子里 妈妈温柔一笑 似乎欣慰自己的孩子 终于懂事了一样 时间继续流逝 一个个科目的题目 出现在眼前 这道天体影立体 有更好的解法呢 好 你说 妈 你觉得这个物质的浓度 是这样的数值 再认真算一次哦 好 我再算一次 我倒觉得 杜甫的情感 可以再往上拔高一个层次 行 我改 陈平这一次 没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这次考试 他只想赢 陈平倒是对于这个做法 没有多少负罪感 做题是靠脑子的 他脑子里的声音告诉他答案 这也算是靠脑子完成 属于他实力的一部分 再说了 陈平刺激了同桌的胜负欲 让赵梁发愤图强 成绩也跟着一路飙升 人家赵梁也很感谢他呢 对赵梁来说 他的成绩有所提高 对于陈平来说 他拥有了更多的食物 这一波 这一波是双赢啊 不知不觉就写到最后一刻语文的最后一道题目 作文很有意思 只给了一个预言故事作为材料 让学生根据那则预言故事 进行自由的创作 故事是希腊神话中很出名的故事 西西福斯触犯了众神 然后被众神惩罚 要将一块圆形巨石推上山巅 可是石头每一次快要抵达山巅的时候 就会滚落高山 西西福斯只能一次又一次次地推动巨石 一次次地重复着推石头上山的过程 真是个有趣的故事呢 凡人触怒众神 最后被日复一日地折磨 这些神灵想要折磨凡人 也太有手段了 每一次在西西福斯看见希望的时候 巨石都会滚落高山 给予他最深刻的绝望 以一种近乎无限轮回的方式 对那位凡人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脑海中妈妈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隐喻的味道 陈平淡淡一笑 低声道 你看见的只是凡人无力的一面 可你知道他为何被责罚吗 嗯 脑海里的声音传来几分疑惑 看来妈妈对于希腊神话不太了解呢 陈平的眼眸深邃 语气悠悠地开口 西西福斯之所以触怒众神 是因为他设局绑架了死神 话语一出 脑海里的声音默然一静 妈妈变得安静了下来 其他声音倒是出现了 扯淡的预言故事 凡人怎么可能对神灵设局 不错 如此弱小且渺小的存在 神明怎么可能被绑架 哈哈 肯定是写故事那个人脑子坏掉了 一众神明都对这个故事 表达了讥讽与不屑 陈平却在这一刻 写下了作文题目 神明之力与凡人意志 题目一写出来 脑子就炸开了 哈哈 神明之力和凡人意志 小平啊 你居然拿神明和凡人做比较 哼 好无聊的题目 神明与凡人差距那么大 哪里能相提并论 陈平老弟 写这个题目的你 是根本不知道凡人跟神明有多大差距 那差距比人和蝼蚁的差距都要大 凡人如晨 除了哥哥你 脑海里不停出现诸神的声音 表达了对陈平写下这个题目的无知与傲慢 陈平似有所思地摸了摸脑门 小声道 这作文怎么写哦 好男的样子 妈妈你能够教教我写吗 这一次 脑子里的妈神拒绝了 浅浅地笑道 作文是一个考生自身修养与才华的体现 千人有千种看法与写法 这点我帮不了你呢 陈平点点头 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回答 其实这个题目 就是他想要写给脑子里的神明看的 莎士比亚曾说过 诺夫未死之前 已死过数次 永世一生只死一次 仅仅是一个开头 就让脑子里的神明安静了下来 陈平继续奋笔集书 妙笔生花 引经据点地阐述着他的观点 他在写作文 也在跟神明对话 仍可生如蝼蚁 希西福斯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 设举绑架死神 用他的一生 将高高在上的神拳撼动 众神降下无尽轮回的责罚给希西福斯 让他日复一日地推动巨石登山 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次的重复 无论是肉体 还是精神 都是无尽的磨难 他们想要通过无尽的折磨 压垮这个凡人 可希西福斯从来没有放弃过 世界有无限次轮回 他就有无限次的反抗 以他的凡人意志 去一次次地对抗神明 在那个世界 它是自由的 它是伟大的 甚至对于那个无限轮回的世界而言 它就是那个世界的意义 它就是唯一的亮色 那道永不熄灭的光 凡人的力量 对于神明的力量来说 或许很渺小 但神明的力量 却无法压垮凡人的意志 人类最伟大的赞歌 就是勇气的赞歌 是那面对神明 依旧敢于反抗的不屈勇气 是的 希西福斯的反抗 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他精神意志如星火一般生生不息 激励着无数后人 正如我今时今日 站在这里 看见他的故事 仍觉振奋 受到激励 这便是凡人意志的伟大 随着笔风停下 陈平脑子里的神明 再度炸开了锅 陈平写了一篇 平平无奇的文章 脑海里的神明 却炸开了锅 干嘛要写得这么悲壮呢 弟弟你是不是想要借文章 跟我们说些什么 弟弟你别太有压力啊 姐姐又不是那种 只会欺负凡人的坏神明 小平 凡人跟凡人是不一样的 爸爸会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好好地保护你 对啊 哥哥 你写这种文章干什么啊 神明也有好的啊 比如说我就算哥哥是凡人 我也永远是最爱哥哥的那个 主人 凡人为什么要对抗神明 神明明明也可以当凡人的狗啊 脑海里一个个神明 都在向陈平示好 灌输神明的美好 以及他对神明的不一样 陈平对此只是回忆一个冷笑 哼 区区神明 也敢乱我道心 不存在的 哈哈哈哈 陈平老弟写得不错呀 文采真好 下次写一篇凡人伟大的意志 打动了神明 神明愿意与凡人一起结盟 然后称霸世界 成为世界之王的故事吧 傻蛋 写那种故事 作文一定会得零分的吧 脑海中也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现 当然 都是目的不纯的引导 陈平早就学会了 过滤这种无效的声音 他开始停止答题 交卷 回家 回到温馨的小房子内 打开电视机 上面正播报着南腾市的时事新闻 居然还在说着 昨天的三星恶鬼及觉醒灾难的事件 恶鬼及灾难 无论是在哪个地方 都算得上是大新闻了 在大觉醒时代 有人觉醒成功 拥有强大的异能 从而走向人生巅峰 但同时的 有觉醒成功的 自然也有觉醒失败的 觉醒失败的人类 绝大部分都会变成觉醒怪物 那些觉醒怪物 充满着破坏欲 极其嗜血和疯狂 会对着视野范围内的所有生灵 发动袭击 从而形成各种可怕的觉醒灾难 各大人员高度聚集的城市 都是觉醒灾难的高发地 而按照灾难等级 觉醒灾难 可以分为恶兽级 恶鬼级 破城级 以及地狱级 四大灾难等级 每一个灾难等级 按照觉醒能量强度 又从一星排到九星 恶兽级的觉醒灾难比较常见 人类会突然变成各种可怕的怪兽 见人就咬 从而对城市民众和设施 造成较大的损失 从危害程度 可以分为一星到三星的低微 四星到六星的中微 以及七星到九星的高微 这个阶段的觉醒灾难 拥有热武器的武装人员 C级觉醒小队 以及B级觉醒小队 都能够处理 至于恶鬼级觉醒灾难 则是一个城市 非常严重的觉醒灾难了 人类会突然间一变成 各种噩梦般的鬼怪 威力巨大 若是放人不管 恶鬼级鬼怪 可以轻易地将一片区域 都化为废土 他们对各种热武器 都有了免疫效果 并且普通的觉醒者 根本不是对手 只有A级觉醒小队的 那些极限觉醒者大佬们 才能处理这种级别的灾难 至于更上一层的 破城急觉醒灾难 那是人类突然一变成 神话中的各种恐怖怪物 他们拥有神话一般的力量 移山填海 威能之大可以 轻易毁灭一座城市 那是极为恐怖的灾难了 南腾市是下国的二线城市 人口有数百万之多 是觉醒者众多的大城市 可应该都不会有应付 那种级别灾难的力量 所幸 这种灾难极为少见 一旦发现 绝大部分的城市 都要立即禀告中央 请求中央力量派遣支援 而最后一个地狱级 觉醒灾难 顾名思义 那是可以将一个世界 化为地狱景象的恐怖灾难 可以灭国的灾难 这种形容可不是夸张的 至今已经有不少小国 因为地狱级灾难而亡国了 不少实力薄弱的国家 只能祈祷自己的国家 不会出现地狱级觉醒灾难 一出现就只能完蛋 除了觉醒灾难之外 全世界各地 还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奇异之地 那些奇异之地中 有世人从未见过的异兽 有世人从未见过的地形与物质 这些奇异之地 被统一称为觉醒禁区 它们按照危害 同样可以分为 D级禁区 C级禁区 B级禁区 A级禁区 以及S级禁区 禁区的出现 也极大的威胁着人类的栖息之地 觉醒灾难 以及禁区的出现 恐怕就是大觉醒时代的副作用了 人人都拥有觉醒力量 改变命运的机会 同样的这个世界 自然也会面临着新的危险与挑战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 而没有坏的一面 哦 不对 对于没有异能的普通人来说 坏的一面更多 梦幻的大觉醒时代来临 苦的是那种没有任何力量的普通人 现状不仅没有任何改变 还要面临各种灾难的威胁 可惜这个时代的声音 都被那些觉醒者们占据了 凡人只能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 努力地生存着 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铃响了 陈平打开门 发现门外有外卖小哥 抱着一箱的汉堡包 正站在陈平的面前 先生 这是你订的三十个卖辣鸡腿宝 外卖小哥神色古怪地看着陈平 谢谢 陈平笑着接过卖辣鸡腿宝 外卖小哥的眼睛 往房间里瞟了一眼 发现没有其他人的迹象 表情更加奇怪了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微发白 那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先走了呀 外卖小哥恭恭敬敬地开口 然后来不及等陈平回答 转身就走开了 快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陈平都不知道 为何外卖小哥要那么慌 他是很能吃 但又不吃人 陈平摇摇头 算了 这个新来的外卖小哥会习惯的 他吃力地扛着一箱的汉堡 回到房间里 然后大块躲一起来 嗯 陈平突然想到 这个世界的普通人是很惨 但比普通人更惨的是他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被七位神灵夺走性命 不仅如此 他还变得特别能吃 特别能吃就算了 关键是 吃了还不能变强 没看见他扛着一箱的汉堡 都费力吗 就单纯的能吃 跟饭桶一样 要不是他姐姐有钱 单单特别能吃这一项 就能让他饿死在街头 这多半也是拜脑子里的七位神灵所赐 陈平质问过他们 问是不是神明偷吃他的食物 他们支支吾吾地承认 陈平也问过他们 为什么那么牛逼的神也要吃饭 他们信誓旦旦地说 不吃饭补充能量怎么打架 陈平就这样 苦逼的陈平 不仅没有任何异能 还变成了个十足的饭桶 每天要承受足以压垮 他幼小身体的巨额伙食费 惨啊 陈平一边饿狠狠地吃着汉堡 一边想着 脑子里还不听有神灵们的声音 嗯 哥哥真好 又给我好吃的了 这个麦辣鸡腿宝真好吃 又酥又辣又香 哈哈 陈平老哥 你怎么买了这种食物 我要吃牛排 我要吃牛排啊 好 重口难调 你委屈一下自己不行 就是 不爱吃你自己滚蛋 不要占据小平的脑子 无论是什么食物 只要主人给的 我都爱 哇 一众神明对于麦辣鸡腿宝的反应 各不相同 陈平早就习惯了这些神明的吐槽 反正每一次买东西 总有神明提出不同的意见 而他也是有脾气的 从来不会顺着神明的意思来 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受不了赶紧滚蛋 可惜了 神明们吐槽归吐槽 滚蛋是完全不可能的 陈平也问过他们 堂堂神明 为什么都盯上了 他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 对此神明们却很有默契 对此也很是无奈 他只能化悲愤为食欲 大口吃着汉堡 反正吃再多也没有饱腹感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些神明是通过什么方式 去蹭他正在吃的食物 陈平越吃越激动 越吃越用力 突然有一阵窒息感传来 陈平感觉有什么东西卡在食道中 糟了 掖住了 陈平瞬间面色潮红 捂着脖子 面露痛苦之色 糟了 小平吃汉堡掖住了 快 哥哥 快喝一口水 脑海里有焦急的声音传来 陈平自然也想要多喝水 他立即用手往旁边的杯子顺 喝了一大口水 结果没有用 他的脸色已经从脏红变得铁青 用力拍自己的后背 快用海姆利克急救法 该死 他一个人 怎么用海姆利克急救法呀 脑子里一群神明 急得团团转 他们都无法直接降临现实 帮助陈平 没有办法了 陈平老弟 用我的力量吧 对对对 哥哥 我的力量可以给你 挽救主人于危难之中 本神义不容辞 王 快点 要不然来不及了 再这样下去 你会被淹死的 小平 用我的力量 一众神明纷纷开始表示 可以将自己的力量借给陈平 让陈平摆脱被淹死的命运 陈平倔强地握紧了拳头 因为吃东西被淹 就要运用神明的力量 太丢脸了 实在是太丢脸了 他每借用一次神明之力 身体就会被那位神明侵蚀一分 这样重要的力量 明明是用在拯救世界上的 怎么吃饭被淹 都要动用这股力量 他难道就如此的废物 区区被淹而已 他难道不能克服 我陈平就算是死 也不要在这种事情上 借用神明的力量 一种莫名的自尊 让陈平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度过这个危机 越来越难受的窒息感 几乎侵蚀了他所有的意识 他的视野都在模糊 神明们在他脑子里的叫喊声 也变得越来越远 陈平突然心头大惊 难不成他真的要被淹死了 曹 不可能这么憋屈吧 力量 我要借用你们的力量 陈平脑子里出现这个话 可是意识却在下沉 神明们还是无法将力量借给他 陈平的内心无比悲凉 无法呼吸 无法行动 无比的痛苦 整个意识在沉沦和模糊 不是这么搞笑吧 大觉醒时代 平平无奇的我 居然要被淹死了 陈平想起了西西福斯 想起了那个对抗神明的凡人 不 他绝对不能那么窝囊 他的人生 绝对不能就这样玩完 陈平也不知道 从哪里涌出的一股力量 居然冲破了身体的极限 啊 陈平腹枪有一股能量喷涌而出 破 卡在喉咙里的食物 如炮弹般射在墙壁上 哄 房子剧烈地震动 墙壁崩碎 爬满粗大的裂纹 烟尘四起 陈平跪倒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模糊的视线渐渐清晰 眼睛睁得大大的 陈平感受到皮内的血液居然在沸腾 浑身都在发热 并且充满了力量 这股力量 陈平缓缓站起身 神色带着几分恍惚 借用神明力量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这股力量 陈平深吸了一口气 声音颤抖 难以置信地开口 是我自己的 碎石正零零散散地坠落 弥漫的烟尘渐渐消散 陈平瞪大了眼睛 久久地站立着 眼眶有些发红 房间中安静极了 脑子里也格外地安静 陈平迈着沉重的步伐 来到墙壁的面前 咀嚼过的食物还糊在墙体表面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裂开的墙体 他用手轻轻触摸着那裂开的墙体 感受着裂纹中传来的真实 不 觉醒了 陈平喃喃开口 哈哈 陈平老弟别激动 这或许是人到了绝境后 爆发的某种力量 脑子里传来神明的干笑 不 觉醒了 陈平眼神明亮 缓缓开口道 小平 仅仅是打猎了一下墙体而已 这种渺小的力量 绝不觉醒 都没什么区别的吧 脑子中再度传来另外一个神明的声音 我觉醒了 陈平的脸上渐渐绽放笑容 眼神越来越明亮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 前所未有的狂喜 最终被喜悦吞没 哈哈 我觉醒了 我居然真的觉醒了 陈平哈哈大笑 兴奋的在房间内乱跑 时而举起客厅的沙发 时而举起餐厅的桌子 然后趴在地上打滚 泪流满面 脑子里的众神明 这孩子该不会疯了 可怜的平平 因为一点渺小的力量 而喜极而起 这就是凡人的快乐吗 一众神明低声吐槽着 他们虽然表面非常看不起 陈平觉醒的这份能力 但是一种深深的忧虑 却开始在七位神灵间蔓延 他们是真的担心 否则此前也不会话里话外 都在打压陈平 至于陈平 他自然也知道 神明们大概的想法 他之所以喜极而泣 之所以狂喜 是因为他在灰暗的人生中 终于看见了一丝光亮 对抗神明的光亮 能够觉醒 就代表着能够变强 就代表着他的身体 也能适应这个世界 创造无限的可能 只有当他变得强大 他才有跟脑子里 七位神明博弈的资本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力量 即使现在很渺小 即使现在很微弱 但是这却是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的跨远 陈平在房间里闹腾了一顿 便开始认真审查着自己的身体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任督二脉 仿佛被打通了一样 浑身舒爽 身体非常轻盈 而且气血很足 肌肉也特别有力量 那是一种力量 多到想要发泄的感觉 陈平的运动细胞 在男生中也就属于中等水平 但是现在 就算有一个标形大汉 站在他的面前 他都感觉能够轻易将其干翻 这时 有一个蚊子 快速从身侧飞过 陈平的眼睛 开始随着蚊子的运动 飞速转动 空气中飘扬的尘土 汉堡的气味 窗外的微风 隔壁的炒菜声 任何感觉 都在这一刻被清晰感知 他感觉自己的感知力 也更上一层楼了 看见的世界 有些不一样了 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味觉 都变得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明朗 就像是拨开了一层世界的浓雾 眼前所见 都是那么的让人震撼 这就是觉醒的感觉吗 一直以来都是普通人的陈平 突然间有种想哭的感觉 啊不对 他已经哭了 觉醒的感觉有啥值得期待的 骚你啊 只要你答应跟我共用身体 我会让你体验一下当神的感觉 脑子里 开始出现自称陈平大哥的神灵的话语 陈平没有理会对方 继续将目光转向自己的身体 肉身变得如此的强大 看来我觉醒的是金刚系 陈平认真感知着自身的改变 结合平时了解到的觉醒知识 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这个世界上的觉醒种类五花八门 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九大类别 总称为觉醒九大体系 分别是元素系 金刚系 万物系 风水系 通灵系 咒术系 将神系 灵魂系 炼气系 金刚系就是肉身觉醒 觉醒者会拥有无比强大的肉身 越高等级的觉醒者 肉身越是强大 及其擅长搏杀 是九大觉醒体系中 最擅长战斗的类别 别的不说 南藤市的最强者 A级觉醒小队的队长向之秋 就是金刚系的顶级强者 金刚系按照层次来分 可以分为炼铁镜 翠火镜 小金刚镜 大金刚镜 急阳镜 以及理论中的圣体镜 觉醒者理论上的极限 就是大金刚镜了 向之秋就是大金刚镜级别的强者 而急阳镜 已经是S级觉醒者的范畴 那是突破了人类极限的怪物 有多强陈平也不知道 陈平认真感知了 一下自己身体内的力量 又把餐厅那上百斤的木桌 认真抬了几下 确认自己觉醒的就是练体镜 嗯 预料之中 也没什么好失望的 陈平还是很开心的 绝大部分人觉醒的时候 都是地级 但岂不地级 不代表他永远是地级 每一个体系 其实都有不同变强的方法 就比如金刚系 没钱的就去锻炼 进入禁区去跟异兽拼杀 或者加入各大组织 掌握一门修行之法 有钱的旧科丹药 泡能量药域 购买各种珍奇异兽的 根骨吞食 总之 变强有很多种办法 他现在地级 以后可就不一定了 想到这里 陈平的内心再度燥热起来 他走到崩裂的墙体面前 表情中渐渐地又浮现出了几分疑惑 我就喷一下食物 威力居然这么大 弟弟 生死危机下 人的潜力会被激发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呢 姐姐神灵帮忙解释道 陈平点点头 人在生死危机下 的确会爆发出身体蕴藏的力量 不少觉醒者 也是在生死危机下才觉醒的 包括他的这次觉醒 应该跟此前吃汉堡 差点被噎死有关 哈哈 陈平老弟算是觉醒者中 觉醒方式最为奇葩的那种吧 的确 因为差点被噎死而觉醒 这足以载入史册了 说出去 没有人会信吧 哈哈哈哈 有一点窝闹 放心 我们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脑子里 神明们已经开始笑了 自从陈平觉醒 他们似乎就在有意无意地打压 陈平文言却是笑了起来 这些神明越是反对 越是冷嘲热讽 他就越高兴 因为这代表他 这条路走对了 陈平听着脑子里的话语 却是淡淡一笑 开口道 我的觉醒方式很奇葩 很窝囊 别开玩笑了 我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拒绝了七位神明的力量 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力抗争 最后才觉醒的 以凡之力 逆转生死 以凡之心 立抗神明之志 这是上天对我一人 独自对抗七位神明的奖励 陈平的话语铿锵有力 回荡在房间内 让一众神明沉默 陈平的话语 震慑了七位神明 居然 还能这样说 陈平老哥 真不愧是读书人 区区噎死觉醒 都能说得那么的震撼人心 豪情万丈 有一首啊 陈平老爹 如此能说会到 你拥有王的资质 跟着我一起去征服世界吧 我会让你的话语 响彻在整片星空 让每一个人 都聆听你的豪言壮语 别的不说了 心态是真的强 脑子里的神明 一个个激动地开口 陈平脸皮轻微抽搐了一下 觉得这些神明的话语 多少有些阴阳怪气 他轻哼一声 继续坐在沙发上 大口大口地吃汉堡冷静 还有十几个汉堡呢 可不能浪费 陈平大快朵移 一个个汉堡下肚 他居然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体内的汉堡 化作一股股暖流 滋养着全身 他神色微微一正 怎么回事 为什么吃汉堡 感觉气血都有些血的提升了 陈平沉默地将十几个汉堡吃完 认真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的确是变强了一点的感觉 怎么回事 他能够感觉 体内的消化能力变得很强 吃进去居然就被消化了 然后化作一股能量 滋养着血肉和骨骼 吃汉堡 还能让炼铁镜变强 这不科学啊 陈平只知道 炼铁镜如果想要靠吃东西变强 那就得吃一些蕴含能量精华的丹药 吃一些蕴含原力的益瘦血肉 以及原力极为充沛的天才地宝 汉堡又没有原力 他是怎么变强的 陈平的内心里充满着疑惑 对自己身体的疑惑 而且 他还想到了极其关键的一点 陈平吃完汉堡之后 笑着对脑子里的神明问道 嗯 卖垃圾腿饱好吃吗 只要是哥哥给的东西 都很好吃呢 味道还不错 不过下次希望吃牛排 酥香滑嫩的汉堡 我喜欢 呸呸呸 什么垃圾食物 不好吃 一个个神明发表意见 陈平陷入了沉默中 他现在已经能够感知到 汉堡已经化作热量 融入他的身体 甚至让他的炼铁 竟变强了些许 那么 那些神明吃的又是什么 再深思一下 陈平食欲变大之后 吃进去那么多的东西 真的是帮脑子里的 七位神明吃的吗 还是说 那些东西 其实是吃进他自己的肚子里的 陈平心中有了怀疑 他没有说出来 而是默默在手机软件上 又点了20份牛排 在外卖小哥惊恐的眼神中 陈平接过20份牛排 他坐在沙发中 享用牛排 随着不停吞食牛排 体内果然又传来一股股热流 滋养着全身 他感觉自己的气血 正以一种微弱的幅度在增长着 看来不是汉堡的特殊原因 他吃普通的食物 就是能变强 一份牛排 能有多少物质精华 肯定全都被他身体吸收了呀 嗯 牛排真好吃 陈平老弟有心了 哥哥对我们真好呀 居然默对我们吃第二顿 只不过牛排品质还是一般呢 下次我想吃和牛 有第二顿吃就不错了 你在想啥呢 脑子里传来一个个神明的声音 陈平心底冷笑 装 继续装 大家好好吃吧 这是为了庆祝 我觉醒 才决定加餐的 陈平乐呵呵到 一脸天真和开心的样子 他打开手机 看着威严上面的聊天列表 视线定格在一个青春亮丽的女子头像上面 那个女子有着乌黑飘扬的长发 眼中秋水动人般的眼眸 五官精致又立体 隔着头像都能感觉到女子的轻力脱俗 老姐 陈平打开了聊天窗 他现在是一个觉醒者了 想要将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的第一个人 就是他的姐姐 但是他打了一段话后 又在犹豫着 要不要发出去 现在 他的姐姐是什么修为来着 上次好像说 他姐已经突破了结单期 换算一下大概的层次 已经相当于B级觉醒者的层次了吧 而且他姐姐可是练气息 再加上那么逆天的体质 就算在B级觉醒者中 应该也是佼佼者的级别了吧 而他只是一个刚刚觉醒的B级觉醒者 这么心急火燎的跟陈兴巧炫耀 会不会显得他很没品 很掉价 陈平那该死的自尊心 反而让他有些犹豫起来 皮皮 你怎么那么久 憋不出一句话啊 威言上 姐姐突然跳出一句话 让陈平吓了一跳 啊 你怎么知道 我在打字的 陈平本能地回道 聊天框出现正在输入 结果半天憋不出一个屁 你说呢 姐姐发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 开口回道 陈平脸一红 倒是忘记了 威言有这么一个反人类的设定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 更奇怪的事情了 姐 你盯我聊天框干什么 啊 这不是看新闻 看见南腾市出现恶鬼级灾难了吗 正想问问你有没有事来着 没想到正好看见你也在找我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那你有什么事情呢 快点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结我最讨厌卖关子的人了 玲玲 陈平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在屏幕上打字 姐 我成为觉醒者了 陈兴桥 没开玩笑吧 什么体系的 陈平 金刚系 地级觉醒者 哈哈哈哈 皮皮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皮皮真棒 金刚系好呀 金刚系又肉 越有输出 竟显男子汉气感 皮皮你就是我陈家的骄傲 仅次于你姐的骄傲 真棒 真棒 陈兴桥的信息 几乎都快要刷屏了 陈平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得到 她姐开心兴奋的情绪 她不禁跟着 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 她还是想太多了 什么地级觉醒者 丢不丢人之类的 根本不存在的 这个世界上 永远有一个人 会因为她实现了某种成就 而真心实意地 感到高兴和骄傲 陈兴桥向陈平 发起了视频通话 陈平想了想 接通了视频请求 一个穿着红白道袍 容貌极其出众的 鹅蛋莲美女 出现在画面中 眉眼弯弯 兴奋和激动的笑容 怎么都掩饰不住 平平 恭喜啊 快 快让你姐看看 清澈软弱的嗓音 从手机传来 陈平表情淡定地笑了笑 在陈兴桥的面前 轻而易举地 将一百多斤的桌子 托举起来 连续做了十几个上下抬举 哦 牛啊 老爹 陈兴桥的眼神越来越明亮 甚至发出了 跟他人设完全不相符的赞叹 皮皮 你等着 姐给你寄一个 觉醒大礼包过来 陈兴桥激动道 陈兴脸色微微一变 姐 这样不好 我都觉醒了 怎么还能靠你 少废话 你是我弟 是我陈家的未来 我给你送点东西 投资我陈家的未来 你管得着吗 挂了呀 好好等着觉醒大礼包吧你 陈兴桥一秒 从温柔的小姐姐 变成强硬的女王 根本就不听陈兴的回答 便直接挂了视频 陈兴 陈兴盯着聊天框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他都是觉醒者了 不仅吃着老姐给的生活费 居然还要收老姐给的觉醒大礼包 废物 实在是太废物了 可是 好开心 是怎么回事 陈兴的脸上不知何时 已经浮现了笑容 废物就废物吧 有人爱有人疼的感觉 真好 第二天 陈兴神清气爽地背上书包上学 觉醒了能力之后 他感觉清晨的空气 都变得香甜了几分 又走过熟悉的十字路口 饿鬼急觉醒灾难造成的破坏 在短短两天内 居然就基本恢复了原状 无论是墙体 还是马路 都得到了修复 在大觉醒时代 很多东西都有了变化 就比如基建方面 快速修补和造物方面 整个世界都有了极大提升 陈兴发现 那位经常在附近摆摊的慕容老板 都重新推着新的小车 出来卖饼了 老板 来二十个煎饼果子 哈哈 小平 你又来了 慕容老板红光满面 笑着跟陈兴打招呼 我记得上次给你整的煎饼果子 还没给你呢 这一次 你就不用给钱了 我这就给你整二十个煎饼果子 啊 陈兴愣了一下 随即心里满是感动 对老板也高看了一眼 真不愧是觉醒者 格局就是大 他觉得格局方面 可以跟慕容烧饼老板学学 陈兴不知道的是 他以为可以 继续享受平静生活的时候 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摄像头 正静静地看着他 南腾市特殊事件指挥中心 十几双眼睛 正盯着屏幕中的学生 罗队长 你确定就是这个学生吗 一旁 通体金灿灿地向之丘 双手抱胸道 罗光志瞪大了眼睛 喃喃开口 实在太像了 应该就是他 他就是那个 此前被恶鬼怪 抓在手中的学生 向之丘点点头 看向一旁的资料分析人员 道 立即调出这个学生的所有资料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 好 一旁的人员郑重点头 罗光志有些佩服地 看向向之丘 要不是向之丘执意调查 他还真发现不了 这些奇怪的地方 而向之丘执意 深入调查的理由也很简单 七神是守护南藤市的大佬 那么 这样一位本领高超 又有高尚品德的大人物 不可能会看见 一个学生 被抓在怪物的手中 就直接引落雷电 让学生和怪物一起灰飞烟灭 为了证明七神的清白 他们针对学生调查 不停地排查 和整合着摄像头中 录下的各种画面 结果发现 那个学生真的还活着 那么这就有些意思了 一个从恶鬼手中 活过来的少年 是被那位大佬救了 然后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还是说 那位少年的本身 就有什么秘密 南藤市特殊事件 应急处理中心中的 十几号人 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 变得有些急促 仿佛抓住了什么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但不代表没有那个可能 向对 资料整理出来了 说 陈平 南藤市高中的高三二班学生 家住汤城二屏小区 学习成绩优异 在年纪中常常名列前茅 人际关系简单 跟赵氏集团的二公子赵梁是好友 社交范围窄 无不良嗜好 无犯罪记录 就算在网络上 也是遵纪手法 只是偶尔浏览一些不雅网站 一旁的资料分析人员 说着陈平的基本资料 向之秋脸微微一黑 道 说重点 好 据说他一个人住在汤城二屏 早年父母便离弃失踪 姐姐陈兴巧 是恋气息觉醒者 并且天赋极高 是昆仑学宫的核心弟子 至于陈平本人 三个月前就参与了 校园觉醒者的普查 被测出毫无原力波动 罗光志松了一口气 我就说嘛 那如此 青涩稚嫩的小子 怎么可能是 我们南藤市的守护神 差点让老子幻想破灭了 向之秋的神色 却没有多少改变 还有什么异常吗 特别能吃算不算 资料分析员小声道 哈哈哈哈 这算什么异常 老子也很能吃啊 罗光志哈哈大笑道 觉得这个人员 是不是脑子瓦特了 啥都说 有多能吃 向之秋却很上心 将目光投向资料分析员 资料分析员道 嗯 全是37家自住餐厅 全都将陈平 拉入了黑名单 罗光志 陈平一来到学校 就发现学校特别的热闹 怎么回事啊 前面怎么围了一群的人 陈平拉住一个同学 好奇问道 你不知道吗 校园里有人表白了 那位同学激动的开口道 有人表白而已 至于吗 大清早的 利用这时间 好好背几个单词不香吗 陈平看着前方 居然围了上百号人 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 总觉得这群同学也太八卦了 怎么就那么爱吃瓜呢 你是不知道啊 这可是蒋文强 在跟宋思窑表白啊 这么重大的事情 能错过吗 那位吃瓜的同学兴奋道 什么 跟宋思窑表白 陈平一个机灵 快速地冲开人群 确切点来说 是撞开人群 觉醒了金刚系的他 面对汹涌的人群 就像大白沙一样 直接将鱼群排开 撞到了最前方 映入眼帘的 首先是一个造型 极其霸气的黑色跑车 兰博基尼 极具流线感的跑车前方 是一个穿着皮夹克 高大帅气的男子 手中正捧着99朵玫瑰花 周围的地面上 洒满了红色的玫瑰花瓣 还有不少小弟 拿着粉红色的气球在摇晃 居然还有人把音响扛来 播放着浪漫的音乐 营造一种极其浪漫的氛围 有的小弟 居然还在四周 把蜡烛给点上 这大清早的点蜡烛 是不是神经病啊 话说表白 为什么不安排在晚上 陈平脑子里是一万个疑问 这时 远处已经传来了 教导主任的怒喝声 什么情况 光天化日之下 学生赶在学校聚众表白 我倒想看看 是哪个兔崽子不要命啊 身材粗大的教导主任 气势汹汹的挤进人群 打算对着那个当众表白学生 劈头盖脸一顿骂 然后 他就看见了那个 穿得人母狗样的男子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是我在表白 怎么了 蒋文强淡淡开口 教导主任浑身一个机灵 额头不自觉地冒出了冷汗 立即变了个脸色 陪笑道 哈哈 原来是蒋同学啊 那没事了 打扰了 你继续 教导主任当即清了清嗓子 掉转毛头 对着围观的学生怒喝 看什么看 表白有什么好看的吗 都给我滚去早读 谁要是还留在这里凑热闹 我就要按照学校的法规 处理来啊 教导主任的话语 还是很有威力的 吃瓜的群众 顿时散去了大半 陈平看见这一幕 忍不住心头感叹 富二代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蒋文强是天兵集团小少爷 而天兵集团 则是南腾市最大型的 觉醒型势力集团 集团中聚集了不少觉醒者 谁看见了他 不得抖三抖 准确点来说 这都已经不是富二代的范畴了 说是个先二代也不为过 即使这是在学校 教导主任也只能对蒋文强的做法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觉醒者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 可见一斑 陈平还不太想走 他发现宋思瑶的表情不太对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现在的宋思瑶 表情中充满着纠结 不安 委屈 为难 唯独没有惊喜和愉悦 思瑶 看见了吗 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 蒋文强捧着玫瑰 脸上有着无比自信的笑容 我昨晚才接到消息 我今天下午 就要去参加昆仑学宫的入门集训了 我不想让我的高中留下遗憾 此言一出 周围吃瓜学生 当即掀起一阵哗然 昆仑学宫 可是我们下国的最高艺能学府 能够有资格参加入门集训 岂不是就有机会进入最高艺能学府 真不愧是天兵集团的小少爷 果然前途无量啊 不少学生的赞叹 更加增加了蒋文强的自信 他淡淡地笑着 抬手伸向身后 指着那辆兰博基尼道 思瑶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就答应我吧 时间仓促 也来不及准备什么礼物 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后面的这辆小牛 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了 这话又是一轮重磅炸弹 卧槽 答应做女朋友 就送一样跑车 这跑车至少得三百万往上吧 当他的女朋友 就送一样小牛 毫无人信啊 蒋少介意多一个女朋友吗 学生们都炸开了锅 任由教导主任在这里都不好使 一旁的小弟看见气氛出来了 更是开始带节奏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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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的 也有不少学生 开始跟风高喊 答应他 完全没注意宋思瑶此刻的表情 已经从为难和纠结 变成了几分害怕 蒋文强同学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上高中不打算谈恋爱 不 你想 蒋文强霸道地打断了女孩的话语 眼神中带着几分炽热 我想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对吧 我已经为你做到这种地步了 宋思瑶那清理的小脸 微微发红 眼眶都开始变得有些湿润 他想不出 该如何妥当地处理这个问题 一旁的学生 却以为女孩羞红了脸 感动得热泪盈眶 喊得更加卖力 宋思瑶无助地看了一眼人群 周围起哄的学生 只让感觉到压力 但他又看见了一个 没有跟着起哄的学生 那熟悉的模样 让他忽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 陈平看见女孩仿佛一个 被逼到角落瑟瑟发抖的小兽 不知为何 小兽的目光在不经意间 落在了他身上的时候 竟是变得有些明亮了起来 陈平同学 你听到我的话语 请你不要惊讶 宋思瑶那清脆悦耳的声音 突然在陈平的脑子里响起 陈平脸色微微一变 这话不是宋思瑶用嘴巴说的 而是直接传入他脑子里的声音 这个班长居然也是觉醒者 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能隔空传音 是通灵系还是灵魂系 他压下心底的震撼 对着女孩轻轻点头 女孩的声音 已经迫不及待的 在他的脑子里继续响起 你能够假装我的男朋友吗 现在无论我怎么拒绝他 他都不愿意放弃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对蒋文强根本没有兴趣 而且听说当过他女朋友的人 下场也很不好 我知道你姐姐是昆仑学宫的天骄 如果是你的话 就算蒋文强家里有背景 应该也会有所忌惮的吧 现在只有你能够帮我了 如果你答应帮我 我以后会竭尽所能的去补偿你 当然 如果你不想假装当我的男朋友 我也不抢求 说到后面 女孩的声音 已经有祈求的味道在里面 陈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么狗血的事情 居然真的发生在他的身上吗 女主角被反派男求爱 被迫向男主角求助 假装他的男朋友 然后经历一系列 成为一对完美的人生伴侣 以后房子就买汤尘一品吧 两个觉醒者奴努力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至于孩子嘛 男的取名陈天琪 女的取名陈妙可 应该不错 在青云山也要买一块地 以后两人就埋在那里 风水一流 陈平 陈平 你想好了吗 脑子里女子急促的声音响起 陈平这才回过神 脸微微一红 其实 宋思瑶跟那些狗血剧中的女主 还是有区别的 狗血剧中的女主 是二话不说 拉着男主挡枪 完全不尊重男主的想法 宋思瑶就不一样了 虽然有这个想法 但也会通过传音 偷偷征询她的意见 要是她不愿意 那也不强求 这修养 这境界 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啊 看着那被逼至角落 将最后希望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的女孩 陈平平静地对着女孩点点头 从人群之中走出 蒋文强捧着玫瑰花 笑容阳光 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女孩子 眼前这位长得十分青春亮丽的女孩子 此刻 却是眼眶红红的 那双灵动有神的大眼睛 根本就不敢与她直视 蒋文强不确定 那位女孩现在是受宠落惊 还是担忧害怕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喜欢她 她就一定要拿下她 周围的小弟和学生都在助攻 学校方面也不敢拿她怎么样 气氛在这里了 气势也在这里了 还提出几百万跑车 作为女朋友的赠礼 就算宋思瑶是南腾高中的校花 这轮番重拳出击下 也该拿下了吧 可蒋文强还没等到宋思瑶答应 一个少年就从人群中步履坚定地走了出来 默默地走到了宋思瑶的身边 一个个学生瞪大了眼睛 表情渐渐变得精彩 蒋文强的笑容更是开始变得凝固 眼神中带着几分不解 喂 你干什么的 找死吗 别妨碍我们 蒋少告白 正在点蜡烛和洒花的小弟们 立即对着那位少年怒喝道 可是这个时候 更加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宋思瑶眼神默然变得明亮起来 清秀可人的脸上 绽放出明媚的笑叶 清脆道 萍萍你终于来了 陈萍还是头一回被宋思瑶挽住 心中波澜起伏 脸上却保持着温和的笑容 反手轻易地拉住了女孩那柔软滑腻的小手 点头道 嗯 瑶瑶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吓我一跳 轰隆 围观吃瓜的学生们 一个个仿佛被雷劈中 纷纷实话 一个个小弟的脸上同样满是震惊 这一幕实在太具视觉冲击了 怎么可能 不会是 那种关系吧 就在这时 宋思瑶已经抬眼 看向前方捧着玫瑰花的男子 开口道 蒋文强同学 这就是我拒绝你的真正原因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句话仿佛雷声般在全场炸开 全场都引起了剧烈的骚动 就连在一旁维持秩序的教导主任 都情不自禁地抬了抬眼镜 瞪大了眼睛 在高中的校园里 公开表白就已经够离谱的了 更离谱的是 那个被表白的女同学 居然还有个男朋友 表白者的前面 不仅站着被表白者 还站着被表白者的男朋友 这特么还能再离谱点吗 蒋文强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宋思瑶则表情认真 且坚定地看着蒋文强 心中默默想着 既然什么话语 都无法拒绝这个霸道 且自信的男人 那就干脆下猛药 一个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学 想来 她肯定不会继续坚持了吧 蒋文强转移目光去看着陈平 突然间笑了起来 宋思瑶 别开玩笑了 你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小子 他阳光积极 他温柔体贴 他学习成绩优异 考试还拿了全班第一 他一直都是我崇拜的人 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他 宋思瑶居然一口气 说了陈平一大堆的优点 蒋文强被噎了一下 随后有些无奈的摇头 这个时代 找对象 居然还需要看成绩 学习成绩好的高材生 能扛我一拳吗 碰 他突然一拳击向旁边的空气 气爆声响起 随着拳头打出 前方居然形成了一股气浪 一旁的学生都被吓了一跳 纷纷后退 面露畏惧地看向蒋文强 滚开 蒋文强目露寒光地看向陈平 这一刻 他凶向毙落 陈平在这一刻 感觉自己被野兽盯上了一般 浑身都感觉到了压力 宋思瑶是我女朋友 该滚开的人是你 让蒋文强没有想到的是 陈平居然一步未退 还往前站了一步 隐隐将宋思瑶护在了身后 宋思瑶本来很害怕的 但是看见居然有一个背影 坚定不移地挡在他的面前 心中又泛起了异样的涟漪 陈平女孩紧紧拉住了陈平的手 既感动又担心 哼 该滚开的是我 蒋文强被气笑了 一步步走向陈平 脸色越来越阴沉 气势越来越可怕 谁给你脸 让你敢这样跟我说话了 蒋文强的眼睛中泛起白光 四周开始掀起狂风 风暴的中心就是那位蒋文强 不少学生都被吓退了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蒋文强凶恶的模样 这位天兵集团的小少爷发怒起来 得有多可怕 可就在这时 居然有一个身影站了出来 蒋文强 够了 这里是学校 教导主任那胖胖的身子 挡在了陈平的前方 他的肥肉被狂风刮得一颤一颤的 但却声音洪亮的大喊起来 蒋文强 你想要用觉醒力量 对付一个无辜的学生 就算你有背景 别以为南腾市的特殊事件处理中心 会袖手旁观 陈平正住了 没想到那个一开始畏畏缩缩缩的主任 会在这一刻站出来 风暴也在下一刻突然停歇 学生们发现 那位蒋文强脸上居然开始浮现出一抹阳光的笑容 好了 好了 开个玩笑而已 主任又何必这么紧张 我蒋文强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既然宋思瑶眼瞎 看上一个凡人废物 那她也不配成为我的女人 蒋文强随手将玫瑰花抛在地面上 笑容愈发灿烂 毕竟 我对二手的花 没什么兴趣 宋思瑶听到这话 胶躯轻轻一颤 脸色发白 陈平则是脸色一沉 脑海中 已经传来神明们愤怒的声音了 好啊 陈平老哥 他居然敢骂你 用我的力量吧 我能够让你 直接把他的脑袋给踩爆 区区C级觉醒者的蝼蚁 真给他脸了 哥哥 让我来吧 我能够把他搞成一个 任你摆布和践踏的玩具呢 弟弟 他不仅骂你 还骂你喜欢的对象呢 这都不反击 你还是男人吗 要不我偷偷下个咒 让他终身不孕不育 无法勃起 这个惩罚 应该很有意思 陈平的脑子里 传来各种神明的声音 可是 他依旧不为所动 只是平静地看着前方 随着一声剧烈的阴浪轰鸣 兰博基尼嚣张跋扈地 开出了校园 陈平又看了一眼 地面上的99朵玫瑰花 不知什么时候 每一片花瓣 居然都已经被锋利的东西 切成碎片 风一吹 一大树的玫瑰花 变碎成了一滩红粉 好像血液般洒落蔓延 一些学生看见这一幕 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 玫瑰花 居然全碎了 什么时候 太恐怖了 这就是C级觉醒者的力量吗 不少学生都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陈平的目光 一时间也变得复杂起来 刚刚这个平平无奇的陈平 居然敢迎面应对实力 如此可怕的蒋文强 该说他真的有勇气 还是该说他鲁莽不怕死呢 C级觉醒者吗 陈平看着地面上 碎了一地的玫瑰花瓣 风吹来的时候 如鲜血般朝四周蔓延 飘零 他其实感知到了 那是蒋文强将满怀恶意的目光 投向自己的瞬间 陈平本能地觉得 事情不会那么快结束 接下来肯定还有麻烦 他不禁叹了一口气 蒋文强的大名 他早就听说过了 是觉醒了风之力的C级觉醒者 如今还拥有了 加入华夏最高学府昆仑学宫的机会 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 更麻烦的是 他的家族天兵集团 还是盘踞在南腾市的大型觉醒势力 如果有可能 陈平还真不想跟这种人 产生什么交集 可终究还是被卷入了一场漩涡中啊 他明明 只想继续当一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继续过平静的生活的 陈平 你没事吧 清澈又充满着担忧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陈平看见宋思瑶正担忧 又带着几分愧疚地看着自己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你了 女孩轻咬着粉嫩的唇绊 曾经阳光又漂亮的翘脸 附上一层阴霾 班长 你说什么呢 同学之间互相帮助 不是应该的吗 陈平看着女孩 笑容柔和且明静 小声地安慰着 心里默默补充了一句 老子暗恋的女孩子 能让她被诸拱吗 不存在的 宋思瑶看着少年 那不掺杂志的温暖笑容 心头再度涌上一股暖流 好了好了 事情都结束了 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快去早夺 教导主任对着围观的学生怒喝道 仿佛学校中的王者 学生们一哄而散 但脸上兴奋的模样 滔滔不觉得小声议论 以及时不时朝两人瞟来的眼睛 陈平甚至都能够想到 接下来这件事 会在学校引起什么样的风暴 他牵着宋思瑶的小手 跟着人流走回教室 你们去哪呢 身后传来教导主任的呼喊 陈平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教导主任 回去读书啊 宋思瑶回答道 跟我去办公室 教导主任擦着汗走来 啊 陈平和宋思瑶同时一正 教导主任冷笑道 怎么 你们明目张胆地早恋 我不该管管 陈平就这样 两人被带到了办公室 接受开导和批评 早恋是不好的 现在你们是该认真学习的年龄 谈恋爱是会影响学习的 教导主任苦口婆心道 我成绩一直很稳定啊 宋思瑶揉着小手 小声便捷 我从班级二十多名 现在提升到班级第一了 陈平笑道 教导主任 但是谈恋爱总归是不好的 你们要注意影响啊 被其他学生老师 看见了多不好 我们本来就很注意影响啊 要不是那蒋文强出来表白 你们也不会知道 我们正在偷偷谈恋爱 陈平继续脸部红星不跳的解释 一旁的宋思瑶 闻言翘脸泛起红霞 又有些情绪 莫名的看向身旁的少年 两人的目光在下一瞬间交汇 紧接着 脸都居然有些泛红 有一股别样的气氛 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中弥漫 高中的校园 学生们总是充满着活力 哎 你听说了没 蒋文强在校园 公开跟宋思瑶表白了 卧槽 然后宋思瑶的男朋友 陈平出现了 卧槽 陈平跟蒋文强互对了 然后蒋文强含怒而去 还碎了一地的玫瑰 卧槽 学生时代的消息 总是来得很快 吃瓜群众们 会迫不及待地 跟周围的朋友 分享第一手打瓜 陈平跟宋思瑶 走入教室的时候 陈平发现 教室里至少过半的同学 都朝将目光 从书本挪开 默默地转向他 他从那目光中 看出了兴奋 激动 好奇 审视 嫉妒 同情 等各种情绪 毫无疑问的 这些同学 肯定已经听说了他的事情 跟在陈平身后的宋思瑶 精致的小脸泛起红霞 有些紧张地低下了脑袋 不敢跟班级中的 其他同学对视 他因为这种早恋的事情 被全班瞩目 还是十分羞难的 陈平的表情倒是淡定多了 一路昂首挺胸地 走向自己的座位 走得十分自信 走得十分地强大 在神情各异的同学中 他的同桌赵梁 是最激动的那一个 陈平一坐下 他就激动地抓着陈平的胳膊 眼神中满是羡慕 极度狠 好你个陈平 看起来老是本分的 没想到 居然偷偷将我们班的宋女神 都给拿下了 赵梁咬牙切齿道 老实交代 你是怎么拿下他的 陈平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嗯 就是他突然要我做他男朋友 赵梁 这位男腾式的富二代 一脸震惊地看着同桌 还是他先表得白 你在吹什么牛笔啊 我还真不想吹牛 但你想啊 这么平平无奇的我 哪里有胆去追送私咬啊 要不是他表白 我们能成为情侣吗 陈平的话语 在赵梁脑海中掀起惊涛海浪 赵梁本能地不相信陈平的话 可是又觉得 这样的解释才是最合理的 所以他的三观开始被颠覆了 赵梁开始抓头发 眼神中满是震撼和不解 这个世界上 真有这样的事 校园女神会突然爱上一个 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陈平点点头 的确很不可思议 我差点都以为 我是狗血校园剧中的主角了 我觉得 只有在樱花国的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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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有这样的剧情 赵梁咬牙切齿道 陈平 赵梁转头看向那个 带着些许嘚瑟的铜桌 咬牙道 哼 陈平 在爱情上我或许不如你 但是在学习上 我肯定能压你一头 陈平听到这话 看向赵梁的眼神 更加同情了起来 赵梁 看见你那么自信的份上 不如堵住在网上提一提 赵梁瞪大了眼睛 看着眼神中 带着几分怂恿与挑衅的陈平 莫名的有些心虚了 怎么 你怕了 陈平笑道 怎么可能 提就提 你说提多少 赵梁怒道 陈平伸出了五根手指 赵梁惊呼出声 十万 这可是我一周的零花钱了 赵梁有些犹豫 陈平的脸则有些抽搐 麻蛋 老子一个月生活费也才十万 他才一周的零花钱 总感觉自己还少了 你不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吗 陈平呵呵一笑 继续添油加醋 好 来就来 老子这次 可是准备极其充分的 赵梁眼神中满是战火 握紧拳头咬牙道 老子可是请了七个特级家教 同时辅导我 那些老师们都说我进步极大 考个班级第一 肯定不是问题 陈平点点头 握住了赵梁的手 成交 赵梁有七个特级家教 是很牛逼 可是 我可是有七个神明在帮忙啊 四千的汉堡 get 陈平的心情很愉悦 上课都哼起了小曲 赵梁看见陈平这个模样 忍不住小声道 陈平 有一件事 我不得不跟你说 那个蒋文强 可不是什么好人 今天你打了蒋文强的脸 虽然是你有理在先 但以他的性格 往后说不准还会报复你 你之后可得小心一点 陈平有些不在意的样子 恶呵呵地拍了拍赵梁的肩膀 这不是还有你赵氏集团的二公子照着吗 赵梁缩了缩身子 一脸黑线道 你们之间的爱恨纠葛 可别扯上我啊 在这个时代 富二代的地位可不同以往了 现在最嚣张的是像蒋文强 这样的先二代 就算是我也不想招惹 怎么会 你陈氏集团的市职 不是南腾第一吗 你爹还是南腾市的首富 有你这么耸的吗 陈平开口道 他老羡慕照量了 有这样的家庭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 根本不用担心钱不够用 这多爽啊 嗨 樊俗界的资产 我们家是挺多的 但是耐不住天兵集团的新元氏度啊 要是他们家的新元氏 全部折算成凡俗界的资产 我们陈氏集团 可跟他们比不了 再加上他们家 还有那么多强大的觉醒者 但凡要跟我们竞争什么项目 我们家也天然低他们家一头 说着 赵良就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哎 你说为什么就要有一个大叫醒时代啊 若是以前那个时代 我哪里 还需要那么努力 我当个顽固子弟 他不香吗 肯定会比现在愉悦快活百倍啊 想要努力征班级第一的赵良 叹息不一道 话又说回来 我还是很羡慕你的 陈平 你姐罩着 那安全感可比我强多了 就算跟蒋文强有了冲突 他忌惮你姐姐的实力 说不准也不会对你出手 陈平点点头 心中却默默吐槽 他的依仗可不是他姐姐 他不主动惹事 也不怕事 希望蒋文强能够实去一点吧 毕竟 他是个不喜争斗的人 也不希望得罪大觉醒时代中的先二代 与此同时 在南藤市的南殿 有一栋形如刀刃的数百米高楼 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天兵集团的总部 楼顶上空 一架墨绿色的直升机 缓缓降落在巨大的停机坪上 蒋绍 昆仑学宫的入门集训准备要开始了 请您登机吧 一个身穿西服 体魄高大的壮汉 正站在一个学生的身旁 神情恭敬道 知道了 蒋文强将目光投向某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南藤高中的方向 在这栋刀形大楼的顶层上 看南藤高中 显得无比的渺小 那个叫陈平的 派几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混混 好好教训他一顿吧 蒋文强淡淡开口道 一旁的西装壮汉文言一正 随后开口道 您今早的那件事 我也在一旁目睹了 那位陈平跟宋思尧 应该不是情侣关系 很有可能只是单纯 为了帮他解围 才这样做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蒋文强强硬打断了身旁男子的话 脸色阴沉的 仿佛能滴出水 冷笑道 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凡人 居然敢在那个节点触怒我 顶撞我 让我当众丢脸 让我告白失败 他也配 西装壮汉面露南色道 那个陈平 我知道一些背景 他解可不简单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蒋文强再度愤怒地打断 我当然知道他敢站出来 冒犯我的依仗是什么 否则我让你派出的 就不是几个混混 而是派出觉醒者 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 蒋文强笑容阴沉 冷笑着继续道 真以为靠他一个姐姐 就会让我有所忌惮 我可是天兵集团的继承者 拥有极其庞大的觉醒资源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他的姐姐也踩在脚下 陈平这小子也配跟我较量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坏了我的好事 还能安然无恙 不让陈平头破血流 我的念头就不通打 许元朝 记住了 动手的时候做得干净点 让他们控制好力度 可别把人给打死了 西装壮汉 看见蒋文强表情如此坚定 知道劝不动 只能缓缓点头道 交给我吧 我会让陈平留下一个深刻难忘的教训 好 我等你好消息 蒋文强纵身一跃 脚底生风 体态无比轻盈 就跃出了十几米 然后稳稳地落在了直升飞机上面 直升机轰鸣而去 许元朝看着离去的少爷 摇摇头 少爷本就该是天上的人物 又何必与那些普通人 有如此之多的纠葛呢 算了 就把这件事干得漂亮一些 好让蒋上念头通达一些吧 许元朝想了想 拨动手机开始联系人 反正要搞一些什么力量都没有的小人物 在这个时代可太简单了 难腾是 最后一节课 高三二班的班主任洪静走向讲台 全班同学都秉息宁神 注意力十分集中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节课会公布月考的成绩 以及排名 哎 你们说 这一次谁会拿全班第一啊 应该是陈平吧 上一次也是他 不一定 咱们宋班长成绩一直很稳定 而且 上一次考试跟陈平的差距也不大 他有可能反超陈平呢 呸 他们都谈恋爱了 谈恋爱影响学习 他们一定会退步的 我觉得是赵良 他最近进步势头太猛了 说不准能够创造旗舰 同学们都在小声热议着 班主任洪静面带微笑 拿出了一个成绩单 笑道 这一次月考 同学们考得都很不错 一本上线率达到了77% 赵良同学的成绩 更是以694的成绩 第一次进入了年级前十 耶 赵良在桌子上 兴奋地挥舞着拳头 他迫不及待 将兴奋且得意的目光转向陈平 看到没有 我年级前十了 哈哈 陈平啊 陈平 这一次 你还不输给我 班级中的同学 同样传来一阵阵低呼 不少人将羡慕和崇拜的目光投向赵良 这个赵良有钱就算了 学习成绩居然还那么厉害 红静脱了脱眼镜 笑容满面道 更值得一提的是 陈平的进步同样十分惊人 他以716的优异成绩 卫练年级第一 让我们恭喜他 华 全班哗然 神情兴奋的赵良 一下子摊坐在椅子上 瞪大了眼睛 转头看向陈平 啥 年级 第一 陈平再度成为了全班的焦点 整个班级都不可一致地出现 一阵阵惊呼 年级第一 在学生时代 还有比这个更耀眼的光环吗 南藤市高中 可是巨省最好的高中之一 在这个高中拿年级第一 那跟省状元 应该也没有多大的差距了 716分 开什么玩笑 赵良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大的震撼 以及自我怀疑中 他本来以为694分肯定稳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他的同桌 居然拿了一个716分 差了20多分 这还是人吗 当他把目标设定为班级第一的时候 他的竞争对手 已经拿下年级第一 并且对他发出一阵阵冷笑 仿佛在说 凡人的智慧 班级里其他同学的震惊 也不弱于照亮 特别是那些说 陈平和宋思瑶谈恋爱 肯定会影响学习的同学们 此刻整个人都傻了 一个个开始 对那句老师时常说的话 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什么早恋会影响学习 假的 都是假的 这个陈平 是要逆天吗 他怎么那么厉害啊 好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学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脑子的 一个个同学都神色震撼 且崇拜地看着那个平平无奇的男同学 宋思瑶眼眸亮莹莹的 同样将惊奇的目光投向陈平 就连他也很意外 陈平居然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 高中时代 学习好的同学 往往都是有光环的 更别提那个同学是年纪第一 而且 那个人居然还是他名义上的男朋友 想到这里 宋思瑶的脸蛋 又不禁浮现了一抹烟红 赵良 没事的 你虽然输了赌约 但是你战胜了自己啊 陈平乐呵呵地拍了拍赵良的肩膀 安慰着自己的同桌 觉得自己凉了的赵良回过神 对啊 我进不了那么多分 我应该感觉到高兴才对 我为什么要活得像个失败者 赵良看向陈平 眼神中充满了感激 平哥 你是对的 我战胜了我自己 我应该高兴才对 陈平脸上浮现如此可教的笑容 再度拍了拍赵良的肩膀 对 要知道你这个成绩 上我们下国最高学府 完全没问题了 想来你爸也会奖励你不少零花钱吧 赵良的眼睛更加明亮了 那是肯定的 我这就去跟我爸申请 嗯 至于那十万 也出得值当吧 陈平露出高深莫测的睿智模样 赵良回过神 使劲地点头 那是自然的 平哥 你就是我的一师一友的大恩人啊 我赵良又岂是言而无信之人 这就给你打钱 赵良大手一挥 立即转账给陈平 打开手机银行 上面是赵良跟陈平的转账记录 里里外外已经转账了十几次 全是赵良输给陈平的资产 赵良的金额心情这才澎湃起来 比得了年纪第一还要高兴 再这样玩下去 他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姐姐给生活费了 想到这里 陈平看着同桌的目光 变得更加的亲切与慈祥了 宋思瑶的成绩也很不错 有682分 成绩一直都很稳定 正因为如此 他们谈恋爱的负面风波 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下课铃声响起 陈平整理书包中的学习材料 开始准备回家 这个时候 一道靓丽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少女竖着高高的马尾 穿着干净的蓝白校服 精致白皙的脸上 也不知是不是窗外透过的夕阳霞光 显得格外的红润柔美 陈平同学 一起回去吧 宋思瑶清澈的声嗓 在教室中响起 犹如风铃浮动 一旁的赵良 震惊地张开了嘴巴 旁边的同学 同样一脸震惊地 看着教室里的两人 因为关系的曝光 他们这是一点都不想装了吗 陈平同样有些正神 他不是没幻想过这样的场面 但是没想到这样的场面 真的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好 陈平有些慌张地收拾好书本 背上书包 慌张地握着宋思瑶柔弱无骨的小手 就要牵着女孩走出教室 啊 宋思瑶轻声低呼 本能地想要缩手 嗯 怎么了 陈平转过头 一脸的疑惑 宋思瑶迎着少年那清澈有神的目光 感受着手中传来的坚定有力的触感 脸上的红霞再度轻轻浮现 低着脑袋道 莫 没什么 两人拉着小手 迎着夕阳的光辉慢慢地走出教室 校园里 一个个学生都将惊讶的目光投向两人 天哪 我的宋女神 居然跟一个男的牵手了 什么叫一个男的 说话放尊重点 那可是我们班的陈平 月考年纪第一的陈平学吧 疯了吗 他们 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牵手 陈平敢在全校面前怒怼蒋文强 怎么就不敢在全校面前牵手了 牛逼啊 是个猛人 众多路过的同学 都看着那公然牵手的两人 脸上都有着震惊之色 情不自禁地热议纷纷 特别是那个女生长相轻力脱俗 早就是校园中的风云人物 而另外一个男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却自信从容 坦坦荡荡 这种无所畏惧的心态 就足以吸引无数人的目光 是的 陈平自然知道自己正拉着宋思瑶的手 但正所谓 作戏要做全套 既然已经公开了身份 那么就要让蒋文强彻底死心 好好的把这个宋思瑶的男朋友当下去 陈平可是很敬业的 或许是因为刚刚得了年纪第一的缘故 走起路来都理智气壮了不少 宋思瑶就像轻盈的小鸟 跟在陈平身旁 少女那淡淡的心香传入少年鼻尖 宋思瑶忽然抬起秀美的脸庞 小声道 陈平同学 真的不好意思 可你不用为我承受那么多的 啊 我承受什么了 陈平一正 看向身侧的女孩 宋思瑶轻亮的眼眸迎动躲闪 似乎有些不敢直视 小手微微用了一下力 嗯 就是这种啊 承受着全校的压力 明目张胆地当我的男朋友 陈平感受着手中传来的温软触感 再度愣了一下 啊 感情他拉着宋思瑶的手 宋思瑶还觉得他受到委屈了 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啊 如果这就是压力 那就让压力来得更大一点吧 陈平心绪翻涌 更加紧握着女孩的小手 笑道 没事的 思瑶同学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能够这样牵着你的手走路 我很开心 宋思瑶默然抬头 如芙蓉出水般轻力的脸上 那双刀印着夕阳余晖的眼眸 似有涟漪波动 倒印出少年那温润又充满暖衣的脸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且温暖 嗯 女孩轻轻应了一声 也不知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 便又抿着薄薄的唇绊 低下了脑袋 沉默着向前走去 似乎只有这样 才不会让身旁的少年 察觉到他快速跳动的心 两人就这样并肩牵手而行 走过校园人流川行的道路 两人牵着手 走在黄昏下 夕阳将他们的影子 拉得很长很长 明知道 这只是一场逢场作戏的扮演 明知道 那只是一个虚假的关系 可是 两人都很有默契的 没有打破这种氛围 校园夏日的风 球场上的篮球声 夕阳的记忆色调 手中的柔软的触感 以及身边人 那若有若无的气息 也不知是不是周围学生的注视和议论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 两人的心跳都有些加快 伴随着那笼罩的一抹夕阳光辖 走出了校园大门 陈平同学 你了解我吗 少女清澈柔软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怎么样才算了解 陈平问道 嗯 至少要比其他同学知道的更多那种 才算了解 宋思瑶明眸一笑道 陈平心想 那可就多了 他知道宋思瑶的生活习惯 知道宋思瑶的学习习惯 知道宋思瑶在焦虑的时候会咬指甲 知道宋思瑶表面上很开朗阳光 很乐于助人 但又很不擅长地去拒绝一些他不喜欢的请求 偷偷喜欢过一个人 当然就会不自觉地关注过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当然了 陈平不会全都说出来 免得宋思瑶觉得 他是个变态 嗯 知道你是一个觉醒者 这算不算 陈平问道 宋思瑶笑了起来 好看得眉眼弯弯 点头道 嗯 也算一个吧 你给我传音 我都吓了一跳 话说 你是什么体系的觉醒者啊 陈平好奇道 灵魂系 宋思瑶开口道 那是我熬夜学习的时候突然觉醒的 熬夜学习觉醒 陈平听到这话 心里又忍不住地羡慕 瞧瞧人家觉醒的方式 再看看自己觉醒的方式 灵魂系 这可是九大觉醒体系中的香薄薄 那你打算加入什么觉醒组织吗 陈平又问 宋思瑶文言果断摇头 我才不加入什么觉醒组织呢 啊 陈平愣了一下 为什么 据他所知 但凡是灵魂系的觉醒者 就算是最弱的地级觉醒者 那么 只要是加入觉醒组织 都能获得远超普通人的好处 因为我怕死 宋思瑶开口道 陈平再度愣住 这个回答是他没有想到的 宋思瑶一脸严肃地看向陈平 语气凝重道 你知道吗 根据大数据我们可以知道 觉醒者的十年存活率只有85% 是一个相当高位的职业 而灵魂系觉醒者这个体系呢 死亡率更高 十年存活率居然只有75% 也就是说 一万个灵魂系觉醒者中 十年后只有7500个觉醒者活着 会有2500个灵魂系觉醒者挂掉 你怎么能保证自己 不是那2500个中的一个呢 啊这 陈平被这句话说的一愣 竟是无言以对 世人都知觉醒者好 可是有人觉醒 就有来自各种觉醒灾难 各种恐怖禁区的威胁 各大觉醒势力想要扩张 想要变强 肯定就要派觉醒者们 进入禁区寻找觉醒资源 就要应对各种觉醒灾难 以震杀觉醒怪物的方式 取走宝物 这个过程中 的确是充满风险的 一旦加入某个觉醒势力 想要做什么 往往就是身不由己的了 毕竟组织 也不会养一个吃白饭的呀 灵魂系觉醒者 因为能力特殊 往往需要应对各种诡异 那风险就更大了 所以死亡率在诸多体系中 居高不下 但要说死亡率最高的体系 灵魂系还是得靠边站 因为还有一个金刚系 金刚系啥也不会 只会干架 但凡有架打 就冲在最前面 只要遇到什么 极度恐怖的觉醒灾难 死得最快的 就是金刚系 金刚系的十年存活率 似乎只有69% 稳居最高微觉醒者榜首 这是一个让无数人 都望而却步的数据 所以 金刚系在很多时候 又被称为粗鄙的炮灰 那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耻辱啊 想到这里 陈平又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看向宋思瑶 颇有一种堪难兄难弟的感觉 那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陈平又问 我也不知道呀 先去觉醒者 管理局报个呗 然后好好学习 考个好大学 找个好工作呗 宋思瑶理所应当到 反正我靠脑子也能混得好 陈平点点头 曾经的他也是这样想的 并不是所有觉醒者 都会加入觉醒组织 也有很多觉醒者 成为了云云众生中的一位 跟普通人融为一体 就像他最喜欢的 那个烧饼小炭的慕容老板 明明是一位万物系的 地级觉醒者 拥有可以练气的 炽热练气之手 可是却摆摊卖起了慕容烧饼 这只不过是不同的人 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宋思瑶怕死 所以想要找个其他工作 这也完全可以理解 陈平同学 你放心吧 就算觉醒了 我跟你们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宋思瑶看着陈平的脸 认真的解释 似乎是怕陈平会多想 陈平当然没多想 他正琢磨着金刚戏 如何才能不当炮灰的问题 对了 你今天帮了我大忙 我会尽一切可能报答你的 你有什么需求 尽管说出来 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宋思瑶拍着胸脯保证到 看着眼前女孩 信誓旦旦保证的模样 陈平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好 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一定会跟你说的 他现在对宋思瑶也没啥需求 总能让女孩给他写作业吧 不知不觉 两人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从这个路口开始 两人的家就不顺路了 陈平忽然感觉手中温软的触感消失 他这时候才恍然发觉 原来自己跟宋思瑶牵了那么久的手 手掌甚至都有了几分湿润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谁紧张 手心出了汗 两人似乎都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什么 夕阳下那带着几分青色的脸颊 似有红霞阴晕 甚至都不敢去直视对方 嗯 陈平同学 明天见 宋思瑶打破了沉默 好的 明天见 陈平故作镇定地摆了摆手 以示道别 宋思瑶背着书包全身离去 脚步轻盈 骄傲的高马尾 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摆动 就像欢快的小马 陈平站在路口 看着那道曼妙的身影 离他越来越远 目送女孩离去 脑子里迫不及待地传出声音 哈 陈平老爹 你该不会是真的谈恋爱了吧 你怎么能喜欢上这样一个凡人呢 不如我们合作吧 未来你坐拥后宫三千 左拥圣女 右抱神女 艳福满宫 完全不是问题 七 我家哥哥哪里会是那么庸俗之人 非九天仙女 不配拥有哥哥 哥哥 只要你开口 我给你整一个仙女玩玩 萍萍 你有没有兴趣 把她培养成一大浑神 我可以帮你呢 脑海中 诸多神灵又开始躁动起来了 开出一个个极为诱惑的条件 陈平当然不会上当 他要是那么容易 接受这些条件 他人早就没了 陈平将脑海中不停出现的声音屏蔽 大步走回自己的家 还在网上点餐 为了奖励自己 今天晚餐 他要吃五十只烧鸡 陈平正在手机上挑选幸运的烤鸡店 太阳已经垂落了地平线 只有淡淡的光运在天边残留 路灯在路旁纷纷亮起 路上车来车往的 依旧喧闹 陈平一路走 一路玩手机 可就在他路过一个比较窄的巷子口的时候 游手突然掐住了他的胳膊 猛地将他朝一个巷子内部拽去 陈平吓了一跳 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反抗 似乎慌了神一样 任由那股力量 将其拽倒在巷子内的地面上 啊 你们是谁 陈平被力量甩得坐倒在地 双手撑着地面 脸色发白 神情恐慌地抬头 看向前方的陌生人 足足六七个人 出现在窄窄的巷子里 将他前后围了起来 有的人脸上有刀疤 有的人双臂上有纹身 都梳着一头五颜六色 生怕别人不知道 自己是混混的发型 正一脸凝笑着看着自己 还能干什么 打劫 围手的绿毛 混混拿着一根铁棍 语气阴狠地开口道 陈平愣了一下 自从大觉醒时代出现 社会动荡 也滋生了不少黑恶势力 好 你们要多少 我把我身上的钱都给你 陈平表现得很顺从 眼神却在关注着 他们的表情变化 哟 很乖嘛 可惜了 哥们这几个 今天心情不好 不仅要钱 眼前这几个混混 怪笑着走向自己 眼神中的阴狠之色 愈发浓郁 还要卸火的沙包 划 围手的绿毛混混 一个铁棍 就朝陈平的身上砸落 碰 陈平的声音 回荡在小巷 铁棍重重砸落在 陈平的肩膀上 可是让混混意外的是 陈平遭到铁棍重击 肩膀一沉 并没有倒下 也没有发出 撕心裂肺的叫喊 嗯 混混愣了一下 嘶 还是有些疼的 陈平一手抓着 铁棍的一端 缓缓站起身 他感受到了疼痛 就算肉身已经觉醒 身体素质越生一个层面 铁棍重重打在身上 还是让他感受到了痛苦 怎么回事 快上 另外一边 有人拿着朝陈平挥拳 陈平动作更快 反手一掌 将对方的拳头抓住 本能对着那人 就是一脚 噗 哇 那个人一声惨叫 竟是被踹得飞了起来 身子撞到墙壁上 这才坠落地面 陈平愣住 没想到这一脚力量 如此之强 你 你练过 尾手的绿毛 混混瞪大了眼睛 陈平对着尾手的混混 露出一个淡淡的笑 你们在找泄火的沙包 那真是太巧了呀 我正好也去沙包 咔咔咔 陈平正在用力 铁棍在他手中 竟是缓缓捏的凹陷下去 绿毛混混想要拉扯铁棍 结果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铁棍中传来 反而是他整个人 被陈平拉扯到了眼前 你 噗啊 绿毛混混被陈平的 无情直拳击中脸庞 整个脸都被打歪了 还有血液和牙齿 一起从嘴里飞了出来 整个人也在下一刻 狼狈地滚落地面 陈平看见这一幕 自己都有些惊讶了起来 他发现前这些凶狠的人 在他的面前 都变得非常脆弱了起来 仿佛微微一用力 就能够将他们打碎 该死 他居然也是炼家子 居然敢打我们的老大 一起上 剩下的混混健壮神色大惊 纷纷抄家火巢 陈平攻去 这个时候 铁棍的轨迹 拳头落下的速度 还有匕首泛起的寒光 一个个混混进攻的动作 在陈平的视野中都清晰可见 进入战斗状态后的陈平 感知力获得极大的提升 他以极为灵活的身体 进行本能的腾挪 躲避攻击的同时 拳头毫不犹豫地 犹如炮弹般一次次击出 砰砰砰 他的拳头砸落在混混的身体 拳拳倒肉 力道远超这些混混想象 一个个混混的身体凹陷 犹如被卡车撞了一样 身子直接飞了起来 然后翻倒在地 抱着被锤的部位 疼得嗷嗷大叫 这是老实八交的陈平 人生第一次打架 结果没几下子 这一群混混 就失去了战斗力 狭窄的小巷 昏暗的灯光 以及一声声的惨叫哀嚎 陈平的呼吸 莫名地变得有些急促 感觉浑身都在发热 看着那一个个 被他干翻的混混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总觉得有点爽 陈平将为首的绿毛老大 提了起来 一百多斤的绿毛混混 就像小鸡一样 被他单手提起 我真不想打架的 干嘛要逼我 陈平看着眼前的混混 我错了 请饶了我吧 绿毛混混此刻面露惊恐 颤抖着声音开口 他发现 眼前这个身形单薄的高中生 根本不像外表看的那样弱不禁风 体内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饶了你 好啊 不过 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陈平听到这话 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某笑容 在昏暗的结光下 少年的这个笑容 多少变得有些甚人 绿毛混混本能地感觉到了害怕 惊恐道 你 你想要问什么 谁派你们来的 陈平问道 没有谁指使 我 我只是想单纯打个结 绿毛混混艰难道 哦 打个结 我都想把钱给你们了 你们居然还是想要揍我 陈平的双眼变得伶俐起来 你们管这叫打结 我是结吗 伶俐的眼神 让绿毛混混表情一致 陈平的脑子里 更是传来一个个神明激动的声音 说谎 他绝对在说谎 用我的搜魂术吧 保准将他脑子里的所有秘密都掏出来 陈平文言摇头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碰 拳头重重击在绿毛混混的肚子上 绿毛感觉到肚子一阵翻江倒海 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一抽 啊 惨叫在小巷子里回荡 说不说 谁派你来的 陈平继续问道 我我真的不知道啊 碰 陈平又是一拳 绿毛被重击的双眼突起 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说 谁派你们来的 陈平提着绿毛的身子 拳头握紧 再度问道 我说 我这就说绿毛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流出来 感觉这样被揍下去 他就要活活被揍死了 我 我只知道 有个人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把你拦下 然后恶狠狠地揍一顿 揍得半死就行 他们只留下钱 和一张你的照片就离开了 到底是谁指使我们的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张照片呢 绿毛颤巍巍地 将口袋里的一张照片拿出来 陈平定眼一看 发现是一张他背着书包上学的街拍 显然是有人盯上他了 就在这时 他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悸动 他毫不犹豫地丢下绿毛转身 就看见一道阴影 猛地朝自己袭来 那是一记鞭腿 陈平本能地用手搁挡 啪 仿佛鞭炮般地响声炸开 陈平感觉到 自己的手臂仿佛被钢铁击中了一样 整个身子都被带动连退束部 差点被一脚踢翻在地 手臂一阵酥麻之后 随之而来就是剧烈的酸痛 哦 居然挡下了 昏暗的灯光下 陈平看清了那道身影 来者是一个极为健壮的男人 穿着黑色T恤 差不多一米九的高度 并且浑身都是肌肉 梳着平头 眼神中充满着灵力与凶暴 最为特别的是 他的手中 居然还拿着一个摄像机 镜头正对准着陈平 我还想着好好地拍下 你被暴躁的惨样 好发给我们的蒋少欣赏吗 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还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居然是一个金刚系的觉醒者 蒋少 你们是蒋文强派来的 陈平活动着酸痛的胳膊 沉声开口道 他被盗破了觉醒者的身份 并不感到意外 哼哼 既然你是觉醒者 那我也不瞒你了 平头男笑了起来 是 我是天兵集团的觉醒者 你说你惹谁不好 偏偏要惹我们的蒋少 他小心翼翼地将摄像机 手骨 琵琶作响 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 我可以给蒋少一个大礼了 觉醒者之中的争斗 可是生死误论的呢 这一刻 陈平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势 正包裹着全身 那是一种被极为可怕的 野兽钉上的感觉 浑身毛发都情不自禁地竖起 那股气势强大又冰冷 并且让他的身体 本能地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威胁 这是 杀气 陈平当即反应了过来 他想起了大觉醒时代的法则 在弱小的国度 凡人就是觉醒者们的鱼肉 任人宰割 过着如牲畜般的日子 但是 在下国 这个国度极力维护着每一个民众的权益 若是发现有觉醒者 仗着觉醒力量去欺压和辱杀普通民众 就会受到觉醒者管理局最为严厉的惩罚 可是 拥有强大力量的觉醒者之间的争斗 原因往往都极其复杂 难以用常规律法去处理 所以觉醒者之间的战斗 下国对其管理反而极其薄弱 特别是同级别觉醒者之间的厮杀 一般只能由各大觉醒势力间互相制约 互相平衡 这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同级别觉醒者间的私斗 生死勿论 你想要杀我 陈平冷静着问道 是 平头壮汉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我也是一名地级觉醒者 跟另外一个地级觉醒者出现争斗 然后将其打死 这很合理吧 说完 他便双拳摆出架势 双腿微微拱起 这一刹那 陈平那种感觉 被野兽盯上的感觉更加浓郁了 昏暗的灯光下 前方那具高大的身影 突然快速移动起来 犹如一头猎豹 破 一技又凶又快的直拳 直奔陈平的面门 陈平本能的腾挪身子躲避 可是平头壮汉的左脚已经抬起 对着陈平 就是一技猛烈的膝撞 直拳只是幌子 真正的杀招 是那一技膝撞 陈平快速的后撤 以双掌接下一击 本来想着顺势将对方的膝盖拉扯 让其重心失衡 结果膝盖蕴含的强大的冲击力 竟是撞得 他双掌发麻 这个时候 平头壮汉的眼瞳 闪过一抹红光 快速收腿 身子旋转的瞬间 另外一条手臂弯曲 一手肘猛地击向陈平的胸膛 陈平根本来不及反应 碰 沉闷的碰撞 陈平感觉自己的胸骨 仿佛都要被击碎一般 整个人都被一击撞飞 撞在后方的墙上 体内一阵翻江倒海 这时候平头壮汉已经再度攻来 一记重拳朝着陈平的脑袋 如炮弹般击出 陈平或许是感受到了生死 潜力被爆发出来 千军一发之际再度躲开了重拳 随着强体的证明 拳头打中强体 居然将强体都打出了裂纹 陈平心头震撼 要是普通人挨了这么一拳 肯定会死的吧 他的血性也在这一刻被激起 眼神中满是疯狂 趁着平头壮汉一拳落空的瞬间 身形顺势往前冲刺 手刀猛地击中平头壮汉的脖梗 明明这一记手刀蕴含着极强的力道 明明打的是防御最薄弱的部位 可是陈平却感觉 这一瞬间仿佛击中了一块铁皮 咔 壮汉防御薄弱的部位受了重击 连退束部本能地捂着自己的脖梗 陈平顺势从地面抄起一根铁管 猛地朝平头壮汉的脑袋披落 平头壮汉反应极快 快速以手臂格挡 碰 随着金属般的碰撞声响起 对方的手臂极其坚硬 就连铁管居然都被砸得弯曲了起来 陈平心头一凉 通体都如铁块一般 那壮汉也是金刚系的觉醒者 而且是练成了铁块之躯的地级觉醒者 觉醒掌控程度 至少已经达到了地级中期级以上 哈 平头壮汉怪叫一声 双臂从防守变为进攻 一拳接着一拳猛攻而来 空气都出现了一阵阵的爆裂之音 陈平在这一刻有种近乎窒息的感觉 他甚至都找不到机会去还手 只能艰难地格挡和躲避着 凭借着超强的身体素质硬抗着 浑身都开始剧痛 心中的情绪也如海啸般翻涌 这就是地级觉醒者 地级觉醒者居然如此之强 陈平借用神明的力量习惯了 感觉就算是A级觉醒者也觉得不过二 可是这个时候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斗 才发现地级觉醒者恐怖如斯 对面挂了电话 陈平自觉无趣 走回了家 夜幕降临 汤晨二平小区 一个热闹的房间内 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陈平看着桌子上堆积成山的几十只烧鸡 神色平静地开口 为什么我的嘴里能够喷出光波 房间很热闹 因为他正在跟脑子里的神明对话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人被逼到了一定的极限 总是能够做到一些异于常人的事情 爆发出一些特别的潜力 哼 我可没见哪个金刚戏被逼急了 嘴里会喷出能量炮 陈平冷笑着回怼 哥哥好厉害 真不会是哥哥呢 都不用我们的帮助 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击退强敌了 少转移话题 你们是不想说是吗 陈平没有给这些神转移话题的机会 不是我们不想说 而是我们也不知道啊 对啊 这属于很特殊的现象 你不要再意就好 不错不错 世事无常 总有特殊 众神在这件事情上都很有默契 一个个表示不知道 陈平知道 无法从他们口中套出些什么 只能自己去摸索 他在网上找视频 学视频中的金刚细绝行者 打了一套拳 感觉到浑身发热 那股特殊的热流 再度被他捕捉到 自从他有意的去感知和引导 体内这股神奇的热流 就时常能被他感知到了 并且运动越剧烈 碰撞越强烈 机体越亢奋 这股热流就越强烈 他体内的这股力量 似乎跟战斗时候的状态有关 难道这是我特有的暴体说 陈平一边摸索 一边吃着烤鸡 喃喃自语道 他搞不懂 网上搜了一下 也搜不到类似的例子 众所周知 金刚系的觉醒者 都粗鄙得很 只懂得拳打脚踢 虽然B级的金刚系觉醒者 拥有静气外放的技巧 但也得是B级才行 而且静气外放老帅了 也不会像他那样张嘴放波 一只只的烤鸡 被吃进肚子里 陈平感觉到 肌肉化作 一股股暖流涌变全身 被打得清黑的皮肤 破损的内脏 全身各处的伤势 都在不停被修补和滋养着 金刚系应该也没有吃东西 就帮助身体恢复伤势的特质 陈平更加困惑了 他本来还想着去医院一趟 买点药 好好处理全身的伤 现在看来医院也免了 多吃几只烤鸡就能补回来 没多久 陈平就吃掉了50只烤鸡 饱腹感终于来了 这代表他一餐的摄取量 差不多达标 身体达到了某种极限 50只烤鸡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他的伤势都因此好了大半 而且浑身气血充足 感觉就连肉身 都变强了一些的感觉 陈平并没有满足 他知道今日的凶险 他还是太弱了 一个地级觉醒者就可以吊打他 这让他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点点的进步 根本无法让他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他需要变强 是的 他现在需要快速变强 陈平将一个黑色带子拿到面前 打开 一根根手指大小的星圆石 正堆放在黑色带子内部 泛着淡淡的紫光 他们表面晶莹剔透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枚枚造型固定的紫水晶 陈平将一枚星圆石拿在手中认真端向 认真看可以看见通透的星圆石内部 除了淡淡的紫色之外 还有一粒粒的白色光点 就好像紫色夜空中的繁星 或许是因为这个外形 眼前这没能量时 才会被世人称为星圆石吧 对于初级觉醒者来说 15枚星圆石应该算是一份不错的资产了 看见一些觉醒势力的招聘广告 第级觉醒者一年的工资 也才几十枚星圆石 陈平又在网上搜了觉醒者 该如何吞噬星圆石内部能量的教程 认真学习了一番 便迫不及待地按照上面所说的心法 认真地调转体内的力量 让体内的力量 跟手中心圆石内部的能量 形成气和共鸣 他盘坐在地面 一手捏出固有的手印按在地面 一手将星圆石举过头顶 星圆石 人体 大地 三位形成一条线路 形成一个高低视差 能量共鸣催动到极致 然后就像引导两极电流般 引导星圆石内部的力量流入体内 陈平认真按照要求做的时候 手中星圆石开始发出更加耀眼的紫光 紧接着 他就感受到了一股无比精纯的暖流 从手中流入他的身体 哦 真的可以 陈平兴奋地激动高喊 就像化学课学生们通过化学知识 成功地做出某种神奇的化学现象 一样兴奋 他开始认真吸收星圆石的能量 星圆石的能量 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体内 精纯无比的能量化作暖流 跟他体内觉醒的力量契合 开始增长他的血气 硬化他的骨骼 强化他的血肉和皮肤 陈平感觉到了实实在在地加强 都说决心者吞噬星圆石能够变强 但没想到 效果居然如此明显 完全不是吃汉堡 吃烤鸡所能媲美的 咔嚓 噗 星圆石突然化作了粉尘消散 一枚星圆石被他掏空了 陈平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 他还保持着吞噬星圆石的姿势 突然间想起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为了确认这件事 他又拿出一枚星圆石进行吞噬 精纯的能量不停流入体内 他浑身上下各个组织都十分兴奋 仿佛人体黑洞一般 对着能量就是一阵金吞海溪 将星圆石内部的能量一口气吃干抹净 居然是真的 我居然将星圆石中的能量都给吞完了 陈平一脸震惊地感知着体内的能量变化 这种将整个星圆石都吃干抹净的情况 绝对不是正常的情况 星圆石诞生于天 最后也要归于大地 人体作为吞噬星圆石的中间商 只能够拿取其中一部分 这也是为何陈平要将星圆石举过头顶 另外一个手还要结印放在大地的原因 星圆石内部的能量 最后还是要回馈给大地的 作为一个正常的觉醒者 没有方法 也没有本事 将星圆石中的所有能量都吞入自己的身体内部 普通觉醒者一般只能吸收星圆石50%的能量 资质极好的觉醒者 吞噬幅度能够达到60%到80% 吞噬程度达到90%的 更是金氏骇俗 可以上国际大新闻那种 可我是什么情况 陈平看着自己的身体 眼睛缓缓瞪大 百分之百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陈平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更不觉得自己能够吞噬百分之百星圆石能量 是资质极好的缘故 毕竟资质逆天的人 一觉醒就是C级 乃至是B级觉醒者了 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哪里觉醒者能够百分之百吞噬星圆石的 他的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 你们是不是偷偷吃了我星圆石的能量了 陈平愤怒地敲了敲脑袋 啊 陈平老弟 我吃你星圆石能量干嘛啊 对啊 我们又不需要这个 哥哥 你不知道吗 星圆石中的能量不能百分百转化的呢 会有一部分被大地吸收 星圆石能量少了 那是被大地给偷吃了呀 平平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众神明有的解释 有的不明所以 陈平心里有些纳闷 难道真不是脑子里神明的原因 是他身体的原因 他的确也能感受得到 星圆石的能量 真真切切地都被他的身体吸收利用了 可是 为何能吸得那么干净啊 留点给大地母亲不行吗 这样搞得我很慌啊 我会不会惹怒了大地母亲 被添到反噬啊 陈平没有想到 自己吸一个星圆石 都能又多一个未解之谜 不过他除了有点慌之外 倒也没感觉到任何的不爽 毕竟 普通觉醒者 只能吸收星圆石一半的能量 他却能吸收所有星圆石的能量 这可是双倍的快乐 手里的15枚星圆石 不就是相当于其他觉醒者的30枚星圆石 这一波啊 这一波他转翻了 我转了一枚星圆石 我又转了一枚星圆石 嘿嘿嘿 爽 陈平每吸收一枚星圆石 都感觉自己吸收了两枚星圆石 换句话说 就等于他多转了一枚星圆石 这样的愉悦感 让他吸收星圆石的时候 更加积极主动 毕竟 只有吞进自己肚子里的星圆石 才是好的星圆石 没有吞进肚子里的星圆石 充其量只是个数字 就像那位容建康手里的星圆石一样 对那人而言屁用都没有 反而是干掉他的人的快递盒 很快 在十五枚星圆石就被陈平吞噬殆尽 陈平感觉到体内气血澎湃 皮肉紧实 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施展全力一拳击出 甚至出现了破风之音 好强大的效果 我的觉醒力量 硬生生提升了一大截 距离迈入炼铁镜中期 应该也不远了 陈平面露惊喜地感受着体内力量的改变 金刚系能力者 是最注重身体素质提升的觉醒者 吞噬了一番星圆石后 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 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 只想好好打一套拳发现 说干就干 陈平花整整一万块钱 上网买了一套 A级金刚系大老胶的 虎豹拳教学视频 在家里兴致勃勃地练了起来 付费的知识 才是有料的知识 陈平很舍得在上面花血本 因为他清楚 此前一战中 他落后的不仅是肉身强度 战斗技法也一塌糊涂 甚至可以这么说 要不是容剑康轻敌了 陈平连摸到 对方的机会都没有 就会被活活打死 虎豹拳 讲究的是行 体 意 三个方面 攻击如虎 训捷如报 电脑上 一个浓眉大眼 浑身金灿灿的大佬 在武馆上对着镜头 摆出架势 来来来 大家先跟我摆出架势 那位大佬摆出猛虎架势 浑身金色肌肉鼓起 一声怒吼 更是爆发可怕的金色音波 威势极度害人 当真犹如猛虎一般 陈平看得兴奋 跟着摆出架势 嗷呜了一声 哈哈 笑不活了 你这是小猫拳吧 话说你是认真的吗 居然学这种 如此粗鄙的拳法 小平 你毕竟是被我们 看中的凡人 怎么能够如此 做见自己 脑子里的神明 都哈哈大笑起来 陈平脸一黑 没好气到 那你们倒是教我了 不能教我 就别避避 你把身体给我 我教你一套 至高神明拳法 老子的无上神体 可傲视众神 陈平老哥 我才是你这个 金刚体系中的终极 接受我的一切吧 我会让你掌握无尽的力量 到了那时 什么拳法的算个屁 简单的一个直拳 就能打爆一切敌 老是打打杀杀的 有什么意思 弟弟 听解一句劝 金刚系没有前途 冲得快 死得快 真正的大佬 都是身居幕后的 姐姐的咒法 可以让你合纵连横 玩弄天下与鼓掌之间 神明的各种诱惑之音 开始出现 陈平心想果然如此 这些神明啥都不会 只会缠他的身体 他不理会脑子里传来的噪音 认真地跟着士平的教学 一朝一世学习着 嘿 哈 哦 陈平一拳又一拳 虎虎声风 时而发出几声怪叫 那是虎抱拳中的事 利用声音和动作 为自己的攻击造势 可没多久 门外就传来愤怒的拍打声 陈平把门打开 看见一个中年大妈 指着陈平的鼻子 劈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骂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大晚上的鬼哭狼嚎 烦不烦啊 中年夫人一边骂 一边看向房子里面 然后 他看见了房子上 军裂的墙壁 看见了堆积成山的骨头 看见了沾染鲜血的校服 一个浑身是汗 脸上残留着 莫名凶逸的高中生 正默默地看着自己 阿姨 对不起 我 啊 对不起 阿姨突然惊叫着回了一句 小伙子 你忙你的 我什么都没看到 哈哈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中年女子脸色发白 强颜欢笑的她 嘴唇都在哆嗦 一边解释 一边往后跑 快速地按着电梯 发现太慢 一边道歉 一边打开安全通道的门 快速消失在陈平的视野中 阿姨 陈平愣住了 随后看了看自己 不就是汗水多了点吗 有那么吓人吗 陈平摇了摇头 关上房门 再次开始练拳 不过她开始注意 影响了 没有再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可就算如此 她的房间 还是再度传来了敲门声 明明都不叫了 还是会影响隔壁 这房子隔音这么差的吗 陈平打开房门 看见的却不是中年妇女 而是两位穿着黑色制服的人 男的沉温冷冽 身形高大 自身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女的容貌极佳 一头柔顺的绿色长发 包臀裙下 是穿着黑色丝袜的大长腿 你好 你是陈平吗 女子笑容清和 开口问道 啊 我是 陈平惊讶地看着面前两人 我们是南腾市 觉醒者管理局的人 两人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男的叫左乌雄 女的叫孔灵 是觉醒者管理局的一级调查员 陈平心头有些惊讶 觉醒者管理局的调查人员 是分级别的 分为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的等级是一级 一般是有关南腾市的 极其重要的觉醒者事件 才会出动他们 没想到 他们会来这里 我们想要一件有关 觉醒者争斗的事件 初步判定 你跟这次事件有重大关系 请你配合 我们这次调查可以吗 可以的 请进 陈平招呼着他们进来 房间有些乱 请你们不要介意 陈平有些尴尬地开口道 孔灵走入房间 他看见那件染血的衣服 表情还是很淡定的 似乎早有所料 看见墙壁上的裂痕 他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当看见那一地 堆积成山的骨头的时候 他的脸终于绷不住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左勿熊坐在沙发上 看了一遍房间的环境 用浑厚的声音 开门见山道 在青山路的小巷子里 发现了地级觉醒者 容健康的尸体 是我干的 陈平点头道 看见如此坦率承认 所作所为的陈平 两人都是一证 陈平平静地开口 一切的起因 都得从那一场表白说起 陈平侃侃而谈 从自己的女朋友被表白 自己挺身而出 让蒋文强表白失败 随后对方怀恨在心 招来小混混 想要打残自己 再到自己的觉醒者身份暴露 暗处的觉醒者出现 想要干掉自己 没想到被他反杀 所有事情的经过 他都一五一十地 跟眼前这两位一级调查员说了 整个过程都说得十分清楚 逻辑清晰 有理有据 配合的两位调查员 都感觉到意外 陈平其实早就准备好这番话了 是的 他其实也在等 觉醒者管理局的人过来 而且生怕他们不过来 都说有困难找警察 天兵集团欺负他了 他肯定不会傻乎乎的 自己一个人去硬扛天兵集团 有事自己扛 那还要警察干什么 将这种无比恶劣的事情 上报给觉醒者管理局 才是最好的办法 觉醒者管理局 也是有高手的 要是天兵集团仗着权势 肆意欺压无辜三好学生 那就让觉醒者管理局 跟他们好好说道说道吧 哼 又是天兵集团 这群流氓 欺人太甚 连个学生 都吓得去手 左乌雄似乎早就对天兵集团不满 此刻发出一声寒怒的冷哼 你说的这些 可有什么依据 孔林审视着陈平的神态 开口问道 当然有 陈平笑盈盈地 拿出了一个摄像机 这是容健康的摄像机 上面有他们拍的视频 从他开始跟我动手前 说的话 做的事都记录在上面 陈平将摄像机 交到了调查员的手里 才是陈平最想要做的事情 两位调查员 打开摄像机里面的视频观看起来 越看脸色就越是低沉 他们看见了容健康 扬言要将陈平打死 将他的惨样 发送给蒋文强的话语 看见了容健康仗着拳头大 对刚刚觉醒的 无辜高中生暴躁的场景 虽然画面到关键时刻戛然而止 陈平如何反杀不知道 但对于天兵集团的恶劣行径 的确已经有了实锤 孔林看见摄像机内 还有其他视频 也好奇点进去看了 这下两个调查员的脸 都快要滴出水了 脸上的愤怒几乎控制不住 数十个视频 全都是天兵集团内部人员 犯下的种种罪行 不过他们 也真不愧是专业的 很快就恢复了原有的表情 孔林拿着摄像机 笑道 我们要拿这件物品作为物证 你不会介意吧 陈平摇头 不介意 还有一点 你是怎么反杀容健康的 介意透露一下吗 孔林又问 陈平点头 介意 孔林表情微微一致 但脸上笑容仍在 嗯 知道了 觉醒者有自己的小秘密很正常 那还有最后一件事 他拿出了一个圆圆的黑色球体 放在陈平面前 与其中有几分不易察觉的紧张 小声道 嗯 按照惯例 我们需要对你的觉醒能力 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没问题吧 陈平求之不得 当然可以 他早就想知道自己有多牛逼了 陈平迫不及待地 将手放在黑色球体上 黑色球体当即亮起了淡淡的金光 上面还出现了一个数字 第级觉行者初七 金刚系 觉醒能力强度 只有五 孔灵看着上面的数据 随后有些意外地看向陈平 普通人的觉醒能力 强度是零 一般的地级觉醒者初七 能力强度是三到四这样 觉醒能力强度是五的觉醒者 在初七中算不错 但连中期水准都不是 他是怎么打赢地级觉醒者中期巅峰 又有丰富格斗经验的容健康的 不仅是孔灵感到意外 就连左乌雄 都一脸意外地看着陈平 不是觉得陈平强 而是陈平出乎他们预料的弱 是有什么问题吗 陈平看见两人的表情 好奇道 没有问题 孔灵回过神 笑了笑 检测结果出来了 你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地级觉醒者 陈平文言有些不甘心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那种 跟普通觉醒者不一样的地方 啊 孔灵被这么一问 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那双温润清亮的眼眸 试探性地看了看陈平 斟酌道 你是一位比普通地级初阶觉醒者 要稍微强大一些的地级初阶觉醒者 陈平眼眸微微一亮 也就是说 我不普通 资质不错 孔灵本想说这是觉醒者正常波动范围 但看见少年那期待的目光 他与其中带上几分肯定的点头 嗯 资质挺好的 陈平松了一口气 脸上浮现满足的笑 舒服了 对了 你们会对天兵集团做什么样的处罚呢 陈平开口问道 坦诚来说 如果只是你与容健康之间的厮杀 那么这件事只能是不了了之 不过 孔灵拿起了摄像机 笑容中带着几分深意 有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们会让天兵集团付出代价的 两位调查员都站起身 多谢陈平同学的配合 调查就先到这里吧 孔灵伸手跟陈平握了我 陈平发现 女子的手很纤长有力 完全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般清和温柔 孔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放在陈平的桌子上 开口道 陈平 若是天兵集团还想要对你不利 就拨打这个号码 我们会立即赶来 好的 好的 陈平有些受宠若惊地将名片拿下 这可是觉醒者管理局 一级调查员的私人联系方式 孔灵和左乌雄起身跟陈平道别 他们走出家门 走出小区的范围 孔灵脸上那清和的笑容 这才渐渐消失 他很配合我们呢 孔灵轻声道 左乌雄转头看向孔灵 认真道 你看出什么没有 孔灵摇摇头 我的真实只眼一直开着 他没有说谎 从各种迹象而言 左乌雄沉印道 我还是不太理解 若是一个刚刚觉醒的地级觉醒者 怎么就能打赢容建康 同一个大境界 越一个小阶段反杀的情况 并不稀奇 孔灵摇头道 就算容建康的头部有诡异的烧焦 也属于普通的异常情况 根本无法证明 他就是我们南腾市的七神 难道说 向之秋大队长真的猜错了 左乌雄皱眉 是的 他们怀疑陈平就是南腾市的七神 或者说 跟七神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也是为何一个小小的觉醒者 私斗事件会引来两位一级调查员 调查容建康的原因是假 调查陈平的身份 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再说了 我们南腾市的七神 又怎么可能被一个地级觉醒者 欺负到这种地步 以他的手段 肯定有上万种办法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弄死一个地级觉醒者吧 哪里还会让我们这些人 摸到关于他的线索 孔灵摇头道 不得不说 这个理由让左乌雄无法反驳 一个如天上神龙般的人物 怎么可能做事如此多漏洞 陈平说不准 只是一个古怪一点的小孩吧 这件事 我们多想也无意 此行我们不是 还有大收获吗 孔灵握着手中的摄像机 浅浅一笑道 左乌雄看着摄像机 脸色微沉 点头道 是啊 天兵集团 是时候在他们身上 扯下一块大肉了 要好好地整治他们一番 让他们知道 南腾市不是他们为所欲为的地方 陈平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觉醒者管理局的调查员 都跟他密切联系 想来天兵集团的人 再如何嚣张 应该也不会在这个风头顶风作案 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要变强 想到这里 陈平又默默打开了教学视频 跟着一招一式学习起来 炼铁镜的变强方式有好几种 学习斗战技法 锤炼肉身 不停参加实战 吞噬星元石 以及浸泡各种阳鼠能量液 以陈平目前这个条件 只能学习虎抱拳 谁啊 谁啊 陈平不停挥拳 时而如抱子攻身 时而如猛虎出拳 不得不说 这虎抱拳 还是很强的 拳法精妙 行神兼备 各种招式路数都能应用于实战 薄杀效果很好 让他获益匪浅 咚咚咚 陈平的房门再度敲了起来 嗯 怎么回事 怎么又有人敲门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吧 陈平愣住了 没想到今晚那么热闹 第一次是大妈来敲门 第二次是调查员来敲门 第三次会是谁 陈平打开门 看见了穿着金袍的小哥 正吃力地搬着一个金色大箱子 先生您好 我是超风速运的小哥 这是你的黄金包裹 请您查收一下 那个小哥将黄金大箱子 搬运到了陈平的面前 那大箱子居然足足有半人高 大的让陈平都给吓了一跳 陈平看见了姐姐亲手勾勒的符文 正在黄金包裹上闪闪发光 毫无疑问 这是姐姐给他的觉醒大礼包 现在已经送到了 居然是超风速运 而且还是黄金级包裹 陈平有些震惊 超风速运是觉醒者大佬开创的 专门为觉醒者服务的快递公司 号称只有想象不到的地点 没有他们送不到的货 送货等级也分为白银 黄金 钻石 星耀 王者 五个等级 每一个顶级的快递都有不同的服务 价格也天差地别 大部分觉醒者只敢买白银级快递 真没想到 他一个小小的地级觉醒者 居然有黄金级快递的待遇 谢谢 谢谢 没有问题了 陈平有些受宠若惊的接过箱子 好 那我走了 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快递小哥恶呵呵的点头 脚步生风 快步离去 陈平惊讶的发现 快递小哥的脚下真的出现一阵阵风 那个小哥居然也是觉醒者 而且是风属性觉醒者 根本不用走电梯 咻的一声就消失在了楼梯口 真是风一般的男子啊 也只有这样的男人 才能当超风速运的快递员嘛 陈平摇摇头 回过神的他 将黄金箱子搬到客厅中央 这个箱子还挺沉的 至少一两百斤的重量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重 陈平有些好奇 他姐会送他什么 觉醒大礼包啊 锁上箱子的是 姐姐设立的符文 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将其打开 陈平就是那个人 他很轻易的 就将箱子的符纹抹去 然后将金色箱子缓缓打开 再打开的一瞬间 一股浓郁无比的能量扑面而来 紧接着 陈平仿佛看见了一大片的星光 那是无数星原石汇聚起来 产生的某种异响 整个房间都被一层紫色的光渲染 这 陈平瞳孔剧烈收缩 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星原石 足足数百枚星原石 陈平还是第一次 看见那么多的星原石 差点被星原石亮瞎了眼 密密麻麻的星原石 给了陈平极大的震撼 他一个个星原石认真地轻点着 手都有些颤抖 最后得出了一个数 五百枚 要知道 普通地级觉醒者一般的工资 一年也就几十个星原石 几百枚星原石 那就是地级觉醒者 努力打工十年的工资了 想到这里 陈平的眼眶都变得湿润了起来 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 在胸膛内激荡着 那是一种幸福 又有几分为难的感觉 姐姐对他实在太好了 一觉醒 就送了这么一份重礼 而且 这还不是所有 陈平拿完星原石后 还发现了一对暗金色的拳套 拳套精炼又极具流线型 通体充满着金属质感 拳背有着雄形纹落 细腻的符纹烙印在拳套的每一个地方 而且还散发着一阵阵灵能波动 陈平看见拳套旁边的牌子 呼吸再度变得急促 灵气 居然是灵气 陈平的表情 开始变得亢奋 灵气是觉醒者们最喜欢用的武器 但是因为其价格昂贵 不少低阶的觉醒者 都无法拥有灵气 毕竟一件灵气 至少也要好几百星原石 熊霸全套 二星灵气 以五星易受荒原雄王的精血 与本源骨骼 融合上品悬钢锻造而成 整体坚硬无比 威猛霸裂 可大幅度增加使用者的破坏力 灵气按照品阶 可以从一星到九星级别 二星灵气 虽然只是灵气中的比较弱的武器 但每一件灵气所耗费的材料和人力 都难以想象 那是超越了凡俗概念的武器 可以跟觉醒者的力量相契合 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所以价格极其昂贵 二星灵气 岂不价都要上千星原石 陈平握着熊霸全套 整个星都在颤抖 不久前 他得到十几个星原石 就高兴得跟个傻子一样 可现在 仅仅眼前这两样东西 就已经价值将近两千星原石了呀 他还看见了拳套旁边的小纸条 皮皮 你刚刚觉醒 不适合用太高级的灵气 我思来想去 找了上百件灵气 觉得还是这件拳套最适合你了 然后就先给这件小东西 当你的觉醒礼物了 当然 要是你还想要其他灵气 随时可以跟姐提哦 陈平看着纸条 久久不能言语 半晌 才抬头望天 南南道 世上只有姐姐好啊 陈平对于他姐陈星桥的感情很复杂 他既不想当一个 只会依靠姐姐的废物 可是当姐姐给那么多东西他的时候 他又会感动到无以复加 整个人生都充满了幸福感 明明不是亲生的 但是却对他比亲生的还要好 陈平怎能不感动 是的 他姐姐就是觉醒界的明珠 不仅长得美若天仙 修行资质更是傲觉当代 他又怎么会有一个如此平凡普通的弟弟 答案是 这个弟弟跟他不是亲的 陈平只不过是个孤儿义 只不过陈平被现在的养父养母收养 这才拥有了幸福的家庭 但这种幸福没能持续多久 他的妈妈就被神秘的大家族带走 爸爸更是被不知名的势力追杀跑路 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中 也是那时 陈兴桥很坚强地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任 努力修炼 努力地赚钱 努力成长 成为了陈平的依靠 陈平想到这里 默默握紧了拳头 他也一定要好好努力 争取早日也能帮上姐姐的忙 陈平将熊把拳套穿戴起来 顿时感觉到整个武器跟他的身体有了力量上的共鸣 拳套表面的一个个符纹随之亮了起来 还隐隐勾勒出了一头巨熊的模样 他尝试着轰了几拳 竟是在空气中都打出了一阵阵的声浪 好强 感觉整体力量都提升了一个层次 这就是灵气的强大吗 陈平瞪大了眼睛 有些激动地感受着实力的变化 他又将目光转向黄金箱子 除了五百星元石 以及一件价值一千多星元石的灵气之外 居然还有一本书 陈平好奇将书拿起来 书籍有些泛黄 还看见了几个醒目的大字 九阳真诀 这是什么 是某种神功吗 不知道为什么 陈平突然想到了传说中的九阳神功 有些想笑 他带着好奇的心 翻开了九阳真诀 打开书籍的瞬间 居然有宏大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 九阳真诀 极功法 战法 与一体的修行真诀 乃上古炼气势九阳真人所创 分为气火片 玄阳片 真阳奥义片 此本为气火片 昆仑学宫将其定义为 玄疾中皆功法 陈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呼吸再度变得急促起来 玄疾中皆的功法 据说整个觉醒界的战法和功法 都是按照天地玄黄四个等级划分的 黄疾是最为普遍的功法 但也都是各大觉醒势力 逆而不宣的功法 想要学习 都得加入某方势力 并且签订某种保密协议才能获得 至于玄疾功法 已经是大型觉醒势力 才能拥有的功法了 获得的条件更是严苛无比 更是不可能随便传给其他人 九阳真觉 仅仅是入门的篇章 就达到了玄疾中间的等级 他得多牛逼啊 话说他姐是从哪里搞来的这种功法啊 就这么送给他练 真的没问题吗 陈平脑子里嗡嗡作响 再一次感受到了姐姐浓烈的爱 他颤抖地继续翻开 九阳真觉 战斗技法 修炼心法 开始出现在眼前 他阅读着上面的字 脑子里竟不自觉地出现了一阵阵幻想 在幻想中 似乎有一位强壮的仙人 正站在他的面前在打拳 这种感觉 就像是在看全息投影的视频直播一样 但本质又完全不同 因为那种功法的真意 正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烙印在他的脑子里 这是一种极为独特的阅读体验 完全不用脑补 就好似自己能够亲身经历一般 能够感受仙人交给他的一切 这就是高级功法所拥有的特殊效果 上面留存了创作者的真意 正是那份真意的独一无二 高级功法秘籍 根本无法临摹复刻 顶多只能由一些修炼过此等功法之人进行山寨 但效果是天差地别的 陈平几乎沉醉于九阳真觉 之中 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体验 他全身心地吸收着功法中的一切 九阳真觉 气火篇 讲究的是气韵全身 攻占如火 只要有充足的气血 只要肉身足够强悍的人 都可以修炼 这恐怕就是 姐姐想要将这步功法 给陈平修炼的原因 陈平如饥四渴地学习着 按照心法去调转体内的气血 一次次地挥拳 一次次地迸发自己的力量 在浑身变得炽热 甚至冒出一股股热气的时候 他隐隐将这门 功法练入门 呼呼呼 实在是太爽了 原来修行能让人如此快乐 陈平大汗淋漓地坐倒在地 剧烈地喘息着 一番认真的修炼 他感觉到浑身气血在快速流转 浑身都在发热 虽然很累 可是却又特别的精神 浑身舒畅无比 并且浑身肌肉都在兴奋地雀跃着 仿佛在大喊着 多练一点 再多练一点 这是他的身体本能 身体本能地渴望着不攻法 这代表着 九阳真觉 真的很合适 他修炼 陈平将目光转向桌子上 他这时候才发现 电脑上正在播放着 虎抱拳的视频 那位A级觉醒者 正一板一眼地讲解着他的招式 陈平面无表情地看着 当那位A级觉醒者 气势汹汹地发出胡吼 陈平还是面无表情地看着 视频中 陈平练练被那位A级觉醒者打倒 周围弟子掌声雷动 陈平面无表情地站起身 将视频关闭 这都是些什么垃圾 他当初为什么要看这个 白瞎了那一万软妹币啊 只有在见识了真正强大的功法之后 才知道 网上视频教的那种战法 到底有多水 怪不得一万软妹币就能买 真是不痛不痒的战斗技巧 这一刻 他跟脑中的七位神 观感难得地保持了一致 陈平无比感动地 打开威严聊天框 对着他姐姐发送消息 姐 你的觉醒大礼包 我已经收到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姐你真好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陈平一句句话打着 心情无比的忐忑 等了一会儿 姐姐没有回答 应该是忙着些什么 陈平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姐姐的偏爱与付出 只能将这一切的情感 都化作前进的动力 继续努力修行 陈平继续修炼 挥汗如雨 一炼就是好几个小时 一直炼到了凌晨两点 这才将九阳真觉 真正炼入了门 他浑身的力量 都因此带上了一股炽热感 入门之后 他的力量明显变大了 并且拳头急剧爆发力 战斗技法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休息之余 他又将目光转向那五百枚星元石 五百枚星元石啊 地级觉醒者 辛苦打工十年的资源 他姐姐一个觉醒大礼包就送过来了 这就是他姐姐在觉醒节的手段吗 而且相对于普通觉醒者的吸收效率而言 陈平这五百星元石 就相当于他们的一千星元石 赚一枚星元石 陈平不停吸收着星元石的能量 利用星元石变强 是有门槛的 寻常人吸收几枚星元石 可能就要休息一段时间 否则身体会撑不住 可陈平的身体就像一个黑洞 不仅能够将星元石蕴含的能量 吞噬得干干净净 而且完全看不到极限 似乎能够无限吞噬一样 就这样 星元石流出一股股无比精纯的能量 形成滋养全身的养分 一次次第锤打和熔炼着身体 不停地让他的身体变强 不停地让他的身体蜕变 数十枚星元石 上百枚星元石 当陈平足足吞噬了 208枚星元石的时候 以便再度出现 他浑身骨骼劈啪作响 体内血肉强度达到了某种极限 彻底冲破了肢骨 陈平情不自禁地 畅快地爆发出一声长笑 突破了 他彻底踏入了炼铁镜中气 陈平感觉自己的肌肉更加灵活 自己的骨骼更加坚硬 一身力量更加地随心而动 可以快速汇聚强大的力量 集中于身体的某个部位 他拿水果刀滑向自己的皮肤 要比较用力才能滑出一个小口 这代表他的皮肤防御 也更加难以攻破了 铁皮的效果初步达成 陈平沉浸在成长的喜悦中 就连脑子里神明们的吐槽 他都给一并忽略了 是的 神明们又在叽叽喳喳 说着一些凡人的努力 不过如此之类的话语 但陈平丝毫不在意 他看了看箱子里残存的星元石 感觉到身体还可以成长 就继续吞噬起来 不知不觉 又是上百枚星元石进入身体 陈平惊喜地发现 他的觉醒力量还在增长 就这样 他继续吸收星元石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实力也随之快速飞涨着 很快 整个箱子里的星元石 都被他吞噬殆尽 他的修为 迈入了炼铁镜中期巅峰 极限大圆满 就只差打破一个稚骨 就能迈入炼铁镜后期 可惜了 蜕变的难度有点大 吃完了所有星元石 居然还是蛻变不了 陈平站起身 感受着体内的气血澎湃 感受着浑身都在跃动 和兴奋的肌肉 知道现在的实力 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 现在的他 就算曾经的荣建康 再度站在他的面前 他不用口炮 就能堂堂正正 将对方的脑僵子 都给打出来 行啊 陈平同学 大早上的 就趴桌子上睡觉 赵梁看着在桌子上 呼呼大睡的同桌 气打不到一出来 拿了个年纪低一 就这么膨胀了 陈平打了一个喝歉 点头道 对啊 对啊 你快点追上我吧 不然我都没动力学习了 赵梁牙齿都想咬碎 看着陈平那嘚瑟的模样 内心猛地涌出一股斗志 好你的陈平 我下次一定要打压 你的嚣张气焰 赵梁翻开书本 认真做题 陈平则继续睡觉 他当然没有膨胀 只不过昨晚他修炼的时候 实在太兴奋了 兴奋到完全没注意时间 一直不小心就通了消 直到看见第二天太阳 这才回过神 自己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 没有办法 陈平只能牺牲上课时间休息 老师正在讲台上讲课 看见上课睡觉的男生 本能地想要砸粉笔头 但是定睛一看 原来是年纪低的陈平啊 那没事了 老师继续眉飞色舞的讲课 下课之后 陈平嗅到了一股芬芳 他抬起头 发现一个容貌轻利的女孩 霸占了同桌的位置 郑孝眼弯弯地看着自己 手里拿着一瓶蜂蜜水 昨晚熬夜了 宋司摇笑道 嗯 陈平点头 揉了揉眼睛 诺 喝一瓶蜂蜜水吧 能够缓解疲劳 宋司摇将蜂蜜水递来 陈平接过蜂蜜水 瓶子上还挂着水珠 有淡淡的冰凉 想来是女孩特意赶去 楼下的小麦不买的 他有些感动 拧开了瓶盖 就是一阵蹲蹲蹲蹲蹲 这种清甜感 这种治愈感 真相初恋 在宋司摇惊讶的目光下 陈平仅仅几秒钟 就将一瓶蜂蜜水干完 其实 也不用喝得这么快的 宋司摇被陈平的喝水 方式吓了一跳 随后脸颊浮现一抹烟红 眼前这个少年 一定是十分在意 他送的这瓶水 这才想要通过大口喝水 表达他对这瓶水的 重视程度吧 没事 习惯了 陈平看着身旁 有着灵动大眼睛的少女 笑道 谢谢啊 感觉好多了 嗯 不用客气的 宋司摇小小的应了一声 我能够为你做的也不多 看见能帮到你一些小忙 也是应该的 毕竟 女孩轻轻歪了歪脑袋 好看得眉毛扬起 浅笑着小声道 照顾好男朋友 不就是女朋友 该做的事情吗 这 陈平被眼前少女的 奄然笑意击中了 照顾好男朋友这句话 从她的暗恋对象 嘴里说出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陈平虽然小手都拉过了 但是女孩子主动提起这件事 就算是假扮男朋友 也觉得很舒服 很受用 叮铃铃 上课铃声响起 课间的时间总是 那么短暂 好了 恢复元气 就好好听课哦 可别自满了呢 宋思瑶吐了吐舌头 骑身离开了桌位 小声嘱咐道 赵良接替了宋思瑶的位置 一脸忧怨地坐下 这个爱情学习双丰收的家伙 实在太可恨了 陈平 我觉得我不该坐在这里 赵良开口道 陈平一脸 认真地看向赵良 兄弟 你说什么呢 你就该坐在这里 赵良看见陈平 那么认真的模样 心情这才好转了几分 你老跟宋思瑶你浓我浓的 都快忘记你兄弟了 怎么可能呢 你在我心目中无可替代 就算宋思瑶找你换位置 我也不同意 陈平一把拦住赵良肩膀 极其认真到 他可不会放过赵良这位散财童子 对他而言 赵良的位置无可替代 赵良倒是被陈平的真诚话语感染到了 一把握住了陈平的肩膀 平哥重情重义 我果然没看错人 就这样 两位同桌的氛围 又变得其乐融融起来 并且还为下一次的模拟考 设立了互相激励的赌注 熬夜修炼并不是什么好习惯 他的身体在过度疲劳中 一直想着要休息 居然又陷入了熟睡中 看见如此懈怠的陈平 赵良看见了超越陈平的希望 更加用功去学习 时光缓缓流逝 老师的话语 学生的朗读 窗外娘的鸣叫 都是属于学生时代的记忆 陈平正睡着香香的叫 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光 不料又被同桌给摇醒了 平哥 醒醒 快醒醒 出大事了 赵良激动地摇着陈平的手臂 陈平睁开朦胧的双眼 什么事啊 大惊小怪的 在安静祥和的校园 他还真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 可以称之为大事 你看向窗外 赵良指着窗外激动到 陈平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窗外 窗外 是浓郁的白雾 蓝天白云看不见了 就连周围的树木都看不清了 往外看去 只能看见 那遮蔽了所有视线的白雾 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白蒙蒙的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神秘 陈平顿时警惕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这白雾突然间就有了 整个校园都充斥着白雾 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据说有老师想要出校园看看情况 但是出去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赵良神色紧张到 而且 还有一点 所有的通讯设备都用不了了 赵良又沉声补充道 陈平听到这话 心头一领 禁区 赵良轻轻点头 很有可能 陈平没有说话了 而是站起身 神色警惕地看着四周 禁区分为D级禁区 C级禁区 B级禁区 A级禁区 以及S级禁区 同时也分为创世型禁区 和覆盖型禁区 创世型禁区 就是突然间多出一个神秘的全新的区域 正常情况下 不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 就仿佛一方全新的小世界 漠然出现在世界中 覆盖型禁区 则是在现有世界环境中 突然多出了大量的物质与怪物 笼罩覆盖在原有的世界中 而这种类型的禁区 难道是覆盖行禁区 陈平陈生道 赵良神情宁重的点头 很有可能 这个时候 教室里的其余学生 也都仿佛猜到了什么 一个个面露紧张的神色 慌张地看向四周 身处大觉醒时代 学生们虽然只是普通人 但为了面对一些紧急事件 对于觉醒类的知识 也是懂得不少 一些女同学 已经被吓得脸色苍白 浑身发抖 纷纷将求救的目光头向班主任 这一节课 就是班主任洪敬的语文课 大家不要慌 我们学校的老师 已经去探查情况了 就算遇到禁区降临 我们最好的做法 就是原地防守 千万不要随意走动或者逃跑 等待特殊事件处理局的人 前来救援 红敬对着班级的学生大声道 莫名其妙的白雾笼罩校园 众人自然不会天真的以为 这是自然现象 学生们虽然很慌 但是也能保持冷静 不少人都缩在墙角 没有乱动 可就在这时 一声惨叫 突然在教学楼响起 救命 救命啊 啊 学生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穿透了浓浓的白雾传来 教学楼中 突然间传来 某种神秘生物的咆哮声 以及血肉咀嚼的声音 教室中的同学们 有的发出惊叫 有的吓得低声啜泣 瑟瑟发抖地抱成一团 禁区 一定是禁区降临了 完了 我们要被怪物吃掉了 大家冷静 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要坚持到救援到来 红敬开始指挥同学 快 立即锁住教室大门 搬运桌椅堵住大门 不要让怪物进来 一众同学都急忙搬运桌椅 堵住门口 陈平 你愣着干什么呢 快帮忙搬桌子 赵良抬起了身前的桌子 急声催促道 怕是读书读傻了吧 不要管他了 我们来搬 旁边的一个男同学 有些气愤道 陈平没有说话 而是墨地将目光 转向右侧的窗户 碰 窗户突然爆开 木质框架结构的窗户 根本无法挡住猛烈的撞击 怪物真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更没想到怪物进来的方式 居然是破窗而入 一团漆黑的庞大的黑影 粗暴地撞开窗户 木屑纷飞间 足足两三米长的巨型蜥蜴怪物 出现在众同学面前 急重的身躯落下 直接将下方的一块桌子踩烂 蜥蜴怪浑身都是红色的疙瘩 嘴巴异常的大 张开的时候 露出里面沾染着血迹 和碎肉的密密麻麻的利齿 就像鳄鱼的嘴巴 仿佛能够一口吞下一个人 啊 救命 全班同学都吓得尖叫起来 正在搬运着桌子的男同学 也傻眼了 龙玉的血腥和恐怖 压迫着教室里的每一个人 蜥蜴怪对着距离 他最近的女同学扑去 那位女同学 双腿早已经发软 大脑一片空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充满着恐怖的血盆大口 劈头盖脸地咬来 不少同学惊叫 却根本无法做些什么 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残影突然冲出 撞飞了四周的桌椅 以手臂和身躯 直撞蜥蜴怪的侧面 碰 剧烈的撞击声响 蜥蜴怪的身躯 突然被撞得扭曲弯折 足足几百斤重的身躯 竟是被一道身影 活生生地撞离了扑击轨迹 被撞得狼狈地滚落地面 这 不少同学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 那里 有一个同学 正浑身冒着白色热气 站在那位女同学的身侧 赵良猛了 别废话了 赶紧带同学们远离我 陈平低声喝道 这个时候 滚落地面的蜥蜴怪翻身变起 对着陈平怒吼一声 摇晃着尾巴 就朝陈平的方向扑来 蜥蜴怪的身子高高跃起 鳄鱼般的嘴巴张开 锋利的斜齿 朝陈平方向落下 陈平本来想要躲避 但是看见身后 还未来得及撤离的同学 气机一沉 双臂往前方伸去 一手抓住了蜥蜴怪的上河 差点被蜥蜴怪扑倒 蜥蜴怪想要将陈平一口闷 陈平的双臂 却死死地撑着他的嘴巴 腥臭扑面 强大无比地咬合力 几乎要将他的双臂压断 陈平气机一沉 浑身的力量集中于双臂 竟是跟那头怪物在绝力 看见同学们给他让出位置之后 他猛地松开双手 身形后撤 蜥蜴怪狠狠咬下 咬了一个寂寞 这个时候 陈平已经悬身 冲至蜥蜴怪的侧面 双臂缠抱住蜥蜴怪的脖梗 好似脚绳般用力脚杀 死 蜥蜴怪感受到了生命威胁 身躯剧烈挣扎 他的尾巴猛地甩向陈平的后背 啪 陈平的身子一个裂且 感觉后背仿佛被拍碎了一样 剧烈的痛感伴随着气血剧烈翻涌 口鼻涌出一股甜心 幸好他练铁镜已经达到地级中间 皮糙肉厚的 若是一个普通人被这样一拍 整个身体的骨头都会被扫断 给我死 陈平咬着牙怒吓 双臂缠着蜥蜴怪的脖梗 死死不松手 用力抱脚 九阳真觉得气火真意 也在这一刻完全释放 双臂肌肉鼓起 一道道炽热的白色气流包裹双臂 蜥蜴怪的脖梗 硬生生被陈平的双臂 抱得凹向了大半 死 蜥蜴怪爆发惊恐的思明 身子剧烈挣扎 尾巴一次次疯狂重击陈平的背部 但陈平却完全没有放手的意思 跟蜥蜴怪较劲上了 双臂的力量反而更加强大 咔嚓 好似脖梗被拧断的声音传来 蜥蜴怪剧烈无比地抽出了几下 就没有动静了 他静静地趴在地面 双眼翻白 嘴角渗出黑色的血液 气急全无 陈平这才松开了缠着蜴蜴怪的双臂 有些吃痛地摸了摸后背 后背被拍打得淤血击具 轻一块紫一块的 真特么疼 他自顾自地抱怨一声 却发现教室里有些安静 陈平看向周围的同学 发现同学们正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 一些被吓得梨花带雨的女同学 如今也呆呆地看着她 忘记了哭 陈平同学 你 你是 觉醒者 洪主任洪静有些激动到 陈平知道这件事瞒不了 点头肯定道 是的 我是金刚系觉醒者 天哪 陈平同学真的是觉醒者 废话 普通人能够徒手将一头禁区怪物干掉吗 学习那么厉害就算了 居然还是觉醒者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你傻吗 这个时候 有一个觉醒者在我们身边 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对哦 陈平大哥赵我 一众同学在短暂的失神之后 都激动地朝陈平的方向围了过来 在这个危急时刻 每一个觉醒者都是大腿 更别提他们班就有一个 大家别激动 留给我兄弟一个操作的空间 赵良站在陈平身旁维持秩序 陈平同学 这实在太好了 有你在 我们的安全有保障了 班主任洪静激动地走过来 帮着赵良维护秩序 人在危急时刻 总爱向强者靠拢 但陈平知道 面对恐怖的禁区 他一个人根本算不上强者 而且有最重要的一点 他联系不上脑子里的神明了 无论怎么呼喊 脑子里的神明都没有回应 这种情况 陈平还是第一次遇到 按照以往众神明的尿性 在陈平遇到危险的时候 早就蹦跋出来 嚷嚷着要借力量给陈平了 但是这一次 却安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怪 实在太怪了 陈平不由地跟眼前出现的禁区 联系在一起 难道说 在禁区之内 神明的存在会消失 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陈平同学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班主任向陈平征询意见道 正在情况下 一般如何应对眼前这个局面 都是老实做决定 但陈平徒手 干掉了一头禁区怪物 在应对禁区方面 陈平的意见 在众人的心目中 显然更加的有说服力 可他们又哪里知道 陈平也是第一次面对禁区 包括刚刚那头禁区怪物 也是他干掉的第一头怪物 这个时候 白雾似乎变得浓郁了很多 教学楼中的各种尖叫惨叫 怪物的嘶吼 在浓郁的白雾深处传来 给人一种未知与悚然的含义 让同学们情不自禁地 往陈平身上靠 陈平看了一眼被破开的窗户 开口道 教室已经不能呆了 就算把门堵住 这一排的窗户也堵不住 被那些游走于禁区的怪物发现 随时会冲进来咬我们 继续待在教室里 还是很危险的 可是 除了教室 我们还能去哪儿 赵良紧张到 覆盖型禁区 自成一个结界 只能禁 不能出 如果不能找到禁区的核心 将其破坏 我们是逃不出学校的 器材室 我们可以去学校的器材室 这时 一个清脆的女生响起 宋思瑶走了出来 听到 我们学校的运动器材是很大 足足有两三百平 而且只有一排的小窗户 如果只是那些西异怪的体型 根本挤不进来的 对啊 器材是很大的 而且 大门还是铁门 更加耐壮 有同学恍然大悟 跟着附和 陈平同学 你觉得呢 宏敬很尊重陈平的意见 可以 你们稍等我一下 陈平沉稳地点点头 面对禁区内的未知与恐怖 他内心其实也慌得一批 可整个班级就他能打 他必须得稳住 否则这样一群师生 就没有了主心骨 在众同学的目光下 陈平走回自己的座位 拉开背包的拉链 从里面掏出了一套 充满着金属质感的巨大暗金色拳套 众人看见这一幕 都傻眼了 平哥 你居然还带这种东西来上学 赵良震惊道 我可是觉醒者 带个武器上学很合理不是吗 陈平开口道 赵良张了张嘴巴 说不出话来 他看着那泛着冰冷光泽 又极其厚重 可怕的拳套 总觉得普通人挨了这么一拳 不死也要残废 很快 陈平便将他的雄霸拳套穿戴完毕 感觉自身力量与拳套相融共鸣 开始爆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走吧 陈平戴上拳套之后 自信了很多 打开教室大门 当先走了出去 他们的教室在三楼 而器材室就在一楼 只要沿着楼梯下 两层楼就行 走廊中的白雾淡薄许多 但可是距离也只有十几米 陈平每一步都走动得很小心 但速度也不慢 身后是数十位师生跟随 隔壁教室早就以桌椅垢住了防御 看见一大群师生从走廊走过 全都惊了 喂 你们疯了吗 这个时候跑出去 白雾里面全是怪物 你们怎么想的 快躲起来啊 不少学生低声呼道 仿佛为了印证他们的想法 白雾中突然有一头蜥蜴怪物扑来 速度极快 并且张开了猙獰的大嘴 可还没等他们惊呼 窗外有一个少年当先前冲 手中的拳套闪着耀眼的符文 似乎还有雄王的怒吼 震慑万寿 那拳斗公式极其迅猛 爆裂如火 在蜥蜴怪物还没扑中它的时候 便重中一拳 击中了蜥蜴怪物的头颅 碰 一声沉重的爆响 陈平的雄霸 拳套重击在蜥蜴怪的头颅 伴随着无法想象的磅礴力量 以及炽烈的气流爆开 一众学生看见那怪物坚硬的头颅 居然都被轰得扭曲凹陷 那泛着冰冷金属光泽的拳头 一路摧枯拉朽 灌至墙上 仿佛还带着某种骨骼崩碎的声音 怪物惨嚎声响起 陈平一拳将蜥蜴怪物轰到了墙侧 重重地撞在墙上 怪物那黑色的鲜血 从耳朵和嘴里飞溅出来 糊了一强 当陈平收拳的时候 蜥蜴怪物已经沿着墙壁倒落地面 契机全无 有的同学还看见那沾染血液的墙壁 出现了一道道细腻的裂纹 出现了短暂的噤声 这一切都太快了 快到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 卧槽 一拳就把禁区怪物给捶死了 这是个猛人啊 等等 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他不是隔壁班的那个年级第一吗 隔壁班的同学惊呼出声 纷纷发出感叹 就算是陈平班级的同学们 也都面露金色 此前陈平跟禁区怪物拼杀 还能打得有几分胶着 现在戴上拳套的陈平 怎么突然就猛了那么多 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想到这里 班级里不少女同学 看着陈平的背影 眼睛中都多了几分色彩 多么好的男同学啊 不仅学习好 还那么能打 这就是我们班草的真正实力吗 人群中 不知哪位女同学说了一句 班草 长相帅气的赵良一脸问号 可是更多的同学 看着那个挡在一众师生前方的背影 心中多了几分触动 是啊 平时怎么没有发现 现在的陈平 可真帅 浓郁的白雾 时而发出的惨叫声 以及学生们惊慌逃散的声音 无处不在的危险气息 这个禁区最为显著的特征 就是未知与恐 没有人知道白雾深处到底藏了什么 一大群学生壮着胆子 在教学楼中快速移动 陈平一马当先 带着数十个人 快速赶去楼下的气 才是 距离并不远 只要下两层楼就行 一路上 陈平看见了楼道中的血迹 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甚至看见了楼道中的某些零碎的器官 时而有怪物的嘀吼咀嚼之音 在白雾的深处传来 一些学生看见这种场景 直接就吐了 可是在这里 他们没有耽搁的资本 就算是吐 也被其他同学一边吐 一边架着走 陈平的警惕性提升到了极点 一边前进 一边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索性这一路上 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器材室的门口 可是大门却锁住了 认真去听 还能听到里面搬运东西的声音 居然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这很正常 我们能够想到躲器材室 其他人也能想到 里面的同学 开门 快开门啊 同学急了 快速拍打着大门 门内也开始传来 其他学生的声音 有人在外面 数量好像还不少 他们也发现 器材室是最安全的吗 那我们还不开门 快 快挪开这些器材 我觉得不能开 好不容易才构筑好的防线 因为他们到来就要拆除 万一开门的时候 其他怪物来袭怎么办 就是 他们就不能找 其他地方躲起来吗 凭什么要牺牲我们的安全 门内 传来了其他同学 激烈的争论声音 没想到这么紧急的关头 门内的人 居然分成了两派 开门 快开门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吵 赵良急声催促道 他怎么也想不到 到了这么危急的关头 里面的人 居然还在争论 要不要开门 陈平脸色微微一沉 正想要做些什么 门内就传来 中气十足的怒骂声 一群杀笔崽子 现在是讨论 安全问题的时候吗 你们现在是在救人 几十条活生生的人命 就站在你们的面前 全是你们的同学 你们的老师 正等着你们去救 你们只要开个门就可以了 你们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做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我开门 教导主任那几乎咆哮般的话语 震醒了一大群学生 门里开始传来 快速搬动事物的声音 门外的同学听到声音 终于常常舒了一口气 太好了 终于没事了 能进入器材室 我们的安全系数 将得到极大提升 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 白雾中突然传来了 诡异又沉重的脚步声 众同学神色一变 急声催促 搞快点 搞快点 有什么东西要过来了 这不催促还好 一催促 里面搬运东西的速度 又变慢了 什么 有东西要过来了 这 我们要不要开门 好不容易堆起防线 万一开门 那怪物就冲进来 我们怎么办 里面的学生 再次开始犹豫 就在这时 白雾深处的怪物 似乎嗅到了活物的气息 快速朝人群冲来 白雾破开 一头可怕的蜥蜴怪 再度出现 陈平脚步猛地踏裂地面 以更快的速度 冲向蜥蜴怪 蜴怪这一次进攻 没有用嘴巴 双爪好似刀锋般 朝陈平展来 陈平纵身一跃 居然跳到了蜥蜴怪的上方 躲过了蜥蜴怪的扑击 并且空中快速旋转身躯 浑身的力量 在这一刻凝成一股绳 气火流转 接近汇聚于拳头 旋转的离心力 加上出拳的爆发力 融为一体 金属质感的雄霸拳套 顿时闪耀着神秘的符文 以炮弹之势 猛地击中蜥蜴怪的后脑勺 哄 一声巨响 拳径带着一股气浪爆发 蜥蜴怪的脑袋爆开血花 脑壳崩碎 庞大的身子重重砸落地面 四肢艰难地动弹了几下 气机便开始消失 陈平一拳击出后 稳稳地落在蜥蜴怪的尸体上 金属拳套上沾染了怪物的血液 缓缓滴落在蜥蜴怪的尸体上 同学们看着那个站立在蜥蜴怪尸体上的少年 眼睛都直了 又是一拳干掉禁区怪物 平哥这是一拳超人吗 帅 实在太帅了 同学们都朝陈平头以崇拜的目光 他们不知道的是 陈平的呼吸已经变得有些粗重 九阳真觉 里面的战斗技法太过刚烈 虽然只出了两拳 但都是调用全身力量进行的攻击 对身体的负担极大 现在 他已经有几分疲惫感了 陈平走到门前 用力敲门 咚咚咚 开门啊 怎么不搬东西了 陈平高喊道 门内传来学生们紧张的声音 怪物呢 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陈平闻言美好气道 怪物已经走了 什么 怪物已经离开了 门内学生闻言一惊 他们似乎在听着外面的动静 发现好像真的没有怪物的声音 搬运东西的速度 这才开始加快 哐当一声 铁门被打开了 躲在器材室的同学 小心翼翼地看向门外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眼神 凌厉的少年 居然还带着一对造型霸气金属拳套 看起来威风凛凛的样子 后方还有一头惨死的蜥蜴怪 再仔细看 少年的拳套有着黑色的血液 这 原来怪物走了是这个意思 门内的不少学生都愣住了 这样牛气哄哄的同学 真的是跑过来求救的 快 快进来 胖胖的教导主任 使劲招呼着外面的同学进来 门外的同学急忙走入器材室 他们发现器材室里面的学生 居然一个个都全副武装了起来 有的拿着牵球 有的拿着球拍 有的拿着棒球棒 有的拿着镖枪 一个个如临大敌的样子 你也是觉醒者吧 一个身材高大 穿着球衣的男子 双手抱胸 看向陈平 一副拽拽的样子开口道 他的身侧 还为了不少学生 似乎都在以他为首 我是金刚系觉醒者 陈平点头道 什么 他也是觉醒者 那个人我认识 不就是月考年纪第一的陈平吗 怪不得门外那头怪物 被他干掉了 等等 这有必然联系吗 不少同学都将目光投向陈平 陈平隐隐成为了一众同学的焦点 我叫沈迟 也是觉醒者 是元素系中的火之觉醒者 那位男子笑道 欢迎你加入我们 有觉醒者加入队伍是好事 学校人数那么多 总有一些觉醒者 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加入觉醒势力 仍在学校读书 这位叫沈迟的男子 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学校老出名了 一直都是风云人物 陈平看着沈迟 表情中没有多少开心 而是缓缓开口道 你既然已经是觉醒者了 为何当初我们敲门求救 你们还要犹豫 这话一说出口 周围都变得有些安静 器材式的一些同学 目光躲闪 陈平身后的同学 意识到这一点 则是敢怒不敢言 哼 你在质问我 沈迟脸色微微沉了下去 对啊 陈平直视着沈迟 笑着点头 坦然承认 沈迟手中张开 一团火苗从他的手掌中窜出 似乎在彰显自己的能力 他一边把王火苗 一边冷笑道 外面的禁区怪物 你知道有多少头吗 别以为你解决了一头禁区怪物 就不把一个禁区放在眼里了 瞎说什么屁话呢 我凭个解决三头怪物 而且是一拳一头 赵梁大声纠正道 沈迟的表情一致 手中的火苗小了几分 但仍是表情严肃地开口道 打开大门 就意味着更多的变数 我是守护这群师生最后的战力 我必须要对同学们的安全负责 我这肩膀上扛着的重担 你懂吗 陈平可太懂了 不就是 耸到见死不救吗 器材势理的同学也懂了 沈哥 我就知道 沈哥都是为了我们好 行了 陈平同学 你就别再追问了 我们最后不还是放你进来了吗 就是就是 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要团结 有同学站出来打圆场了 陈平却是看着沈迟 开口道 你说 你会保护同学们 是认真的 当然是认真的了 沈迟轻哼道 好 我希望你能够做到 我把我们班的同学也交给你了 说着 陈平转身就走 居然朝门口的方向走去 这可把不少同学吓了一跳 陈平同学 你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出去啊 出去跟禁区怪物战斗 陈平理所当然道 疯了吗 外面那么危险 那么多未知的禁区怪物 你一个地级觉醒者 怎么敢出去 沈迟站起身 瞪大眼睛道 对啊 明明已经找到安全据点了 为什么还要冒险 跟我们好好地待在一起不好吗 众同学纷纷出口附和 陈平看着身后急切的同学 缓缓笑道 你们现在已经安全了 但还有其他同学不安全 气才是再度一静 不少同学看见少年那坚定的目光 看得出他不是在开玩笑 你一个地级觉醒者 逞什么英雄啊 就算这片大雾 是禁区中最普通的地级禁区 也不是你一个地级觉醒者 能够应付的 沈迟根本不理解陈平的做法 这不是能不能应付的问题 陈平摇摇头 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你没听到吗 沈迟愣住 听到什么 同学们求救的声音 陈平道 我从来不觉得我能够应付一整个禁区的怪物 但教学楼中发出的一声声惨叫和求救的声音 我不能充耳不闻 绝望的同学正在等待着救援 而我有救援的能力 我为什么不去 沈迟身处安全的人永远不会知道 一间间教室里发出的惨叫到底有多绝望 也根本没有人知道 这座校园还要等多久 才能等到救援 陈平实力虽然微薄 但也想在这段时间内 去救更多的人 器材势中变得安静了许多 想要依靠陈平的力量保护的同学们 也不再开口了 他们知道 有人比他们更需要陈平 陈平打开了铁门 看着前方厚重的浓雾 浓烈的危险赶扑面来 就在这时 一个少女站在了他的身旁 我跟你一起去 少女语气坚定道 陈平愣了一下 有些诧异地看向身旁 看见的是那身材显得有几分娇柔少女 看起来战斗力连舞都没有的少女 面对陈平略带质疑的目光 少女却是扬起了笑脸 眼神中带了几分坚定 你忘了吗 我也是觉醒者 宋思瑶自爆自己 是觉醒者的事情 在器材室内再度引起了轰动 不少学生惊讶地 看着那个甜美可人的梦中情人 突然间感觉距离又遥远了几分 宋女神居然也是觉醒者 天啊 怎么禁区一出现 就冒出那么多个觉醒者了 他也想要跟着陈平去救人吗 夫妻荡吗 陈平看着宋思瑶的小身板 有些犹豫 真的没问题吗 你跟着我很危险的 别看我这样 我可是很强的 宋思瑶握紧了秀气的拳头 挥舞了几下 我是灵魂系的觉醒者 感知力极强 在这白雾弥漫的世界中 还能感知到禁区怪物的位置 成为你的雷达 少女信誓旦旦道 陈平眼睛这才微微一亮 有些心动 真这样说 宋思瑶还是挺有用的 可是 你不是怕死吗 陈平想起了宋思瑶 曾经跟他说过 没有加入觉醒组织的原因 怕死 但现在又主动跟陈平 去涉险救人 这明明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不就跟宋思瑶的理念相悲了 可是 你帮了我 我也想帮你啊 宋思瑶垂下了脑袋 小声道 而且 他看了陈平一眼 又道 这不是 有你在保护我吗 说着 少女的脸颊变得烟红 一脸的娇羞 陈平 哎 好吧 我会尽量保护你的 陈平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下来 身后的铁门关上 陈平和宋思瑶 再度走上了教学楼 这栋教学楼是高三区 他们打算 先将高三区清扫一遍 陈平的思路很清晰 先去那些有学生 发出惨叫声的教室 他快步前进 穿过重重迷雾 终于在二楼的一间教室 停下脚步 不少学生从教室内跑出来 仓皇的逃向远处 极其浓郁的血腥味 从教室内是扑面而来 窗户被撞出一个大大的洞口 又是破窗而入的怪物 一头巨大的蜥蜴怪物 正在里面大开杀戒 陈平看见了好几个学生 浑身都是可怕的伤口 有的被咬断了一条手臂 有的被利爪撕裂了身体 无力地躺在血泊中呻吟 似乎还有学生被蜥蜴怪物吞了 蜥蜴怪物的肚子鼓鼓地 嘴巴撑得很大 令人牙三的咀嚼声 在教室中回荡 带着恐怖圣人的气息 整个教室都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中 一个个学生又哭又叫 慌不择路地往外跑 若不是蜥蜴怪物的食量有限 这些学生都难以逃脱 他的是人大嘴 陈平看见这无比血腥的一幕 气血不自觉地就涌上脑门 马哥 找死 他猛地冲入教室 蜥蜴怪症打算用利爪 将其中一个学生撕裂 陈平已经快步冲向那位学生 一把将学生拉开 青黑色的爪子已经逼近眼前 他单手握向那锋利的爪子 尖锐的碰撞声响起 利爪碰撞在金属拳套上 建设出火花 陈平五指用力弯折 将蜥蜴怪的爪子扭断 蜥蜴怪惨叫 另外一个爪子破空劈来 可爪子还没落下 陈平的铁拳 已经结结实实地轰杂在蜥蜴怪的脸上 碰 蜥蜴怪被一拳轰飞 撞碎了大片桌椅 蜥蜴怪摇摇晃晃地想要站起来 那个少年已经冲着了他的面前 双瞳赤红 铁拳音声落下 干你娘的 碰 碰碰碰 陈平连续出了几拳 一拳又一拳重击在蜥蜴怪的头颅上 直到将蜥蜴怪的脑袋都给打爆 这才慢慢站起身 教室上剩下的学生们都冷静了不少 大家别愣着 快去给受伤的学生包扎伤口 宋思瑶开口指挥道 他的声音莫名带上了一股穿透力 甚至带着某种指令性的力量 能够让一众学生冷静 并且情不自禁地听他的话 赶去给受伤学生包扎 这时候 楼上又传来骚动 伴随着怪物的嘶吼和学生的尖叫 陈平和宋思瑶来不及休息 分秒必争地赶上楼 不是三楼 在四楼 宋思瑶提醒道 两人快速冲至四楼中的一个教室 发现这个教室同样混乱不已 有一头凶猛的蜥蜴怪闯入了教室 但是不一样的是 有好几个强壮的男同学 有的抱着怪物的四肢 有的抱着怪物的脖子 有的则死抱住怪物的尾巴 竟是短暂控制住了他的行动 甚至有一个男同学盯紧要害 掏出了水果刀 恶狠狠地刺入蜥蜴怪的眼睛中 噗哧 鲜血飞溅 怪物更加剧烈地挣扎 逃 快逃啊 几个男生急声大喊 蜥蜴怪挣扎得很剧烈 而且力气很大 很快就将抱着他驳梗的两个人先飞 蜥蜴怪猛地扭动脑袋 张开布满尖锐利齿的大嘴 想要朝另外一个抱着他四肢的男生咬去 就在这时 铁拳从天而降 将蜥蜴怪张开的大嘴 砸得重新闭合 那拳头蕴含了极强的力量 压得蜥蜴怪的身体都趴在了地面上 不知何时 已经有一道身影 骑在了蜥蜴怪的上面 在其余同学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 又是几拳落下 砰砰砰 蜥蜴怪的脑袋被活生生砸烂 拼命抱着怪物的男同学 都看呆了 被溅了一脸的血 都没来得及擦去 回过神的时候 他们发现眼前这威胁极大的怪物 已经像条死鱼一样 躺在地面上 完全没有了声息 一个浑身有着怪物鲜血的少年 缓缓转身 抬起冷冽的金属铁拳 竖起了大拇指 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笑道 你们几个 好样的 突然被夸赞 几个男同学都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我们都是体育生嘛 应该的 还没来得及再跟那个强大的少年说些什么 门外的一个模样 极其漂亮的女孩 便再度呼喊 陈平 又有什么东西靠近了 陈平听到声响 立即赶去门外 并且喝止了想要逃跑的学生 大家冷静些 回到教室 我会保护你们的 众学生见识到陈平的实力后 听话了许多 很快又缩回教室 这时候 陈平站在走廊中央 看着前方的白色浓雾 静静地等待着 果然看见了一道漆黑的影子 越来越近 很快 那道影子破开浓雾 正是又一头蜥蜴怪朝他扑来 陈平严阵以待 全神贯注地 看着前方的蜥蜴怪 浑身力量澎湃流转 陈平小心 后面也有蜥蜴怪 而且速度更快 宋司摇惊呼道 就在这时 一头身材极其鲜瘦的蜥蜴怪 好似一道残影般 从白雾窜出 陈平听到话语之后 便立即转身 果然看见了一头蜥蜴怪 朝他扑来 这头蜥蜴怪模样 跟此前遇到的完全不一样 体型只有一米多 嘴巴也不大 但是前肢却格外的锋利 还好陈平转身及时 反手一拳 打向前方的蜥蜴双臂 碰 剧烈的碰撞爆开 震散周围的雾气 陈平的力量更胜一筹 拳头也更加坚硬 将那头来袭的蜥蜴 轰飞了好几米 出拳之后 他立即转身 双掌撑住了蜥蜴怪 迎面咬来的大嘴 小心 楼上也有东西爬下来了 宋司摇继续急声提醒 楼上 陈平抬起头 刚好发现楼上的阳台外壁 手足都有吸盘 吃溜一声 就沿着外墙 快速地爬到了天花板上 全程都没有什么声响 默然对着陈平张开嘴巴 陈平本能地觉得不妙 立即推开前方的蜥蜴 闪身后撤 刹那间 一道幽绿色的液体 从那头蜥蜴的嘴巴里喷出 喷射到了陈平原来站的地方 液体建设到了地面上 居然发出滋滋声响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陈平神色微变 这个时候 前方和后方 两头怪物同时朝着他扑来 天花板上 蜥蜴再度喷气怪的液体 陈平再度腾挪身位 躲避喷射 随后毫不犹豫转身 朝那小巧形的蜥蜴怪主动扑去 钢铁手掌静直握住了斩来的刀臂 挡住刀臂的瞬间 死死握住前肢 在千钧一发之际 拖着那头蜥蜴怪回旋 重重地砸在身后那头大型蜥蜴怪的脸上 碰 两头蜥蜴怪碰撞 那头大型蜥蜴怪被扫落地面 天空又有液体喷射 陈平顺手拿起手中的蜥蜴怪格挡 绿色液体沾染到了蜥蜴怪身上 顿时皮肉都开始腐化 疼得他嘶嘶怪叫 前方的大型蜥蜴怪爬起 愤怒地张开了大嘴 陈平冷笑将手中的蜥蜴怪 猛地塞入大型蜥蜴怪的口中 你不是想要吃吗 给你吃 陈平腰胯一宁 浑身气火之力融入拳头中 交缠着一股股白色的炽热气流 猛地轰在前方的小巧蜥蜴怪身上 轰隆 历史可以传递的 小巧蜥蜴怪被轰得凹陷喷血 那嘴里塞着一头蜥蜴怪的大型蜥蜴怪 同样受到了可怕的距离冲撞 嘴巴裂开 血肉模糊 身躯朝后翻滚 陈平一个剑步冲上去 补上一拳 轰 两头蜥蜴怪被他悍然垂死 天花板上 那头爬墙蜴怪被吓到了 顺着墙壁就想爬走 休要逃 陈平想要去追 可是他不会爬墙 就在这时 宋四摇的双眸闪过一道蓝色的灵光 乱魂 正在快速爬行的蜥蜴怪身躯一颤 双筒有了刹那尸神 四肢一软 身子就不由自主地从墙壁上坠落 陈平抓住机会 高高跃起 双掌合抱成拳 重重轰击在爬墙蜥蜴的头颅上 剧烈的撞击 伴随着血液从蜥蜴的五关中爆开 那头爬墙蜥蜴坠落地面之后 已经没有了气机 陈平站在一头头蜥蜴的尸体中 剧烈的喘气 教室内 一个个同学瞪大了眼睛 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们没有想到 那个男人居然要面对三头蜥蜴怪的围攻 更没有想到 那个男人 居然将三头蜥蜴怪都给解决了 这就是那位年纪第一的陈平 真猛啊 陈平 你没事吧 宋四摇感觉到陈平状态有些不对 浑身冒汗 脸上没有血色 没事 就是 有点累 陈平笑着摇摇头 他脸色苍白 是因为体内气血亏空太多了 这一次危机分秒必争 陈平为了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 全程都在施展 九阳真诀 让气火时刻流变全身 这种打法强是强 但是力量消耗得也太快了 轮番战斗下来 他已经感觉到了虚弱 就是那种刚刚跑完两千米的感觉 动是能动 打也还能打 但实在又是不想动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恢复好状态 才能更好的救人不是吗 宋司摇柔声安抚道 陈平想了想 是这个道理 随后就在地面上坐下 恢复体力 教室里的同学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小心翼翼地走向陈平 大老 你是累了吗 要不要喝水 我这里有水 面包需要吗 我刚好背包里有 一个个同学撞着胆子询问着 陈平文言的确感觉到饿了 就对着他们点头 他们发现能够帮到陈平 也很兴奋 吃我的吧 不 我的吐司更加好吃 吃我的吧 我的是汉堡 热量更高 想不到有一些同学 居然为了讨好陈平 争起来了 陈平笑道 都拿过来吧 我全都要 众同学本以为陈平 只是为了避免纷争 才这样说的 直到他们看见陈平 连续吃了十几块面包 喝了好几瓶水 还露出意犹未尽的表情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 高手就是高手 小吃一顿后 陈平感觉到 自己体力恢复了一些 班级里那几个罪状的男同学 已经兴奋地朝他走来 大老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陈平记得他们 当初就是他们勇于跟怪物搏斗 这才避免了更大伤亡 接下来我会清空 整个教学楼的怪物 你们留在教室就好了 我也不确认 除了教学楼意外的区域是什么 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是最好的选择 几个男同学恍然大悟地点头 然后又问 那您需要我们帮忙战斗吗 陈平看着跃跃欲试的几个同学 愣了一下 你们不怕那些怪物 当然怕呀 有人说道 可你如果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硬着头皮也要上 毕竟这是在救人 陈平听着这话 有些正神 看得出来 眼前这几个男同学 不是在开玩笑 而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过来找他的 陈平笑着回绝 暂时不用了 我有一个很好的战友 有他帮我足够了 他紧接着 指了指身旁的女孩 宋思瑶文言 翘脸微微泛红 哦 四周传来小声的起哄 这种略微轻松的氛围 冲淡了学生们的些许紧张 陈平休整了片刻 就在一些同学不舍的目光下 招呼着宋思瑶继续前进 教学楼一共有五层 陈平一层接着一层去巡查 索性 经历了此前一番大战之后 都没有什么吸引怪物残留 陈平从五楼一路巡查到一楼 都没有发现怪物 我的灵魂侦察最大范围是二十几米 这一路走来 应该不会有我无法感知的死角 宋思瑶开口道 陈平看了一眼身后的教学楼 缓缓松了一口气 至少从目前来说 眼前这栋教学楼是安全的了 在可适度极低的白雾中 陈平开始将目光转向另外一栋教学楼 他现在还不能停下 他还可以继续战斗 陈平活动了一下筋骨 开始朝那栋教学楼走去 宋思瑶紧紧地跟在他的身侧 为他赶制四周的环境 下一刻 宋思瑶死死地握住了陈平的胳膊 面露惊慌之色 不好 我赶知道了 前方有怪物 陈平一双铁拳对着敲了一下 笑道 有怪物又怎么样 赶他们就完了 可是 宋思瑶盯着前方 脸色发白 怪物有一大群 陈平愣住 多少 至少十几个 他们成群结队 不好 他们好像察觉到了我们 开始往这边赶过来了 宋思瑶低呼道 就在这时 浓雾中已经出现一团团的黑影 陈平表情中带着几分犹豫 满是担忧地看向宋思瑶 宋思瑶顿时明白 陈平在担心什么 如果你担心我的安危 那完全是多虑的 我是灵魂系 可以抹除自身存在感 让怪物直接忽视掉我的存在 说着 宋思瑶的双瞳绽放灰色的光芒 将他的身子笼罩 他的身体 隐隐与白雾融为一体 变得虚幻了起来 陈平看见这一幕 心中又是一惊 这灵魂系 花样这么多的 这么一看 金刚系真的是啥也不是啊 几头蜥蜴怪这个时候 已经破开了黑影 出现在了陈平的面前 一头头蜥蜴怪物 面目争鸣 张开布满力尺的血口 粗大的尾巴高高扬起 危险的双瞳 锁定了陈平的身影 似乎在审视自己的猎物 越来越多的蜥蜴怪物 从白雾中走出 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禁区中出现怪物群 并不罕见 他们成群结队的 就像一支小型军队 地级觉醒者遇到怪物群 基本上只有逃的份 陈平看了一眼 身后的教学楼 深吸了一口气 并没有转身逃跑 体内的气火剧烈澎湃 浑身血液好像沸腾了一般 一股股炽热的气流 盘绕在双臂之上 他盯着前方的蜥蜴怪物群 缓缓吐出一口热气 摆出战斗的架势 释放出吓人的气势 大笑道 来啊 哪个不怕死的 就过来啊 好 所有的蜥蜴怪物 都朝陈平冲了过来 他们都不怕死 陈平也不怕死 金属双拳闪耀着符纹 灵气的波动震荡 猛地对准最前方的蜥蜴怪 就是一拳 砰 拳头硬生生地垂中了蜥蜴怪的头颅 这是陈平的权力一击 直接将蜥蜴怪的脑袋 都给轰碎 可是这并没有下退蜥蜴怪群 反而让他们更加凶悍 另外一头蜥蜴怪 已经从左侧窜出 锋利的爪子 刺向陈平的脖梗 陈平左手画掌 应接蜥蜴怪的爪子 强大的力量 逼退他数步 又有一头蜥蜴怪物 踩在前面怪物的尸体 从陈平的右侧袭来 陈平侧身一个上钩拳 击中蜥蜴怪的下颌 将整头蜥蜴怪都给击飞 就在出拳的一瞬间 前方一头蜥蜴怪 已经撞向陈平的身子 坚硬的头颅 带着巨大的力量 撞中陈平的胸口 陈平只感觉到强烈的冲击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痛感 整个人都被撞飞 不能倒下 一定要保持平衡 在半空中 陈平便调整好重心 落地翻滚泄力 然后瞬间将浑身力量凝在一起 迎面又是一击抽拳 击中了正在对着他 张开血盆大口的蜥蜴怪 碰 鲜血蹦射 蜥蜴怪被他突如其来的一拳 活生生抽死 还未来得及喘息 又有蜥蜴怪从侧面袭来 陈平用拳横扫 打飞了蜥蜴怪 陈平 小心后面 宋思瑶传音入耳 陈平立即转身 这才发现 居然已经有蜥蜴怪 绕到了他的后方突袭 千军一发之际 陈平后撤弯腰 躲过了蜥蜴怪的扑击 小心侧前方 陈平悬身一脚边腿 踢中侧前方的蜥蜴怪 来袭的蜥蜴怪 被踢得翻滚落地 可是陈平的脚 也变得剧痛不已 蜥蜴怪的皮甲太硬了 陈平那没有装备的脚 还是不够硬 小心 左前 后右 宋思瑶的声音再度传来 陈平快速反应 应付着两头蜥蜴怪的进攻 抓住机会 又活生生将一头蜥蜴怪的脑子给捶烂 宋思瑶动稀密物中的 所有怪物的行动 为陈平提供情报 陈平在宋思瑶的配合下 面对怪物群的袭杀 居然也能勉强面对 不仅如此 越是在这种极限战斗中 他的身体就越是火热 无论是对身体的掌控 还是都周围环境的感知 都变得更加的强大 能看到 这些怪物的动作 他都能看到 陈平跟蜥蜴怪浴血拼杀 短短一分钟就杀了六头蜥蜴怪物 浑身都沾染了怪物的血液 后上空 陈平转身极限后仰 对着上方蜥蜴怪的肚皮 又是一拳 撑地而起的时候 迎面居然有一条尾巴甩来 甩中了他的脑袋 碰 有种天旋地转 头痛欲裂的感觉袭来 陈平 宋思瑶惊呼一声 陈平耳鸣不已 极强的眩运 让他几乎无法站立 可是下一刻 来自宋思瑶的灵魂清凉补开始出现 让他的脑袋瞬间清醒 这个时候 三头蜥蜴怪 已经从不同方向朝他杀来 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 死吧 陈平怒了 根本不管另外两头蜥蜴怪 盯着前方一头蜥蜴怪猛攻 两拳打死了一头蜥蜴怪 他的腰部 却被另外一头蜥蜴怪的爪子划伤 身子也被另外一头蜥蜴怪冲撞 翻滚倒地 一口鲜血喷出 陈平的内脏受损 浑身剧痛不已 倒地的刹那 身后又有蜥蜴怪来临 对着他的脑袋张开大嘴 恶狠狠地咬落 也是这时 蜥蜴怪的动作猛的一顿 双瞳失去了焦距 迷雾中的女孩双瞳灵光大战 陈平抓住机会翻身跃起 一拳将那蜥蜴怪的脑袋打爆 陈平神色感激地看了一眼宋四摇 发现少女的脸色已经无比苍白 双瞳正拼命绽放着灵魂的光辉 拖延着其他怪物的攻势 她根本来不及休息 又有五头蜥蜴怪同时朝她袭来 厚重的浓雾中 根本不知道还藏着多少怪物 这是真正的血战 随时有可能被杀死的血战 陈平怒吼一声 仿佛豁出去了一般 朝五头蜥蜴怪冲杀而去 都说人在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 会更容易爆发出潜力 现在陈平算是感受到了 她浑身的细胞仿佛都在燃烧潜能 她的速度变得更快 她的拳头变得更加的有力 一拳又一拳 将蜥蜴怪物轰得皮开肉绽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陈平的身体很快就增加了不少伤势 不仅如此 那些怪物似乎还意识到了她的依仗 两个拳套居然都被两头蜥蜴怪抓住机会 死死咬住 控制她出拳 陈平想要腾挪身体 小腿却在下一刻 被一头敏捷性的蜥蜴怪 以双臂为刀 斩出一道粗大的血口 另外一头蜥蜴怪迎面咬来 血盆大口张开 露出里面夹杂着血肉的密密麻麻的力尺 根本不给她反应的机会 陈平 宋四瑶失声惊呼 陈平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同样对着蜥蜴怪张开嘴巴 胸膛内积攒的能量接近释放出来 好 金色能量从嘴里喷泊出 灌入那头蜥蜴怪的嘴里 口炮 扑通 一头蜥蜴怪坠落地面 脑门焦黑 嘴里还冒着烟 四周疯狂的蜥蜴怪都陷入了短暂的停滞 有些傻眼的看向那个少年 在他们心中中 那个少年就是个打拳的 怎么嘴里就能喷能量炮了 宋四瑶也很猛 脑子里是大大的问号 陈平不是金刚戏吗 为什么能够从嘴里放波 就掌握了这种力量 趁咬着他双拳的两头蜥蜴怪愣神的瞬间 他对着另外一头蜥蜴怪 就是一记鞭腿 踢中蜥蜴怪的脖梗 将那头蜥蜴怪踢得松开了嘴巴 重获自由的铁拳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猛地锤中另外一头 咬住他拳头的蜥蜴怪的脑门 碰 铁拳带着最强大的力量爆头 一击毙命 包围在陈平身侧的几头蜥蜴怪 眼神中的疯狂 躺着的蜥蜴怪的尸体 已经有七八头蜥蜴怪 活生生被他打死 陈平知道 这群蜥蜴怪终于被打怕了 口泡了一头蜥蜴怪之后 他体内的能量不仅没有枯竭的迹象 仿佛像有一个火炉在体内燃烧 这种一变 让陈平有些诧异 总觉得身体有什么情况不一样了 来啊 念书们 继续站啊 陈平挥舞着硕大的铁拳 怪笑着低吼道 这不吼还好 一吼眼前这一大群蜥蜴怪 真的就朝他扑来了 陈平心底暗骂 这群怪物怎么那么容易 上级将法的 当然 他现在面对一群蜥蜴怪 也完全不待怕的 体内仿佛有火炉在燃烧 浑身发热 有使不完的力量 不停挥拳重击 砰砰砰 无比剧烈 无比惨烈的战斗爆发 陈平一次次倾尽全力的挥拳 鲜血在飞溅 他的身体被撕开 他的身体被一次次猛烈的撞击 蜥蜴怪物群的一次次重创与锤打 并没有压垮陈平 更不会让陈平屈服 敌人的凶悍 反而让陈平的拳头 愈发得刚猛与果决 战战战 陈平感觉到 体内的火炉已经燃烧到了极致 他越战越勇 他的速度在提升 他的力量在暴涨 他浑身的气血与皮肉都迎来蜕变 陈平在战斗中忽然间明白了 他这是突破了 炼铁镜 以肉身为铁 以体内能量为火 锤打出了新的境界 炼铁镜后切 怪不得他身如火炉 怪不得他感觉自己 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在突破之后 他的潜力被压榨出来 反而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碰 陈平一拳将一头蜥蜴怪 锤向了天空 锤了足足五六米高 碰碰 陈平双拳贯耳 将一头想要袭杀 他的敏捷蜴怪的脑袋垂扁 几头蜥蜴怪 想要控制住他的行动 然而陈平的力量实在是太大 就好像一头蜂熊 谁靠近他都会吃他一拳 轻则脑震荡 重则脑袋开花 一头头蜥蜴怪 被陈平击毙 宋思瑶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平 他没想到 陈平居然可以那么持久 一头接着一头蜥蜴怪倒下了 但是陈平都没有倒下 少女不禁在想 那个玉雪儿战的少年 没有极限的吗 碰 又是震天巨响 最后一头蜥蜴怪 被陈平打爆了脑袋 摇摇欲坠地倒下 四周躺满了蜥蜴怪物的尸体 十七头蜥蜴怪 一整队的怪物群 全军覆没 少年站在尸体的中心 浑身白气缠绕 双拳不停滴落鲜血 陈平的身上同样沾染着血液 黑色的 红色的 将他干净地笑服染得污秽不堪 就连脸上都满是血污 但是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却无比的明亮 少女对灵魂很敏感 恍然间 他似乎都从少年的眼眸中 看见了熊熊燃烧的凤凰 耀眼不可直视 尊贵不可侵犯 他心中再度被触动 但突然间 他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脸色又有了变化 陈平 小心 又有怪物来了 怪物来了又如何 捶他就是了 陈平这个时候 战役无法强烈 根本不怕蜥蜴怪 这一次 怪物不一样 宋思瑶急声提醒到 是更加强大的怪物 陈平文言心头一领 就在这时 白雾已经被破开 三头蜥蜴怪出现在眼前 这三头蜥蜴怪体型只有两三米 但是皮肤表面密布着血色的纹落 背部还有一个个密密麻麻的血色晶体凸起 散发出赤红的光芒 危险的气息笼罩了陈平全身 陈平知道眼前这三头怪物 跟其他怪物的确不一样 禁区怪物是有等级的 从一星怪物到九星怪物 这种怪物等级 跟灾难等级的恶兽级 评定标准不一样 因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禁区怪物 理论上就是九星怪物 此前陈平面对的蜥蜴怪 只是禁区中最常见的怪物 也就是一星怪物 而眼前这三头血色晶体蜥蜴怪 明显高了一个层次 绝对是二星怪物级别 一星怪物大概相当于一位普通的地级觉醒者 二星怪物则至少是地级觉醒者巅峰级别的威胁 普通地级觉醒者遇到只能逃跑 我才突破觉醒等级 就给我提升了怪物套餐 陈平苦涩的开口 却发现眼前其中一头蜥蜴怪的腮帮突然鼓起 他脸色骤变 急忙快步一动 那头蜥蜴怪张开了嘴巴 嘴里喷出一道长长的火蛇 幸好陈平躲得快 火蛇烧在地面上 烧出了一道长长的焦黑轨迹 陈平只感觉有灼热的气流扑面来 还未来得及做些什么 另外一头蜥蜴怪背部的血色晶体再度亮了起来 张嘴又是一喷 陈平再度狼狈地快速躲避 衣衫还是被火焰扫中燃烧了起来 他急忙扯下自己的校服 露出了上半身剑撞修长的身材 这群怪物不生吃人 该烤人了 陈平紧皱着眉头 感觉更加麻烦了 一条条火蛇喷吐而出 他依靠路上的树木作为掩体躲避 甚至都无法近身 一颗颗树木被火蛇烧得燃烧了起来 战场上四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烈火 三头血精蜥蜴怪眼含凶煞 一边喷火一边逼近 宋思瑶传言给陈平 我可以瞬间控制两头蜥蜴怪 让他们失了痣 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吗 陈平一听当即大喊 可以 陈平猛地从一个掩体中窜出 速度极快 其中一头血精蜥蜴怪健壮 当即对着陈平喷火 陈平以极限身法 躲过了这头蜥蜴怪的喷火攻击 但随后 是其他两头血精蜥蜴怪 对着他鼓起了腮帮 就要将陈平烧成焦炭 躲在白雾中的宋思瑶 猛地瞪大了双瞳 从眼瞳处飞出两枚虚幻扭曲的光 射中了那两头正在蓄力进攻的血精蜥蜴 两头血精蜥蜴在这一刻 双瞳迷离 表情茫然 仿佛突然失了痣 碰 地面崩裂 陈平猛踩地面 身子犹如箭矢射出 冲至了其中一头蓄力的血精蜥蜴的前方 猛地一拳击中了血精蜥蜴的头 血精蜥蜴的头爆炸了 积蓄的火焰 从血精蜥蜴的头颅处爆开 草 陈平双瞳剧烈收缩 猝不及防被炸中 整个人都被炸飞 强大的冲击 让他再度吐出一口鲜血 灼热的烧伤感蔓延全身 若非他的肉身已经堪比铁皮 仅仅这一次爆炸 就可以将他炸死 陈平 宋思瑶惊声开口 这个时候 另外一头血精蜥蜴怪 已经回过神 张嘴对着陈平就是一喷 陈平强忍着剧痛 翻滚身子 火蛇擦身而过 他万万没想到 趁着机会 打爆一头血精蜥蜴怪的脑袋 会引起爆炸 战场上瞬息万变 陈平算是真切体会到了 就是这样一个意外 便让他闲死还生 战局彻底逆转 又有火蛇喷吐而来 可怕的高温灼 烧着周围的空气 陈平连起身的机会都没有 火焰就已经冲至面前 电光火时间 地面上的陈平 张开了嘴巴 好 金色的能量喷涌出 两股能量在空中碰撞爆开 掀起灼热的狂风 又开始放波了 宋思瑶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金色能量威力 比火焰吐息还强 居然击溃了火焰 粗暴地轰在了血精吸益怪的头上 将血精吸益怪轰得惨叫着倒退 陈平抓住机会 翻身而起 一个剑步近身 又是一拳重击血精吸益怪的头颅 将对方的头颅打爆 这一次 血精吸益怪没有爆炸 看来陈平赌对了 血精吸益怪只有在蓄力吐息的时候 攻击头部才会爆炸 最后一头血精吸益怪愤怒地朝陈平喷火 陈平躲在另外一头吸益怪的尸体后面 把尸体当作掩体 剧烈地喘息着 已经极度疲惫了 但不妨碍他的脸上浮现笑容 因为他知道 这一战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 三头血精吸益 他可能还会感到棘手 但是现在只剩下一头 看老子不打爆你的狗头 可就在这时 宋四摇焦急的声音传来 陈平小心 又有一大群怪物过来了 陈平 话音一落 一头头吸益怪物就从白雾中走出 有普通的吸益怪物 有血精吸益怪物 仅仅是目光之所及 就有二十多头 他们吸着鼻子 咧着嘴巴 口水不停滴落 疯狂嗜血的目光扫射着战场 在浓郁的雾气深处 似乎还有一团团黑影在攒动 在逼近 那是怪物们的身影 从这一幕就可以判定 怪物的数量不止二十多头 陈平整个人都软了 眼神中第一次出现疲惫和绝望 怎么回事 有完没完了 他这是捅了妖怪窝了吗 一头头吸益怪物 从白色迷雾中走出 目光之所及 密密麻麻的一片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体会得到陈平此刻的绝望 拼尽全力 干掉一个怪物群 来了一个绝地翻盘 又好不容易创造了机会 可以反杀灭掉三头两星怪物 结果呢 浑身伤痕累累的他 甚至都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迷雾中居然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怪物群 他们的规模更加庞大 而且还是一星怪物 和两星怪物的混合编队 陈平绝望了 有种坠入深渊 不停被折磨的感觉 白色迷雾里到底 藏了多少怪物 怪物群根本留给他抱怨和反应的时间 一头头吸一怪低吼一声 便面目猙獰地扑向他 血齿密布的大嘴 锋利的爪子 喷吐的毒液和火蛇 陈平有种陷入了天罗地网 无法躲避 也无法抵抗的悲壮感 正 金属的锐明华破云霄 一道黑金色的旗帜 突然坠在陈平的面前 刺穿了水泥地板 陈平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勾勒着大量符纹的旗帜 惊声道 震旗 哄 旗帜符纹亮起 释放出可怕的能量 直径十米的蓝色光幕 冲天而起 一头头吸一怪物 撞在蓝色光幕上 犹如壮中坚不可摧的墙壁 一个个坠落地面 至于那些火蛇和毒液攻击 也统统撞散在光幕之外 一个身穿轻衣的男子 身形飘逸地从天空落下 踩在阵旗上面 一手捏印 一手捏着一道闪耀着灵光的符露 蛆蛆小怪 鞍赶造刺 锁 随着他的一声轻斥 浮路中暴射出数十道灵光锁链 那些灵光锁链 如同一张巨网般 将全场蜥蜴怪的身体都给缠绕 捆绑 让他们难以挣脱 一招控全场 这个时候 又有好几头体型硕大的蜥蜴怪 从迷雾中冲出 越过了锁链封锁 好似蛮牛般朝光幕冲撞而去 轰隆隆地撞击 震得光幕剧烈晃动 进攻的是几头浑身布满黑甲的蜥蜴怪 体型也达到了四五米的级别 他们释放着强大的气息 绝对是二星级的怪物 摩托车的轰鸣声响起 一个身穿皮衣皮裤的女子 骑着火红色 犹如怪兽般的摩托 破开迷雾 猛的一个甩尾 摩托的排气筒 居然带上了一片赤烈的火焰 呈扇扇形撞中了其中一头黑甲蜥蜴怪 那摩托车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蜥蜴怪的黑甲 居然都被撞碎 庞大的身躯 都被撞得飞向空中 身体更是爬上一大片的火焰 在空中就被烧成了焦炭 小心背后 陈平看见女子身后 有一头黑甲蜥蜴怪猛袭而来 然而长长的黑发狂舞 又有一道高挑的身影 出现在了摩托女的身后 她穿着简单的白T恤 热裤下那匀称圆润的大长腿 猛被一个高踢上扬 踢中了扑来的黑甲蜥蜴怪 也不知那那一脚 到底蕴含了多强大的力量 居然将那头体重数蹲的 黑甲蜥蜴怪 都给踢飞了十几米 白雾中 那高高扬起的腿 泛着白玉般的光泽 又白又直 完美无瑕 陈平一时间都看待了 好腿 女子身手极其敏捷 一双大长腿 仿佛就是最强大的兵器 直接将那几头黑甲蜥蜴怪 踢得铠甲崩碎 血肉横飞 活生生踢死了几头黑甲蜥蜴怪 好 一头头蜥蜴怪剧烈挣扎 想要振脱灵光锁链 大刀拖行的声音出现 有一个青年男子 明明身材比较瘦弱 但是手中却拖行着一柄 比人还要长的大砍刀 浑身契机一沉 然后化作一道道 极为霸裂的刀光 在黑甲蜥蜴怪中来回穿梭 哗哗哗 刀锋锁过之处 血肉横飞 一头头蜥蜴怪坚硬的皮肉 被轻易地破开 骨骼都被硬生生地斩碎 身躯或是断裂成两截 或是直接被斩首 好帅 陈平看得满脸渴望 那青年男子的刀法 极其地干脆利落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战场的蜥蜴怪 就都被团灭了 龙玉刺目的血腥味 弥漫整片空间 数十头蜥蜴怪的尸体 堆积在四周 看起来极其惨烈 陈平知道 眼前这群人很强大 至少比现在的他要强大得多 好了 怪物都解决了 控制着正齐的男子 收回正齐 笑盈盈地走向陈平 你好啊 同学 我们是南腾市特殊事件处理局 C级觉醒小队的成员 请问 你是哪个觉醒大势力的人 男子笑着问道 啊 我吗 我没有加入觉醒大势力 我只是一名南腾市高中的普通学生 陈平愣了一下 开口解释道 普通的高中生 拖着大砍刀的男子走过来 看了一眼四周蜥蜴怪的尸体 面露匪夷所思道 普通高中生 能够打死那么多头蜥蜴怪 而且蜥蜴怪都是脑门遭受重创 没有一头蜥蜴怪的脑子是完整的 这是什么特殊癖号吗 骑着摩托的女子笑盈盈地开口道 他摘下头盔 露出了头盔下那娇美可人的面容 陈平听到这话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他也不知道蜥蜴怪的弱点是什么 但打头部总归不会太错吧 我看了一下 这位小兄弟是个地级巅峰觉醒者 穿着白色T恤的女子 迈着大长腿走来 眼瞳深处绽放出神秘的金光 缓缓开口道 才地级觉醒者 天哪 地级觉醒者 能干掉那么多禁区怪物吗 还有几头二星怪物呢 一众队员似乎都极其惊讶 纷纷将目光转向陈平 人才啊 看那充满力量感的身材 嘖嘖嘖 陈平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都被他们认真盯着 变得更加不好意思了 他现在上半身还没有衣服呢 那些女人这样看自己 礼貌吗 不过 他还是快速回过神 郑重地向眼前等人表示感谢 多谢你们出手 不是你们及时赶到 我很有可能已经死了 陈平开口道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大长腿美女摇头道 我们还应该感谢你呢 作为一个地级觉醒者 在我们赶来之前 居然杀了那么多禁区怪物 相信也救了不少人吧 好样的 美女似乎认可了陈平 还对陈平竖起了大拇指 那位女生也是觉醒者吧 她是你的战友 摩托女发现了 躲在白雾中的宋思瑶 陈平点头 对 她叫宋思瑶 宋思瑶有些忐忑地 从白雾中走出 哥哥姐姐们好 我是灵魂戏觉醒者 大长腿美女眼神一亮 灵魂戏 这可不多见啊 我们队伍就缺一个灵魂戏 宋思瑶有些害怕 躲在陈平后面 对了 我是队长 叫龙茬 那位拿到的猛男是秋无双 擅长布阵的是齐文猴 骑着摩托的美女是乔依依 大长腿美女热情地介绍她的队友 我们才破开禁区 节节进学校 初步判定这个禁区为覆盖型地级禁区 那么 现在你有什么情报 教学楼比较安全 刚刚才清理了一番上面的怪物 至于其他地方 陈平有些尴尬道 我一无所知 嗯 差点忘了小兄弟 你只是一个地级觉醒者了 龙茬也有些尴尬 随后挽救道 总之你能够守护一栋教学楼的安全 已经很了不起了 至于另外一栋教学楼的怪物 其实刚刚我们就已经清理了一遍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去破开禁区之河的 禁区之河是一个禁区的核心 它有可能是一头领主怪物 有可能是一件神秘的宝物 也有可能是某股怪异的能量 总之 它是一个禁区形成的关键 只要破开禁区之河 那么禁区中的种种诡异和神秘 就会消失 禁区怪物的力量也会大幅度削减 最后只要将怪物统统干掉 整个禁区也就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 找到禁区之河 并且将其破坏或收容掉 就是解决禁区灾难的最好办法 我发现了 齐文侯捏着一枚灵能波动强烈的浮路 双筒紧闭 似乎在赶知些什么 随后 他在迷屋中指向了某个方向 道 那个地方 能量波动最为强烈 禁区之河 很有可能在那个方向 好 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出发 龙茬点头道 陈平一听 对方要去破坏禁区之河 心情莫名的躁动 有些期待道 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去吗 觉醒小队的队员们 微微一正 龙茬转眸 看向那个少年 看着那个浑身是血 伤痕累累 眼眸却无比明亮的少年 沉吟了半声 点头道 行 你坐乔依依的车 陈平又有一声清脆的呼喊 从身后传来 宋思瑶站在原地 有些犹豫的看向陈平 小声道 去禁区之河太危险了 我可不可以留在原地啊 龙茬儿饶有兴趣的看着宋思瑶 道 人家D级觉醒者都不怕了 你一个C级觉醒者 居然会害怕 陈平文言震惊的转头 看向宋思瑶 什么 C级觉醒者 哎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宋思瑶后退了两步 有些心虚的看着龙茬儿 龙茬儿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笑道 用眼睛看出来的 你这点隐藏气息的小把戏 可瞒不了我 宋思瑶紧抿着唇半 小声道 我本来就不擅长战斗 去那边也没用了 而且我每次看见禁区之河 都会做噩梦 我真的不想过去 陈平心里又是一惊 什么叫每次看见禁区之河 这个少女还见过其他禁区之河吗 时间很紧迫 宋思瑶不走 众人也没办法 只好将她留在教学楼 陈平则骑上了乔依依那造型霸气的火红色摩托 小弟弟 你可要报警我了 被甩下去 姐姐可不负责哦 摩托车拧动 一声声油门的轰鸣 乔依依露出几分狂野的笑 陈平有些紧张 双手有些羞涩地搂着乔依依的小蛮腰 女棋手的腰都很细 但又格外的灵活有韧性 随着摩托剧烈轰鸣 她化作了一道火红色的光 破开迷雾 强大的惯性 差点把陈平给甩飞到后面 她再也顾不上矜持 双臂死死抱住眼前宛如水蛇般的腰肢 在迷雾中一路狂飙 轰隆隆 摩托车在校园狂飙 高速飙车的感觉 让陈平感觉到很刺激 情不自禁叫了起来 哈哈 怎么你那么胆小啊 像的娘们一样 乔依大笑起来 用力拧油门 整个摩托车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陈平哪里感受过这种级别的飙车 强大的加速度 以及各种离心力 让她感觉自己稍不注意 就会被甩出去 只能紧紧地抱着眼前女子的小蛮腰 因为贴得太近 她甚至都感受到了 女子身上柔软以及温度 飙车不可怕 可怕的是 前面还是一大片迷雾 看不清路 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敢飙车 在陈平看来 就跟找死差不多 但眼前这个女人 偏偏就这么做了 快 实在是太快了 陈平害怕地抱紧了乔依依 你就不怕撞到什么东西吗 不怕呀 乔依依一边轰着摩托 一边大笑 难道你有特别的方法 能够看穿迷雾 陈平恍然大悟道 不是啊 那是因为我的摩托耐撞 乔依依兴奋地笑道 陈平 这是摩托的问题吗 才说话间 乔依依突然身子一侧 摩托甩出了一个巨大的弧度 宛如神龙百尾般 撞向前面一头 突然出现了蜥蜴怪 碰 剧烈地撞击 蜥蜴怪被车尾撞得血肉崩裂 被撞飞了十几米 滚落地面就没气了 乔依依就像个肇事逃逸的女流氓 油门一拧 再度扬长而去 她开车开得很快 将几个队友都甩在了后面 只有负责指路的齐文侯跟不上了 她才会等一等 就是前面了 前面有极高的能量波动 齐文侯脚底缠风 快步跟上道 她是风水系的觉醒者 并不擅长战斗 但却对天地间的能量流动 地势的脉络 有着极为特别的感知 乔依依猛地来了一个急杀 陈平身子又不由自主地往前扑 撞到柔韧又有力的郊区 她有些尴尬地抬起头 看见迷雾中 那一根根白色的钢架结构 便脱口出道 学校的体育场 哦 原来是体育场吗 这样一个空间 倒是有些像禁区怪物巢穴的落脚点了 身后 龙茬迈着惹眼的大长腿 破开浓雾赶来 陈平并不觉得 她走得很快 但是每一步却能跃动十几米的距离 仿佛能够踏风而行一样 跟摩托车的速度相比 居然也不差很多 眼前这个体育场很大 并且是露天体育场 一节节的钢结构拔地而起 呈梯形分布的座位 可以容纳全校数千名师生 同时观看表演 龙茬并没有莽撞冲进去 而是先让齐文猴步阵 齐文猴步阵也很有意思 居然像小狗一样 踏在地面上 闻一下 然后闭一下眼睛 然后耳朵贴在地面上 紧接着 整个身体还在地面上滚两圈 最后眼冒金光 兴奋地开口道 我感受到了 陈平整个人都有些猛 这能感受到些什么 禁区能量的流动 以及地脉的结构 齐文猴简单地回答 随后将目光看向邱无双 开口道 我要去体育馆的最顶端 邱无双点头 一手提着比人还大的砍刀 一手抱住齐文猴的腰 纵身一跃 沿着那一根根钢架结构 居然跳到了体育场的最顶端 抓稳了 乔一突然开口道 啊 陈平一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摩托喷出炽烈火焰 强大的推进力 让陈平大叫起来 死死地抱住眼前的女子 不好 要撞上了 陈平看着眼前 越来越近的墙壁 尸声惊呼道 乔一双臂忽然用力 摩托车头高高扬起 轮胎压在墙壁上 快速转动 产生强大无比的摩擦力 以及吸扯力 居然带动着车体 以九十度的坡度 快速往体育馆上方攀爬 陈平在这一刻 感觉自己像是飞起来了一样 骑着摩托车冲天 龙茬淡淡一笑 双足猛地踏裂地面 身子如炮弹般直射天空 然后稳稳当当 地落在体育馆的顶端 俗话说得好 站得高 望得远 可陈平 站在体育馆的钢架顶端 望向前方 却是迷腻蒙蒙的一片 犹如站在云端之上 只能看见脚下 除此之外 什么都看不见 隐隐有怪物的低吼 在迷雾深处传来 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声响 齐文猴张开双臂 仿佛在感受些什么 很快 他就从后面的背包里 掏出一根根白色的镇旗 每一根镇旗上 居然都绑着几枚星原石 他徒手凝聚力量 在镇旗上面 刻画出一枚枚奇异的符文 然后带着激活星原石的能量 将镇旗抛向白雾深处 也不知抛去了哪里 是时候看看 这个禁区核心 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了 清风济月 扫出痴魅 破 天地忽悠 狂风怒卷 陈平看见堆积在前方的大量迷雾 突然间被狂风吹散了 他看见了几道光柱 从体育场的不同方位爆发 冲天而起 那是齐文猴抛下的阵旗 形成了一个法阵 招来了天地间的狂风 让整个空间内的浓雾 只能出 不能进 很快 整个体育场的浓雾 就都被驱散 陈平有种瞎眼症被治好了的感觉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清朗开阔起来 他看清了学校体育场内部真正的模样 呲 陈平情不自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发现 眼前这个体育场 密密麻麻的 都是蜥蜴怪 各种各样的蜥蜴怪 有普通的大嘴蜥蜴怪 有血精蜥蜴怪 有毒液蜥蜴怪 有黑甲蜥蜴怪 还双刀蜥蜴怪 还有极其肥大的双头蜥�蜴怪 蜥蜴怪密密麻麻的 足足有两三百头 两三百头怪物就这样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种压迫感和窒息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俯瞰下去 那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怪物海洋 陈平也终于知道 教学楼的同学们有多么的幸运 因为禁区核心在这里 其余蜴怪都是零零散散的辐射出去 教学楼那几头蜥蜴怪物 只不过是落单的怪物而已 禁区真正的恐怖 其实是在这里 陈平看见了在一群怪物海洋的中心 有一头蜥蜴怪极其庞大 并且双腿粗壮如柱 呈直立形态 蹲坐的时候 居然有十几米的高度 背后还有着小巧的蜴蜂撞双翼 浑身都涌动着血红色的能量 地面上有一条条血色的纹落 犹如血管般爬在他的身上 而他的气息也在缓慢的变强 陈平没有接近 仅仅是这样远远观看 都能感受到那头蜥蜴怪物体内 散发的强大的气势 这是蜥蜴恶龙 秋无双尘声道 四星禁区怪物 蜥蜴恶龙 乔一的表情也变得凝重了几分 龙茬双手抱胸 冷笑道 看来情报有误呢 这个白雾禁区 明显已经达到C级禁区的门槛了 蜥蜴恶龙应该还在发育期 若是让他完全成熟 那这白雾禁区 就是一个完整的C级禁区 陈平愣了一下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其余四位队友 都默默地看了陈平一眼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干翻他了 龙茬嘴角微微勾起 浑身释放出强大无比的气势 这个禁区的核心很简单 就是那头正在不停变强的蜥蜴恶龙 只要将蜥蜴恶龙干掉 这个禁区就没了 很简单吗 陈平看着体育场那密密麻麻的怪物群 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唾沫 如此多的怪物 真的是他们几个人能够处理的 才生出这个念头 身侧已经传来异动 龙茬居然对着下方的体育场 纵身一跃 阳光下 那道背影曼妙无比 又极其富有力量感 他就这样直直地坠下下方的怪物群 毫无畏惧之色 龙牙小队所有成员听令 给我上 秋双哈哈一笑 拖着大刀跟着队长纵身一跃 火红色的摩托车 轰鸣响彻整个体育场 从上俯冲而落 快速冲向怪物群 啊 我还没上车呢 陈平看着一骑绝尘地的摩托车 离他而去 神色焦急且遗憾 下方 数百头吸一怪一时 让人悚然地嘶吼 快速朝敌人冲去 轰轰轰 爆炸般的碰撞声接连响起 龙柴正面冲向怪物群 斗战技法极为精妙 一拳一脚都蕴含极为可怕的力量 凡是被他打中的蜥蜴怪 无论是一星还是二星 身体都是直接爆开 一拳一个小怪物 秋无双的大刀快速挥舞 在战场上 闪过一道道风锐无双的刀光 陈平甚至都难以捕捉他的身影 只能看见一道道锐利的白光闪过 然后蜥蜴怪的身体 就被斩断成两截 没有例外 乔依依骑着摩托车 整个人和摩托车 居然都笼罩了炽烈的火焰 犹如一道火红色的野马 犹如最锋利的刀刃 凡是被撞到的蜥蜴怪物 彤彤粉身碎骨 轻而易举的 就凿碎了蜥蜴怪物的冲锋阵炼 他就像是驰骋在大草原上 放荡不羁的野马 没有任何怪物 能够挡下他的脚步 明明下方 好 突然 一声龙吟响彻云霄 陈平从内心深处 涌现一股悸动 他看见龙茬身形 如游龙般直冲进区核心 蜥蜴恶龙 一道龙形能量横扫战场 数十头挡在龙茬前方的蜥蜴怪物 统统被这股能量横扫粉碎 狂暴的能量 甚至化作飓风 刮得陈平脸颊生疼 一路上的大地 都因此撕裂出了一道龙形裂痕 陈平一脸震惊地看向那个身影 一旁同样在吃瓜的齐文猴看着战场 眼神中颇有些骄傲之色 缓缓道 我们的队长 可是匠神系觉醒者 毕级匠神系 毕消神龙 匠神系的毕级觉醒者 陈平瞳孔微微收缩 脸上再度浮现惊讶之色 怪不得龙茬看起来那么强 原来是毕级觉醒者 那岂不是跟他解一个级别的觉醒者了 匠神系觉醒者的境界分为感神 寝神 御神 集神 化神 以及传说中的天神 六大境界 每一位匠神系觉醒者 都可以称为神明的使者 可以借用神明的力量 而且每一位匠神系背后的神明 都有可能不一样 神明毕消神龙 陈平也有所耳闻 他被公认为匠神系觉醒者中 排名前十级别的神明 一旦踏入欲神境界 就算在毕级觉醒者中 也绝对是佼佼者 轰隆崩 龙茬犹如一头暴龙般 肆虐着战场 体育场的地面一片片地崩坏 四周吸一怪虽然很多 很残暴 但是连进他身都做不到 陈平看着那让他赞叹的大长腿 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随便一记鞭腿 就能踢得树蹲中的蜥蜴怪 飞向天空 没腿虽好 但陈平想象了一下 他若是硬抗这样的腿 没十天半个月 也下不了床 B级觉醒者 恐怖如斯 咦 不对啊 龙茬是B级觉醒者 你们怎么会是C级觉醒者小队 陈平一脸疑惑地 看向身旁的齐文猴 你在想啥呢 只有小队中的所有成员都是B级觉醒者 才能被评为B级觉醒小队 像我们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南腾市 B级觉醒小队也才三个 齐文猴摇头笑道 不过吗 我们虽然是C级觉醒小队 但却是南腾市15个C级觉醒小队中最强的一个 体育场上 传来乔依依嚣张的大笑声 第二形态 红连夜火 他骑着摩托车 突然高高跃起 坐下的摩托车 一条条赤红的纹路显现 爆发耀眼红光 一向天空包裹了女子那火爆的身材 卡卡卡 金属的碰撞与交合 乔依依变成了身披火红铠甲的战士 十几个炮管在他的手掌 肩膀 膝盖 胸口 冒出 突突突突突 火蛇喷吐 密集的子弹横扫战场 一头头蜥蜴怪物重弹 血肉飙射 被打成了筛子 火红铠甲战士胸口 更是射出了几枚导弹和能量炮 轰轰轰 体育场爆开一团团毁灭的能量 水泥地板粉碎 烟尘弥漫 一群又一群的戏怪被轰得七零八落 惨叫连连 卧槽 陈平看得眼睛都直了 眼神中顿时绽放出金光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钢铁侠 齐文侯笑着解释 乔依依 万物系战斗型B级觉醒者 南腾市赫赫有名的大链气师 那摩托车就是他的本命器物 红莲 陈平深吸了一口气 居然又是B级觉醒者 红色铠甲战士横扫战场 双瞳喷出炽烈的能量光束横扫 又是树头蜥蜴怪被能量光束射中 身躯顿时被融成了两截 断裂面还流淌着赤金液体 瞬间浇黑了伤口 可见其温度之高 陈平又有些期待地 看向邱无双和齐文侯 你们俩 难道也是B级 齐文侯摇头 怎么可能 那样 我们这个小队 也是B级觉醒小队了 邱无双是元素系C级巅峰的觉醒者 我是风水系C级巅峰觉醒者 哦 陈平若有所误的点点头 你们队伍 有点阴盛阳衰啊 齐文侯脸瞬间垮下去 有些忧怨地看了一眼陈平 脸皮轻微抽搐着 想要反驳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体育场中心爆发出一声龙之咆哮 蜥蜴恶龙愤怒了 双翼伸展开来 一股强大无比的能量膨胀扩散 形成了深红色的能量冲击波 杀至前方的秋无双 被这股冲击先飞 龙茬却一拳震碎了前方的冲击波 对着前方的蜥蜴龙 意识一声龙吟 这一声龙吟极具冲击力 反向压制了蜥蜴恶龙的咆哮 恶龙的嗓门 甚至盖不过一个娇滴滴的大美女的嗓门 蜥蜴恶龙周身的红色能量 极具收缩 汇聚于口 对着龙茬就是一喷 赤裂的血色能量喷不而出 照亮了整个体育馆 龙茬不躲不避 袖拳紧握 大长腿后撤弯曲 一条虚幻的白色神龙 似乎缠绕着他的身体 悬身对着前方的蜥蜴恶龙 就是一拳 庞大的力量从拳头中爆发出来 化作一条强劲的白龙虚影 撕裂了前方赤裂的红色能量 然后打在蜥蜴恶龙的头部 轰隆 拳劲爆开 蜥蜴恶龙被白龙虚影撞得头破血流 惨嚎一声 庞大无比的身子朝后仰去 龙茬逼至蜥蜴恶龙的身前 圆润笔直的大长腿 猛地踢中蜥蜴恶龙的腹部 大长腿上弦侧踢 强大的力量瞬间引起了环状冲击波 蜥蜴恶龙那坚硬肥大的肚皮快速凹陷 然后荡起一圈又一圈剧烈的连衣 随着蜥蜴恶龙的一声惨嚎 十几米高的蜥蜴恶龙 居然被一脚踢地飞向了天空 龙茬浑身缠绕着虚幻龙影 真如龙腾九天般 跟着飞上去 然后就是一套极其华丽的连招 龙爪 龙肘肌 龙撞手 龙甩尾 一道道扭曲的白光爆开 蜥蜴恶龙全身都被龙茬 以极为强悍的攻势横扫了一遍 最后 龙茬飞至蜥蜴恶龙的上空 旋转着身子 又白又长的眉腿高高扬起 虚幻的龙影 在腿部化为俯瞰人士的龙手 陈平看见了一条白龙坠落大地 将大地都给撞得四分五裂 蜥蜴恶龙的头颅爆开 身躯重重跌落地面 陈平看见那头强大无比的恶龙 就这样活生生被踢死 眼神中的惊艳之色更甚 这一脚踢下去 居然还能踢出一条龙 好帅 这就是降神系强者的能力吗 陈平莫名的有些羡慕起来 他此前借用神明力量的时候 觉得B级觉醒者也不过如此 可是现在 以自身的力量去感受B级觉醒者的力量 却能够感受得到对方那实质性的压迫感 以及那极其之大的实力差距 想到这里 陈平因为实力快速提升 稍微有些飘飘然的心态 顿时消散不见 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摆脱神明的控制 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啊 他还需要更加努力 努力通过自身的实力 去解决七位神明的夺舍危机 蜥蚁恶龙陨落 陈平发现 整个禁区仿佛失去了什么支撑 天地间笼罩的大片浓郁白雾 开始消散 活动在禁区范围上的所有蜥蜴怪物 都慌乱无主 发出一阵阵悲鸣 陈平甚至能够感知得到 体育场上的所有蜥蜴怪物 实力都弱了一大截 估计实力只剩原本的六七成 龙牙觉醒小队的成员 以更加凶悍的态势 横扫战场 无论是乔一一的红莲夜火 还是龙茬的攻击如龙 都给了陈平极大的震撼 他们就像战场上的战神之花 肆意绽放着 攻击方式眼花缭乱 而且又无比的强大 一头头在陈平眼里 很可怕的蜥蜴怪物 像被割草样陨落 陈平突然很羡慕 其他系的觉醒者 他们战斗起来 比他这种只知道肉搏的 金刚系觉醒者帅太多了 很快 整个体育场的怪物 就被清理干净 龙茬从蜥蜴恶龙的心脏处 掏出了一枚闪耀着红光的珠子 哟 找到好东西了 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龙桌 不仅是四星龙怪能量结晶 而且蕴含了禁区之河的力量 龙茬兴致勃勃地拿起红色珠子 放在太阳下 比对 面露惊喜之色 陈平同样满是好奇地 看向那枚珠子 在禁区中 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神奇事物 而有一些神奇事物 能够被称为灵物 有的宝物能够被称为天才地宝 那些东西都是炼器炼丹 乃至修炼的上好材料 而跟禁区之河有关的宝物 其价值更是高到不可估量 并且越是高级的禁区 跟禁区之河有关的宝物 价值越高 一年前 下国的魏东海 就是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A级禁区的禁区之河 须弥神珠 这才成功踏入了 S级觉醒者的超限境界 在全世界范围内 引起了轰动 现在 这枚血色龙珠 只是C级禁区中 有关禁区之河的产物 论价值 跟须弥神珠 肯定没法比 但是跟禁区之河 相关的宝贝 就是牛逼 就是比一般的天才地宝要厉害 所以 龙茬才会如此高兴 哈哈 就一个破珠子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哼 烦人的愉悦 陈平的脑子里 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什么又出现了 陈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开口试探道 哟 一群缩头乌龟 现在知道出来了 气死我了 何为缩头乌龟 无奈未来世界之王 无据任何事情 就是就是 陈平老哥 你说这话 老子可不爱听了 小平 你妈谁呢 众神明果然被激怒了 陈平眼眸眯起 开口道 那你们倒是说说 怎么我一进入禁区 你们就都没有声音了 难道不是因为害怕了 这当然是因为原因特殊了 不错 因为特殊原因 我们无法说话 陈平追问 什么特殊原因 不可说 不可说 说这种东西因果太重 我怕你承受不住 平平 听妈妈的话 收了这念头 知道了这种东西 对你没好处 众神明涉及到这个问题 口径倒是统一起来了 都变成了谜语人 陈平显得很生气 你们口口声声说 把我当家人 我在禁区中差点死了 你们居然连声都不吭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家人吗 什么 你差点死了 啊 哥哥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妹妹我可担心你了 不过哥哥千万别误会 我们真的不是不关心你 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 对对对 虽然知道你有危险 可是禁区实在太特殊了 我们无法借力量给你啊 不管怎么样 你没事就好了 众神明纷纷表达自己 对陈平的关心 陈平却敏锐地发现了 一个新的情报 认真分析他们的话 可以知道 除了神明因为某种原因 无法在禁区中出手之外 在禁区中 他们还对他所遇见的事情 一无所知 他们并不是不能说话 而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才是重点 禁区能够隔绝 他跟神明之间的联系 陈平不动声色地 将这个重大发现记下 对了 平平 我们还要恭喜你呢 恭喜你又变强了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主人 潜力非凡啊 哇 这些神明似乎变性了一样 居然开始夸起了陈平 大概是要将陈平的注意力转移开 但他们又哪里会知道 陈平对于每一个神明的话语 都极其重视 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神明话语中的细节 禁区被迫 迷雾散开 剩下的就是清理散落在禁区各个地方 零散的一些禁区怪物 校园一下子涌入了大量 鹤枪实弹的武装人员 枪声响起 一头头怪物被子弹射入身体 惨嚎着倒地 低级禁区怪物 对于热武器并没有多少抵抗能力 很快就被子弹射穿身体 无力地倒落在在血泊中 接下来的扫尾工作 普通的武装人员都能够处理 陈平看着一个个得救疏散的师生们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他开始跟着龙牙小队的成员 离开体育场 陈平同学 你的表现很不错 我们龙牙小队 讲究的是赏罚分明 这枚龙精 还有这十枚星元石 就当做是对你此次任务的奖赏了 龙茬手镯光芒一闪 好像变戏法般 从手镯中掏出了一枚血红色的龙精 以及十枚星元石 这 谢谢 十分感谢 陈平有些惊喜地接过龙精和星元石 十枚星元石 虽然相对于他 姐姐给的几百枚星元石差距有点大 但好歹是他凭自己的实力 赚的第一份工资 这种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至于血红色的龙精 是从蜥蜴恶龙身上掏出来的第二种宝物 总共才十枚龙精 龙茬就大方地给了他一枚 龙精内蕴含特殊的龙血精华 算得上是一件灵物了 对修行的帮助也很大 一头四星级禁区首领 浑身是宝 其实觉醒怪物也是如此 可惜了 陈平此前借用神明力量 产出强大的觉醒怪物的时候 完全没想过拿走些什么东西 稍微一用力 怪物就死得连渣都不剩 现在想来也是遗憾 好了 陈平同学 任务已经结束 我们就先到此了 龙茬笑着跟陈平道别 轰隆隆 乔一骑着摩托车 开到陈平的面前 明眸轻眨 笑道 陈平弟弟 还想要骑姐姐 等摩托吗 啊 陈平被说得愣了一下 看了一下乔一骑着摩托 臀儿微翘 身子前倾的模样 脸都不由得一红 那性感妖娆的身材 仙妖大长腿 鹅蛋脸上有几分肉感 满满的胶原蛋白 桃花眼笑着弯起 格外的妩媚勾人 陈平这种笑原青涩小男孩 哪里经得起姐姐的这番撩拨 乔一一看见陈平那 有些手足无措的模样 笑得更加开心了 眼神在陈平那 健壮的上半身上扫了一眼 道 想要骑姐姐的摩托 就好好修炼吧 如果你有幸晋升 C级觉醒者 就有机会加入 我们龙牙小队哦 刚好我们龙牙小队 也缺一个人呢 陈平这时候才想起来 一般的觉醒小队 都是五个人一组的 咦 你们是C级觉醒小队中的最强 怎么到现在只有四个人啊 陈平好奇起来 可是提及这个问题 不知为何 整个队伍的气氛 顿时就变得沉重了几分 就连乔一一也不笑了 有些尴尬的看了龙牙眼 陈平暗叫不妙 似乎踩到雷了 算了 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情 龙牙开口解释道 我们有一个队员 方子明 在两个月前的一次任务中 牺牲了 对不起 陈平有些抱歉的 看向龙牙等人 龙牙笑着摆摆手 没什么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做的事情 本来就充满着危险不是吗 死亡 我们见过太多了 陈平心里有些沉重 他之前看见龙牙小队的完美配合 以及强大的战力 都不由自主地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 觉醒者小队的战斗 是会死人的 而且 死人这种事情 极其常见 未知的觉醒怪物 突然降临的恐怖禁区 有时候为了避免 更多无辜民众的伤亡 特殊事件处理局的觉醒者们 往往都会争分夺秒地去营救 去迎战敌人 很多时候 他们准备的都不够充分 时常会错估自己的敌人 到底有多可怕 南腾市特殊事件处理局的战斗人员 绝对是一个高危职业 可在这个充满动荡的大觉醒时代 依旧有不少觉醒者 选择去做这一行 好了 虽然当时的确很通心 但人总要向前看的 龙茬反过来安慰陈平 笑道 你看 现在我不就找到一个合适的队员人选了吗 你一个地级巅峰 就能在危难降临的时候 拼死干掉二十多头西翼怪物 有实力 有担当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如果你对守护南腾市感兴趣 那么等你真的晋升C级觉醒者后 我们一定会来找你的 龙茬满是欣赏的看向陈平 并且给出了承诺 陈平第一次平实力 被其他觉醒强者称赞与欣赏 心里同样感到激荡万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齐文侯却凑到陈平 小声开口道 陈平同学 你先冷静一下 别受了我们队长龙之演讲的鼓动 要知道我们那位牺牲的队员方子明 他就是皮操若厚的金刚戏绝醒者 嗯 陈平瞪大了眼睛 脸皮微微抽搐一下 果然冷静很多 齐文侯 你到底哪边的 龙茬握紧拳头 就是一拳 哎呦 我觉得我们未来的队员 要有知情拳 这有错吗 我不管 你就是诚心的 你还讲不讲道理了 我的拳头就是盗脸 扑扑扑 哈哈 齐文侯一下子被揍成了猪头 被揍成猪头后的齐文侯 还不忘伸出倔强的手指 颤颤微微的指向那位脾气暴躁的女子 对着陈平道 看 这就是我们的队长 你 龙茬气得胸脯一股 怒气荡漾 陈平看着龙牙队员们的互动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种感觉 好像也挺不错 蓝藤市高中覆盖型禁区灾难 代号 迷雾蜥 等级 C级 三星 顶 核心 四星怪物 蜥蜴恶龙 伤亡情况 65死 267伤 处理人员 特殊事件处理局 龙牙小队 处理结果 成功毁灭禁区核心 灾难清理完毕 特殊事件处理局的指挥中心 身材高大 浑身惊灿的向知秋 正表情沉默地看着上传的第一手资料 向队长 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吗? 一个长相儒雅的中年男子走来 王处长 向知秋看见来者 颇为恭敬地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继续将目光头像到手的资料 语气凝重道 不知为何 南藤市的觉醒灾难在逐年上升 不仅是南藤市 我们聚省的觉醒灾难都在逐年上升 王处长摇摇头 这次禁区降临灾难 虽然级别不高 但是发生在校园这种人员聚集的地方 造成的伤亡还是很可怕 接下来的收尾与安抚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好 向知秋点点头 又拿出一张照片 咦 这是 汪处长看着照片中的少年 莫名的有些眼熟 这就是我此前说过的那个学生 陈平 他是金刚戏绝行者 正因为有他在禁区降临的时候 及时出手 镇杀了二十多头西医怪物 这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损失 恍然大悟 笑着点头 不错不错 仅仅是地级觉醒者 却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哪 他就是你之前怀疑 是南腾式守护神的那个学生吧 现在看来 这个怀疑可以消除了 毕竟 若他是南腾式守护神 就没聋哑小队什么事了 南腾式高中 也不会出现这种级别的伤亡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推倒的逻辑 基于七神的实力 以及人品 做出的最简单的判断 向知秋还在看着那张照片 那是一个少年的身影 校服还染着怪物的血液 一双金属铁拳冷冽坚硬 双眸更是充满着果断与坚硬 这是一个学生偷拍的照片 那眼神 看不见丝毫的犹豫与退缩呢 向知秋作为金刚系的极限觉醒者 此刻脸上居然浮现出几分欣赏 汪处长 你知道吗 嗯 汪处长好奇地看向向知秋 却发现向知秋的脸上 居然浮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好奇 与探索的欲望 觉醒者管理局的人 昨天才对陈平进行觉醒能力的调查 这位陈平同学 几天前还是地级觉醒者初期 话音一落 汪处长呆滞在原地 整个指挥中心都变得无比的安静 夜空成亮 繁星如海 满身疲惫的陈平回到了温暖的房子内 他浑身都是伤 并且体内力量也十分的枯竭 每一寸肌肉都无比的酸痛 这是高强度战斗后的后遗症 不过没有关系 陈平发现自己的体质比较特殊 靠吃就能补回来 为了犒劳自己 这一次他点了二十只烤鸡 外加两百个汉堡 快递小哥满脸惊恐地 用一个小推车 将二十只烤鸡 以及两百个汉堡 放在陈平门外 透过门缝隙 还能看见一个赤裸着上半身 浑身是伤的男人 正露齿一笑 用和善的目光 看着门外的自己 哎呀 您的外卖到了 告辞 快递小哥下的浑身一个机灵 顿时落荒而逃 陈平怂怂间 将所有外卖搬入房间 愉快地享用晚餐 不得不说 当一个人消耗过大的时候 饭量都比以前要大了 他怒吃两百个汉堡 以及二十只烤鸡 也仅仅达到七分饱的程度 体内有一股股暖流涌动 快速帮他恢复着 消耗的能量以及伤势 一些被禁区怪物撕裂的伤口 在暖流涌动下 滋滋作响 快速结痂 有浅显一点的伤口 甚至连血痂都开始脱落 露出里面白皙滑嫩的皮肤 恢复速度真快啊 我这体质真的是金刚戏吗 陈平心底有些惊讶与好奇 他没有过于纠结这种问题 而是拿出了十枚星元石 以及一枚龙巾 脸上浮现满足的笑容 这可是他的战利品 陈平轻车熟路地 吞噬了十枚星元石 他的修为获得了明显的增长 但还是D级巅峰的级别 D级觉醒者到C级觉醒者 不是靠星元石就能堆上去的 这是一个大境界的区别 也是一个大分水岭 有的人无论吃多少星元石 都无济于事 会永远被卡在D级巅峰 就像有的人能够觉醒 有的人却无法觉醒 这是个人资质极限的问题 想要从D级觉醒者 迈入C级觉醒者 天资卓绝的觉醒者 能够通过自身感悟与锤炼 通过自身努力去冲破这枝骨 有强大背景的觉醒者 能够通过磕破禁丹 或者通过修炼 某种极强的功法秘法 强行突破至更高的境界 有浮原滔天的觉醒者 可以通过吸收某种传承 聚到某处秘境 吸收机缘 进行非同寻常的突破 在大觉醒时代 想要往上走的路子很多 困难总比办法多 只要肯努力 或者不想努力 找个觉醒界的大佬阿姨 晋升C级觉醒者 还是很有希望的 陈平将思绪收敛 目光转向眼前的 这枚龙巾上面 龙巾属于修行类的灵物 在觉醒界价值不菲 用在修行上会有奇效 陈平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灵物 忍不住放在手里把玩 晶体并不硬 摸起来就像摸一个怪物的皮肤一样 富有弹性 他上网搜了一下 如何吸收龙巾 按照上面的心法提示步骤 开始吞噬龙巾 很快 一股极为强大的能量 就开始涌入他的体内 这股能量很不一样 如果说星元时的能量 就像温热的暖流 滋养全身的话 龙巾内部的能量 就像一条桀骜不驯的小龙 居然在内部疯狂地 冲撞着他的肉身 一次次的锤打 让他的血肉更加结实 让他的内脏更加坚韧 陈平感受到了非常奇妙的体验 甚至情不自禁的轻盈出生 当体内的能量 被消化殆尽的时候 陈平感觉浑身虽然有些痛 但是浑身都通透舒爽了起来 气血通畅澎湃 整个人非常的轻松和精神 吸收一次龙巾 相当于做一次美妙的大宝剑 这就是觉醒者的快乐吗 陈平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这波战利品 让他好好地巩固了一番 地级巅峰的修为 但是 假往前跨一步 还是很难 陈平也不心急 修行本来就是一件漫长的事情 他拿起桌边的小刀 对着自己的皮肤用力一滑 结果皮肤处只出现浅浅的白痕 根本割不破自己的皮 不是小刀不锋利 而是他的皮太硬 陈平知道 自己的皮肤已经拥有了铁皮的硬度 炼铁竞巅峰 肉身如铁 放在武侠世界中 那妥妥的 就是刀枪不入的境界啊 想到这里 陈平嘴角上扬的幅度更大了 他很开心 带起拳套 又兴奋地打了一套拳 这一打就是整整三个小时 打得连脑子里的神明都反了 连续打拳那么久 你就不无聊吗 陈平老弟 能不能打开电视 让我们看电视啊 凡人的努力 这样打拳是不能变强的 陈平脸一黑 那你说 怎么才能变强 把身体交给我 你会品尝到 凌驾于众生的强大 陈平呵呵一笑 算了 我只是个普通人 不想当神 说着 又继续打拳了 只不过打拳的时候 心情比较好 还是给那位一直喊他老弟的歌神 打开了电视 播放那个叫海贼王的动画片 这位歌神最喜欢看海贼王了 看完之后 动不动的就想当王 陈平也喜欢看 不过他喜欢的是海贼王的精神内核 一个普普通通的橡胶小子 向往自由 历经重重磨难 用最普通的橡胶能力 打败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敌人 从弱小的凡人 崛起称王的道路 每一次看见橡胶小子抗争强敌 陈平都会感觉到热血沸腾 身受鼓舞 你看 那么普通的小孩 那么普通的果实能力 不一样可以打败犹如神明般的怪物吗 橡胶小子可以 他也可以 他也想要让脑子里的神明 好好感受一下橡胶小子魅力 陈平一边打拳一边看 他已经看到最新一级 大大的标题出现在眼前 果实觉醒 人人果实患受重妮卡形态 陈平的脸突然一僵 他一边打拳一边看 看着剧情推进到最高潮 看见一个谜底揭开 那位从平凡少年 崛起成大佬的冒险家 吃掉的果实其实不是普通的橡胶果实 其能力实质 其实是太阳神尼卡 橡胶小子不是凡人 他一直都是神 陈平沉默了 脑子里的神明也沉默了 陈平在这一瞬间 有种想要用铁拳杂电视的冲动 但是他忍住了 陈平老弟 你看见了吗 你最喜欢的动漫 导出了世间的本质 神 才能站在世界之巅 脑子里的歌神 已经彻底振奋起来 陈平老弟啊 你想要成为橡胶小子吗 碰 电视机突然爆开 陈平的铁拳贯穿了电视机 发出滋滋火光 第二天清晨 南藤市高中 便恢复了正常的上课 只不过校园中 多了不少鹤枪实弹的战士 被禁区怪物破坏的楼房 也以极快的速度修补完毕 清晨的阳光洒落 整个校园干净明媚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这个灾难频发的时代 一次又一次恐怖的觉醒灾难 早就刺激了绝大部分人的神经 民众们对于灾难的接受程度 以及容忍程度都达到了最高 灾难降临在学生们头上 学生们只是觉得自己倒霉 觉得自己命不好 但又不会多想些什么 更不会惊恐不安到 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 当然 必要的心理辅导 还是需要的 今天的课程 全都是由心理老师 以及专家担任 负责开导学生们 陈平走入校园 发现一路上 都有学生将满是崇敬的目光 投向自己 一些女同学 更是眼含春光 低声热议 发现自己朝他们看过来 他们还会慌乱地转移视线 小脸烟红的 那位就是陈平学长吗 据说 他一拳一个蜥蜴怪 强大如战神 那可不 我可是听说了 他不仅把我们教学楼的 所有蜥蜴怪都震杀了 而且还孤身一人 挡在教学楼前面 将恐怖怪物洪流挡下 据说龙牙小队来到的时候 他脚下的禁区怪物堆积成山 死 这么猛的吗 据说那位沈迟也是觉醒者 但只敢躲在气才是不出来 就连宋思瑶那么柔弱的女孩子 都敢跑出来 跟陈平并肩作战了 觉醒者跟觉醒者之间的差距 怎么就那么的大 陈平从今往后 就是我的男神了 一路上 都有同学小声 热议着陈平的光辉事迹 陈平感觉自己 已经成学校的大名人了 品学兼优 能文能武 似乎已经没有了缺点 陈平还不是很习惯这种氛围 走到哪居然都有人瞩目 他走进教室 也不知是哪个大聪明带的头 居然鼓起了掌 随后 整个教室掌声雷动 陈平整个人都尬住了 只能挤出笑脸 跟全班同学打招呼 品哥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偶像 回到座位 同桌赵良 满怀激动地开口道 陈平甚至都能看见 赵良眼神中带着的亮光 那是崇拜的眼神 什么偶像啊 不至于 不至于 我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陈平肃然开口道 他才不想当偶像 当偶像又没钱 这一天陈平都过得非常不习惯 一天之内 收到了上百个好友申请 得到了几十份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还有各种女同学按送秋波 男同学自认大哥 现在的他 已经成为南腾市高中的顶流了 甚至有同学称 陈平为南腾市的南波湾 陈平是真不想那么出名 感觉都不能好好跟宋思瑶牵手走路了 一路上居然都有同学兴奋的热议与八卦 放学后 陈平牵着柔软的小手往前走 宋思瑶还有些不好意思 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陈平 我不是故意想要隐瞒的 主要是怕你会因此对我有了别的看法 宋思瑶小声地说着 漂亮的小脸有着愧疚和不安 陈平温和一笑 没事的 每一个人都有些秘密 我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 当禁区灾难降临 你依旧决定冒着极大危险 陪我并肩作战的时候 其他的一切就都不重要了 宋思瑶秋波荡漾 有些感动地看向陈平 不过我就是有些纳闷了 灵魂细思一级觉醒者 可是抢手的香波波 各大觉醒势力 便加入一个大型觉醒势力 无论是名声财富还是权力 都不是一个普通学霸所能媲美的 陈平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提到这个 少女可来劲了 伸出一根金银如玉的手指 一本正经道 你知道吗 一个灵魂细觉醒者的十年存活率 约然只有75% 但这只是表面 因为一个C级灵魂细觉醒者 危险系数是各大觉醒级别中最高的 他们的十年存活率只有60% 因为C级觉醒者 已经具备了基本强度的灵魂力量 应付诸多诡异的能力很强 所以绝大部分大型觉醒势力 都会把最危险最最不确定的诡异 让C级灵魂细觉醒者来干 所以 C级觉醒者死得最快 宋思瑶一本正经地跟陈平科普着 陈平嘴巴微微张大 发现根本没有理由去反驳 宋思瑶 还是那么怕死啊 或者说 C级觉醒者的他 好像变得更加怕死了 回到温馨的房子 陈平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姐姐还没回他信息 这都已经三天了 姐姐整个人就好像失联了一样 不过陈平倒也不会觉得特别奇怪 毕竟 到了姐姐 这个级别的强者 时不时进入一个没有信号的高级境区 时不时有所感悟去闭个关 一般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陈平已经习惯了 他调整了一下思绪 便继续挥汗如雨的打拳 在打拳的过程中 九阳真觉的熟练度越来越高 他发现 他还是很有打拳天赋的 九阳真觉 里面反傲深邃的真意 他一点就透 能够很快领悟 功法掌握也从入门级 逐渐变成了熟练级 陈平能够感受得到体内的气火 沿着经脉奔同不息 能够感受得到胸腔内的能量在快速击聚 随时可以化作嘴炮喷射出 九阳真觉是玄机中阶的战法 并且极其契合金刚细觉醒者 能够帮陈平以极快的速度提升自身的战力 别的不说 陈平觉得自己在同级别觉醒者中肯定算强的 地级巅峰的觉醒能力 九阳真觉 神秘口炮 再加上二品灵器熊霸拳套 种种高配的加持 陈平觉得自己少说 也能摸到C级觉醒者的门槛了吧 反正战力比C级觉醒者的宋思瑶 要强上不少 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吧 想到这里 陈平又信心十足地打了几套拳 这一打就是一个晚上 第二天 陈平洗了的澡 就出门了 金刚戏有个优点 那就是精力特别充沛 来到学校 陈平就借着上课时间 好好睡了一觉 下午 学校就举办了师生大会 一众学生聚集在升气台 校长生情并茂地说了 灾难后 学校要在困境中崛起的精气神 最后 还举办了一个颁奖仪式 陈平同学被评为南腾市年度十大杰出青年 被评为继省优秀团干部 继省三好学生 让我们恭喜陈平同学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上 欢迎我们南腾市高中的英雄 上台领奖 顿时间 整个学校传来了如雷鸣般的掌声 所有学生都真情实意地为陈平鼓掌 为陈平欢呼 这掌声吓醒了陈平 让陈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醒 怎么一时间多了那么多头衔 高考是不是要加分了 陈平有些猛 在众人祝贺和推动下 走到红旗下的领奖台 我似乎没有填申请表啊 陈平喃喃开口道 没有关系 老师帮你填了 教导主任一脸和蔼地看向陈平 眼神中满是老父亲的慈爱与欣赏 陈平 这就是南腾市高中南波湾的感觉吗 真不戳 陈平莫名其妙领了一波奖 名其在南腾市高中算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就算上课睡觉 老师们也会将慈爱和谅解的目光投向他 并不苛责 周五放学后 又有两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了 陈平并不想像往常一样 做几套题去提升自己 因为再这样下去 他只能考下国的最高学府京城大学 可现在 这个目标已经不是他的唯一目标 他有更高的追求了 觉醒了之后 他更加渴望的是 觉醒世界 他现在追求的是 下国最高技能学府 昆仑学功 大觉醒时代降临 全球一亿人觉醒 单单下国的觉醒人数 就有上千万之数 正因为如此 众多觉醒势力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有的神秘莫测 有的称霸一方 有的再凡俗戒 掀起一场又一场风波 声名显赫 但是无论是多强大的觉醒势力 在面对昆仑学功的时候 都得俯首臣服 都得按照昆仑学功所制定的法区活动 昆仑学功 就是下国的镇国支柱 大部分的觉醒者 都想要加入昆仑学功 就像学子想要考京城大学 昆仑学功这个大平台 有着这极其丰厚的修行资源 抵运深不可测 高级的修行之法数不胜数 据说还有很多神异的修行秘境 每一个加入学功的学子 都能够有机会 无限地拔高自身觉醒的上限 所以 凡是能够加入学功 都代表着能够拥有一个 无限光辉的觉醒未来 这也是为何当初 蒋文强有机会加入昆仑学功 会那么嘚瑟 毕竟 那真的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情 陈平登上昆仑学功的官网 在简介中填了一些 关于自己的基本资料 把今天获奖的荣耀都填上去了 然后便顺手发了过去 想要加入昆仑学功 有很多方式 有招生办的老师自主发掘的 有通过简历筛选的 有内部人员特殊推荐的 有大型觉醒势力 引荐的 也有毛遂自荐的 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 到了后面 都要经历一系列的考核 才能入宫 陈平也不着急 先投个简历 毛遂自荐一波试试 才投完简历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居然是赵梁打来的 喂 梁梁 有什么事情吗 陈平语气轻松道 平哥 嗯 事情是这样的 晚上有个活动 我想要邀请你一起参加 手机里传来赵梁那 颇为紧张的声音 陈平微微皱眉 活动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话说在前头 我可对你们这些富二代 那种花天酒地的活动 不感兴趣啊 可别打扰我练拳 哎呀 肯定不是那种 喝酒玩女人的局啊 平哥是什么境界 我会不知道吗 手机里传来赵梁 颇为激动的声音 开口道 是这样的 我们圈子里有一个 觉醒界的大人物要来 我寻思着 平哥你不也是觉醒者吗 或许跟他交流交流 互相认识一下 将来说不准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陈平愣了一下 大人物 有多大啊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平哥你见面了就知道了 赵梁开口道 陈平认真想了一下 想着自己 现在也遇到了修行瓶颈 出去交流一下也好 认真地斟酌了一下 他点了点头 开口道 好 那我就跟你去一趟吧 好嘞 哥 我这就来接你 电话的一头 赵梁很兴奋 很快 汤城二平小区的门外 就传来了跑车的轰鸣 陈平走到小区大门 就看见了这辆 极其吸睛的跑车 科尼赛格 黑白娇融的纹落 极具流线型的造型 就好像一尊高贵 又优雅的野兽 匍匐在地面上 随时化作一道闪电 真帅啊 这就是富二代的快乐吗 陈平看见赵梁走出跑车 穿着一身时髦帅气的装束 看起来人母狗样的 正兴奋地挥手打招呼 平哥 路人纷纷侧面 用极为惊讶的眼神 看向陈平 能够让如此牛比的富二代 称之为哥 这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哥 难道也是一位含蓄低调的大佬 陈平对着赵梁笑了起来 笑容中多了几分真挚的亲切 老赵 可以啊 你这个大玩具 要好几百万吧 赵梁开心的表情一僵 嘴角带着几分轻微的抽搐 怎么了 陈平一脸疑惑地看向赵梁 嗯 没什么 上车吧 赵梁很快就恢复了笑容 兴奋地招呼着陈平 陈平今天穿着一身帅气的黑白运动服 算是很尊重赵梁的这次活动了 而且跟这辆跑车也很大 想来在这次活动中 也能成为最亮的仔 跑车轰鸣而走 太阳渐渐落下 他们很快就开车来到江边 这里是南腾市最大的一条江 名叫雍江 雍江的江面十分开阔 而且大觉醒时代来临后 这条江的水量变得更加充足 更加开阔了起来 映照着天空繁星点点 好似一条宽阔无比的银色皮链 江边有一艘巨大的白色邮轮 正静静地停靠着 旁边的露天停车场上 居然停满了各种豪车 一看就是有什么大活动 赵梁也将跑车停在停车场上 他在这个圈子里 似乎挺有名望的 一下车 当即就有几个穿着得体的人 主动向前朝他打招呼 赵公子 赵哥 您来了 一些穿着随性且浮夸的公子哥 走向前来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旁 都有一个穿着性感的漂亮女生 跟随着 带着几分客套友好的笑容 就是连长得都比较网红 赵梁热情地跟着那几个人打招呼 对了 赵哥 你身边这位是 哦 他是我兄弟 陈平 别看他平平无奇的样子 他可是南腾市十大杰出青年 那个在迷雾西医禁区降临的时候 一拳一个禁区怪物 凭借一己之力 就打爆了一大群禁区怪物的猛男 赵梁热情地介绍道 众人都是面露惊奇之色 原来你就是那位南腾市高中的英雄 啊 是那个一人震杀了几百头禁区怪物的觉醒者吗 天啊 幸会幸会 众人都变得热情起来 特别是那几个漂亮的网红脸女神 眼眸亮莹莹的 看着陈平的身子上下游移 眼神仿佛放着光 陈平没想到 自己居然一人震杀了几百头怪物 但他还是保持着客套的笑容 跟这群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哈哈 一个人杀几百头禁区怪物 赵梁啊 真亏你说得出口啊 一个有着飘逸长发 穿着黑色风衣 以及马丁靴的女人大步走来 她的脸上有着几分阴气 双眸凌厉中带着几分讥讽 冷笑道 一个地级觉醒者 撑死了只能对付几头禁区怪物 你在这里吹什么牛逼呢 唐梦秋 你又不在现场 你瞎说些什么呢 赵梁不服气道 哼 我不在现场 我还没见过猪跑吗 女子冷笑 招了招手 身侧便走出一个魁梧的西装壮汉 还戴着墨镜 看起来极有气势 我这保镖也是地级金刚戏觉醒者 我难道还不知道 金刚戏觉醒者是什么样的 有本事喊你的陈兄弟 跟我家保镖碰一碰啊 陈平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人想要针对自己 好像自己一句话也没说吧 赵梁走向前 挡在了陈平的面前 冷声道 唐梦秋 你是故意的吧 我带我兄弟来参加晚宴 可不是来这里 跟你保镖打架的 说着 就偏过头 小声提醒道 平哥 小心 那个唐梦秋是唐家的人 唐家跟天兵集团 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 他现在一见面就如此咄咄逼人 想要挑起争端 很有可能跟天兵集团有关 唐梦秋笑盈盈地看着陈平 哎呀 堂堂南藤是高中的英雄 居然要被一个 凡人守在身后 真不会是打死了几百头 禁区怪物的强者呢 哈哈 牛逼吹不下去了吧 一个刚刚觉醒的地级小废物 也配在晚宴中耀武扬威 咱们十个一巴掌 就能把他 扇得连他妈都不认的 唐梦秋身旁的几个人 包括那位身材高大的保镖 都很配合地开始打笑 赵梁见状冷笑起来 这么拙劣的激将法 真当我们会上当吗 才说完 赵梁就听到 身后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 他转过头 发现陈平已经默默 将自己的熊霸全套给戴上 好啊 我跟你保镖打一架 陈平乐呵呵地答应道 赵梁 陈平从赵梁的身后走出 脸上还带着和善的笑容 看向那位笑容有些僵硬的保镖 跃跃欲示道 我们 是点到为止 还是见生死 四周嬉闹哄笑的人群 戛然而止 他们都无比诧异地看向那个 默默戴上拳套 笑着应战的少年 唐梦秋愣住了 他是想要挑衅陈平 但这甚至都只是一句 居高临下的讥讽之话 完全没想过 陈平会爽快地应战 而且爽快到完全没给他犹豫的时间 点到为止 还是见生死 这是何等具有重量的一句话 可唐梦秋却发现 少年的表情极其认真 完全不像是开玩笑 平哥 你是认真的吗 唐梦秋旁边的保镖石金涛 据说可是地级巅峰级别的金刚戏 而且极其擅长搏杀 还是一家武馆的首席教练 赵梁满是担忧地看向陈平 武馆教练 那更好了 陈平眼神明亮道 赵梁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杀几头禁区怪物 就如此嚣张了吗 老子干啪的觉醒者 比你见过的都要多 现在就让老子教育你 怎么做人 唐梦秋身旁身形高大的保镖 再也忍不住了 愤怒地走向前 一边走还一边扭动着嘎吱作响的关节 古铜色的肉身下 一个个肌肉开始鼓起 充满着力量感 一股可怕的气势同时释放出来 一旁的公子哥都吓得往后倒退 陈平转头看向赵梁 老赵 你先离远点 这一场战斗完全没必要打呀 赵梁急了 他带陈平过来 真的不是想要起这种冲突的 不 这场战斗很有必要 陈平神色认真道 赵梁不知道为何 居然从陈平的眼睛中 看出了几分跃跃欲试 这 难道是他这位兄弟想打 赵梁沉默了 很时趣地拉开了距离 这个时候 周围不少人都神色紧张地 将目光投向陈平和石金涛 真的要打起来了 这也太突然了吧 有什么突然的 还不是那唐梦秋前来没事找事 是我也忍不了 南藤市高中的英雄对战 天津武馆的首席教练 这下有好戏看了 吃 什么南藤市高中英雄 这称号再觉醒见什么都不是 人群中有吃笑声传来 一些人有些不服地看向说话者 看见却是一个穿着道袍的青年男子 在南藤市颇有名气的徐少 正一脸恭敬地 陪同在那位青年男子身侧 那家伙是谁啊 口气那么大 他可是长生宗的核心弟子 李汉 惹不起 惹不起 不少人都有些敬畏地 看向那位青年男子 长生宗在南藤市 可是赫赫有名的觉醒势力 是聚省最强的练气系宗门 哎 那陈平小兄弟的心性定力还是不够啊 那么容易就上钩 如果是个普通的金刚系觉醒者就算了 那可是石金涛 石金涛不仅拥有地级巅峰觉醒者的力量 更拥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 而据我所知 那位陈平才觉醒没多久 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大型觉醒势力 没有功法 没有多少实战经验 如此智能如此青涩的觉醒者 怎么可能赢啊 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 同样在一旁开口评价道 此前对陈平有些充满的人 现在心里都开始打鼓了 不少公子哥 都用质疑的眼光 看向那个自信满满的少年 心里都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念头 这个陈平 哪里来的自信啊 场上的少年还在笑 居然还有一些郁郁郁市 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是点到为止 还是分生死 陈平露出了一抹笑容 目光灼灼地盯着石金涛 觉醒者之间的争执 很多时候 都是拼杀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石金涛本想冷笑着说 老子一拳打死 你个龟孙 但看见少年那眼神 不知为何 内心居然莫名地 感到有些耸然 不由自主地就说了一句 哼 好好的晚宴时间 我可不想杀人 好 陈平点点头 摆出了战斗架势 石金涛气机一沉 脚下的水泥地突然崩裂 整个人犹如炮弹般 袭向陈平 喝呀 他一声怒吼 犹如虎啸 人位置 升仙志 带着极为霸裂的气势 周围的富二代 都被吓了一大跳 有的耳鸣 有的腿软 这就是石金涛的 先生夺人之术 虎啸射魂 当他大吼的时候 身形已经犹如猛虎扑击 冲至陈平面前 拳头迎面朝着陈平的头部 轰然砸落 带起一大片尖锐的空气爆裂声 这一瞬 陈平没有受到惊吓 表情出乎意料的平静 眼眸 倒映着迎面砸落的拳影 漆黑的眼珠子 随着拳头轨迹而转动 在常人眼里 快到难以捕捉的拳头 他却能够清晰无比的捕捉 身形微妙的晃动 便躲过了那可怕的拳头 拳进撕裂 空气带来的尖锐感觉 都刮得脸生疼 陈平的气息同样猛的一沉 九阳真觉 疯狂催动 体内的气火 早就凝聚在拳头中 黑金拳套与气火共鸣 爆发出了极其强烈的能量波动 腰间一旋 牵翼发动全身 拳头以极为暴裂的形式 猛地击出 好快 石经涛根本来不及格挡 那拳头便如陨石般坠向他的身体 金属拳套的表面 还爆发出了一圈圈的环状能量涟漪 以急速插入了他的防御破绽 正中他的脸 碰 气量冲击 石经涛那坚硬的脸 被金属拳套轰得扭曲 铁皮般的脸被打凹 扑 鲜血从五官见舍 石经涛那硕大的身体 承受恐怖的力量朝后倒射 直飞十几米 重重砸在一辆跑车上 轰隆一声爆响 跑车那碳纤维的表皮都被砸得凹陷 石经涛的身子 深深地陷入跑车里面 口鼻流血 双眼翻白 身体抽搐了一下 便不再动弹了 全场变得安静了起来 此前侃侃 而谈的专业人士猛了 正准备喊加油的赵良等人 傻眼了 就连自信无比 眼含期待的唐梦秋 也愣在原地 久久没回过神 这 结束了 说好的石经涛稳赢陈平呢 怎么就被陈平一拳干掉了 怎么会 那可是天津武馆的首席教练啊 不少人都神色震撼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一些人 更是将目光投向那位 长生宗的核心弟子李汉 当初就是他信誓旦旦说 陈平输定了 还一顿分析猛如虎 现在这一幕 简直赤裸裸地打脸啊 原来如此 这位陈平 并不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人 他的觉醒能力很强 身体素质完全不亚于石经涛 并且拥有着层次极高的战斗秘法 李汉一脸高深莫测的评判道 还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仿佛之前说 陈平肯定输的人不是他 众人见状 都有些佩服了 明明被打了脸 但还能如此风轻云淡的分析 真不愧是大宗子弟 糟糕 好像有些用力过猛了 陈平站在战场上 有些尴尬的 看向石经涛的方向 发现石经涛已经不省人事了 不由得有些担忧起来 石经涛人没事吧 唐孟秋 快 快去看看他死了没 女子身后 走出两个同样西装革履的人 走到石经涛身旁探查 陈平有些尴尬的站在原地 其实他实力飞速增长之后 正想要一个金刚戏觉醒者 作为参照物 想要看看自己的实力 跟其他金刚戏强者相比 到底还有多少差距 这不 难得机会来了 他能放过这个机会吗 因为大家都是金刚戏 地级觉醒者巅峰 出于尊重 陈平就没有留守 一动手就是权力 没想到对方那么不抗揍 居然一拳就被干趴了 没事 他只是晕过去了 另外两个保镖检查了一下伤势 开口道 陈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有些不解的 将目光看向唐孟秋 道 唐姐姐 你那保镖真的是金刚戏地级巅峰 不会是你说出来糊弄我的吧 你 唐孟秋脸上漠然清津直冒 胸脯都气得鼓了起来 这该死的陈平 陈平的话太猪心了 气得唐孟秋脸都战红了起来 对着陈平怒目而逝 情不自禁握紧了拳头 唐姐姐息怒 息怒啊 赵梁乐呵呵地走向前调停 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试啊 我的平哥也就是侥幸赢了一场 唐姐姐 你不是生气了吧 难道觉醒界中的公平战斗 你也要插手 做些什么不成 赵梁十分高兴地说着 言语之中充满了嘚瑟 唐孟秋气得牙痒痒 但是却说不出一句狠话 哼 觉醒者之间的战斗输了就是输了 我承认你这个朋友有两下子 事到如今 若是再不承认陈平的实力 就是打自己的脸 啊 我的车 一个公子哥看着自己被撞凹的跑车 痛苦地捂住了脑袋 区区一辆跑车 算个啥事啊 唐姐的保镖主动约战 自然会处理好其他公共影响的 你的跑车 难道唐姐不会赔吗 赵梁大声道 随后一脸微笑地看向唐孟秋 笑道 你说是不 唐姐 唐孟秋气的脸色发青 哼 这点小事我自然会处理 他单手一挥 一个保镖负责抬走石金涛 另外一个保镖负责处理跑车受损事宜 身后还有几个身材壮瘦的保镖 沉默地跟着 俨然一副大小姐出行的模样 散了散了 都结束了 哎 还以为有一番龙争虎斗呢 没想到是单方面的虐杀啊 蓝藤是高中的英雄 名不虚传啊 差点被你们这些人带节奏啊 一众公子哥相继散去 平哥 你刚刚的表现实在太厉害了 是啊是啊 同为金刚戏觉行者 您跟那位武馆的首席教练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偶像 平哥 我叫张扬 咱们家的威严妹 不少人热情地跟陈平打招呼 虽然一开始 他们对陈平也比较友好 但是经此一战后 他们对陈平的态度 似乎有了本质的变化 从一开始的客套式友好 到现在真心实意地想要结交 甚至眼神中都带上几分崇拜 对于他们来说 觉醒者并不少见 但一觉醒 就能一拳干费 一个训练有素的 地级巅峰觉醒者的年轻人 绝对不多见 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天才 赵良自然也乐得这样的改变 在一旁热情地 当着双方的介绍人 陈平跟着赵良 以及一群人 走上停靠在岸的巨型豪华游艇 游艇的露天舞台上 挂着如繁星般的小灯 装饰得特别精致 这位叫张国富 这艘游艇就是他家的 赵良开口介绍道 你好你好 陈平露出职业假笑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刚刚你的笔试 我在船上也看见了 真是让人惊叹 一个穿着酒红色西服的中年男子 笑容灿烂地开口道 哪里哪里 侥幸而已 陈平很谦虚 他看向四周 发现很多男男女女的 都穿着得体 而且普遍比较年轻 不少女生穿着华丽的晚礼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像一只漂亮的蝴蝶 在人群中翩翩走动 交谈 浅笑燕然 一些女子也将注意力 集中在他和赵良身上 赵良是这群人中比较出众的 毕竟他可是 G省名面上的首富之子 周围时不时都围着一群小弟 还时常有女生主动 前来聊拨和献殷勤 陈平也感觉自己 今晚变帅了 想要邀约他的女生 络绎不绝 但是他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他只对赵良说的 那个人感兴趣 你说的叫醒见大人物 到底是谁啊 不会是唐梦秋吧 陈平好奇道 怎么可能是他 赵良翻了一个白眼 我家虽然不混觉醒见 但是我家养的一群觉醒者 也丝毫不审以觉醒者为主的唐家 哦 陈平眼睛微微一亮 那会是谁 赵公子 陈公子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黑色道袍的青年男子 朝他们走来 他模样颇为俊美 身侧还跟着几个身穿道袍的男子 因为服装跟晚宴的服装画风 完全不一样 所以显得有些乍眼 你好 请问你是 陈平有些好奇的看着来者 他是长生宗的核心弟子 李汉 赵良在一旁颇为激动道 长生宗 陈平回过神 这是他们继省练气系的第一大宗门 在南藤市 也是赫赫有名了 原来是李道友啊 幸会 幸会 陈平有些惊喜的行李 可能是因为 姐姐也是练气式的原因 他对于修仙的 总有几分好感 呵呵 你当初在船下的表现 不错 李汉曼悠悠的开口道 你应该听说过 我们长生宗吧 我们长生宗 虽然是以练气为主 但也有不少高级的练体秘法 我可以动用我的权利 给你一个加入长生宗的机会 让你 直接成为我宗的弟子 此言一出 周围都出现了骚动 陈平居然能够直接成为长生宗的弟子 这可是一个很好平台啊 真让人羡慕 李汉说出这话后 赵良和陈平都猛了一下 陈平脸上浮现一抹和善的笑容 很有礼貌的摇头道 抱歉啊 李道友 我已经有想要去的地方了 李汉脸色一变 表情有些阴沉起来 你要拒绝我 陈平愣住 不可以拒绝吗 李汉沉声道 你知不知道 多少人强迫了头 都想要加入我们长生宗 错过了这一次 你将来可是会后悔的 陈平有些受不了李汉那种居高临下的模样了 但还是忍着怒气 继续摇头道 我是真有其他想要去的地方了 抱歉 那你倒是说说 你想要去哪里 李汉有些不悦的追问 我想要去昆仑学宫 陈平开口道 全场又是一镜 不少人都满是诧意的看向陈平 昆仑学宫 李汉被逗笑了 你知道进入昆仑学宫 有多难吗 别说你一个D级觉醒者了 就算是C级觉醒者 想要进入昆仑学宫 也难如登天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就是想要进去啊 我会努力的 陈平并没有生气 而是非常认真地说着 不少人都面露诧意地看向陈平 有的惊讶 有的则忍不住倾笑出声 行啊 那你就做你的梦去吧 反正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李汉满脸失望地摇头 我本以为你是个可造之才 可惜啊 李汉转身离去 陈平默默地看了赵梁一眼 这就是你说的大人物 赵梁脖子僵硬地摇摇头 陈平这才点点头 勉强觉得赵梁脑子没有毛病 不远处默默关注陈平的唐梦秋 见状轻哼一声 不过是小有成就 就如此膨胀 他若是见识过真正的昆仑学子 见识过那些学子 是何等妖孽与强大 就不会定下如此可笑荒唐的目标了 一旁有老者 同样摇头晃脑地附和着 世人都知 昆仑学宫是下国一能第一学府 但不登其山 不见其风 只有真正想要加入昆仑学宫 真正去接触昆仑学宫 才知道那地方到底有多恐怖 唐梦秋吃笑道 简单点来说 不就跟那些小学生 口口声声说 自己以后要上京城大学一样天真 老者摇头晃脑 怕是比普通人考京城大学还要难哦 正说话间 河岸便传来野兽的怒吼 有金毛独角师缓缓走来 上面还坐着一个 看起来玩世不恭的少年 身后 有几个穿着类似服饰的人 同样骑着雄威赫赫的翼兽 万寿宗的人来了 那位就是万寿宗的天才 您北洋吗 看起来好年轻 我更羡慕的是他的坐骑 他骑的可是四星翼兽 金毛独角师 真帅啊 游艇上 一个个人将目光投向来着 骑着四星翼兽前来的人 可比开着跑车过来的人 要拉风无数呗 就算是游艇上的一些觉醒者 都有些羡慕地看向他们 并不是每一个觉醒者 都能拥有一兽作为坐骑的 因为翼兽天性凶暴 桀骜不逊 极难驯服 极难调教 只有通灵系的觉醒者 专修成为御兽师 才能将翼兽调教成为坐骑 所以 能够拥有一兽作为坐骑的 大部分都是御兽师 万寿宗就是下国最顶尖的 以通灵系觉醒者为主的宗门 宗门内有各种强大的 乃至传说级别的御兽师 可掌控极为可怕的翼兽辅助战斗 轰轰轰 金毛独角师走向游艇 踩得游艇的钢板都蓬蓬作响 可见其吨位之大 您好 翼兽的话是不能上游艇的 请您把翼兽放在停售场上 一个穿着正装的女服务员 走向前对着少年恭敬道 少年看见女服务员 嘴角扬起一抹冰冷的笑容 我家的小金跟我形影不离 你是不想让我拧北洋登船师吗 好 他坐下的金毛独角师 突然爆发出一声如雷般的怒吼 女服务员背后得双腿一软 坐倒在地 哼 少年抬头看了一眼楼上的露台 坐下的金毛独角师心有灵犀 突然纵身一跃十几米 狮子的身子跨越了几层的高度 一根根毛发在月光下散发出奇异的金灰 犹如一团金色大球般 直接落在了晚宴顶层的甲板上 轰隆 一受那重重的吨位杂落 整个游艇都随之一震 哼 整个南腾市 还没我宁北洋去不了的地方 少年 骑着金毛独角师 面向游艇上一众神色惊讶的宾客 语气嚣张道 陈平惊了 转头看向赵梁 这就是你说的大人物 赵梁摇头 不 不是 陈平点点头 同时心头感慨 这些觉醒者们 都好嚣张啊 他现在这么低调 是不是丢觉醒者们的脸了 金毛独角师对着游艇上众人一吼 威势惊人 犹如大王寻山 坐在四星异兽上的少年 神色桀骜 嘴角含笑 似乎很享受这种众人瞩目的感觉 仅仅是张国父 微微拱了一下手 张总 我的小狮子跑上游艇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哪里哪里 宁北洋天交来参加晚宴 让我们的晚宴增会不少啊 张国父笑容满面 和和气气地开口道 七 唐梦秋有些不屑地轻哼 李汉则一脸笑容地走向前 跟宁北洋攀谈起来 宁北洋就骑在金毛独角师的上面 跟谁说话都是俯视 其他人谁想要跟他说话 都得仰视 而他 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陈平看见这一幕 觉得所谓的长生宗天才也不过如此了 在万寿宗的天交面前 差距未免也太大了些 不过想想也是 一个长生宗 只是在巨省赫赫有名 但是万寿宗 可是下国十大宗之一 也是季省的牌面 这逼格完全不一样啊 陈平有些好奇地打量着金毛独角师 这头体长就有五米的狮子 的确很拉风 双瞳战战有神 毛发在月光下 似乎还能发出金光 而且体内蕴含着极为澎湃浩瀚的能量 用力一巴掌拍下去 可能整个游艇都要被他砸烂 四星异兽 跟禁区内的四星怪物境界相当 也就是这头狮子 能够对标当初 在禁区中看见的那头禁区之主 蜥蜴恶龙 这么一想 逼格的确是拉得满满的 怪不得宁北洋 能够如此嚣张 的确有嚣张的资本啊 陈平看得有些羡慕 他在想 什么时候 他也能有这么拉风的作气 这一刻 他在人群中 站着如喽啰 全场的视线 似乎都瞩目着宁北洋 脑子里的神明 似乎猜透了陈平的想法 嘿嘿嘿 小平 你也想要一个有趣的作气室吗 那一头孱弱的小猫 有什么好羡慕的 你爸爸我可是 万界兽王 无论是称霸一遇的神兽 还是纵横万古的圣兽 都得匍匐在你爸爸的王座之下 你若让我入住肉身 我让你想欺谁 就欺谁 绝无二话 那位声音宏大霸气的神明 给出了自己的承诺 哼 你就给我画饼吧 我要是吃你的饼 我就是傻子 陈平完全不为所动地冷笑回应 然后继续在一旁看宁北洋表演 宁北洋成为全场焦点之后 不少人都过去与之攀谈 陈平不想过去 因为他没有一边仰视别人 一边与之交谈的习惯 他将目光集中在晚宴上的各种食物上 现在才想起来 他还没吃晚饭呢 想到这里 他开始拿起各种甜点 各种海鲜以及牛排 大块朵一起来 嗯 这甜点绵软可口 甜而不腻 真好吃 哇 这龙虾肉相当Q他 牛排也是真的香 特别有嚼劲 晚宴上的食材都很高级 陈平吃得不亦乐乎 吃完一桌又一桌 赵梁整个人都梦了 你是真能吃啊 偷偷关注陈平的唐梦秋 也看傻眼了 这是饭桶吗 不少人看见在晚宴上狂吃的陈平 都惊讶地投去目光 陈平完全不在意 这些火辣辣的目光 就像他去吃自助餐 从来不在意老板的目光 吃到就是赚到 哼 哗众取宠的家伙 想要通过暴饮暴食 跟我抢风头吗 宁北洋也注意到了陈平的动向 眉头微微一皱 觉得陈平有些碍眼 不过他倒也不在意 只觉得 对方是个小丑而已 又怎么能跟他这种大宗添娇媲美 宁北洋还未威风多久 一声轻悦的鸣叫 便穿破长空 正在游艇上热闹的众人 都不由自主地抬起头 看向天空 天空上方 有一头陵渊撕裂云层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陵渊足足有十几米的长度 羽毛青红交织 尾部的羽毛更是绚烂的彩色 在银白色的月光下 拖出了长长的灵光轨迹 看起来绝美梦幻 犹如神情降临 在灵渊的背上 站着一道曼妙无双的身影 一袭两袖鸳鸯的红色凤袍 烈烈飞舞 一杆银枪在月光下射人心魄 女子好似从天而降的凤凰 仿佛降临 就是为了惊艳众生 几乎所有人 都不自觉地在游艇上 让出了一个大大的空位 那头金毛独角尸 也吓得低吼连连 毛发乍起 脚步挪动 情不自禁地后退 赵梁激动地扯着陈平的衣袖 急声开口道 平哥 平哥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 觉醒界的大人物 哎 这种登场逼哥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了 陈平点头道 凌渊降落在游艇的空位上 掀起一阵能量狂风 背部的那位女子 从凌渊背部轻飘飘的月下 落在地面上 仿佛没有声音 就好像一根羽毛那般 静哑无声 陈平这才有机会 看清女子的脸 一双温润的眼眸 仿佛蕴含着诗情秋色 红润的唇瓣 娇艳胜过百花 容貌真的是美艳又妩媚 可偏偏又不俗气 反而带着几分 不识人间烟火的清新气质 竟是给人一种矛盾 又特别的美感 游艇上不少月女无数的公子哥 都看得有些呆了 仿佛真的有一位仙女 降临凡尘 此前拥促着宁北洋的一群人 统统将惊艳的目光 投向女子 拦都拦不住 宁北洋的风头 被碾压式地盖过 他很生气 但又很无奈 张国父笑容满面地向前迎接 欢迎秦道子 我们等您很久了 这位穿着得体的富豪 十分恭敬地对着女子行礼 女子回了一礼 笑道 出了一点事 让大家久等了 他的声音酥软软如 跟登场时候的气场有些不大 但让人觉得更可爱了 秦道子 这是什么称呼 陈平好奇道 不是吧 平哥 你都是觉醒界的人了 居然不知道道子 赵良瞪大了眼睛 陈平看着赵良认真道 我以前又不是觉醒者 那么关注 这种称呼干嘛 我这不是 在向你不耻瞎问吗 赵良总觉得 这句话有什么不对 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道 道子 就是昆仑道子的意思 昆仑学宫中的 炼气系修行者 按照其资质 心性 实力 等各种因素综合划分 从中选出最强的十二个人 那十二个人 就被称为昆仑十二道子 这一番话 如雷贯耳 陈平整个人的性质 都被勾起来了 昆仑学宫 就是他一直想要 加入的觉醒势力 而眼前这位秦道子 居然在昆仑学宫中 也是佼佼者 那岂不是天才中的天才 之前好像也听他姐说过 说他也想要冲击昆仑十二道子 也不知道成功了没有 但想来 这个成就是非常不同凡响的 赵良仍是很兴奋的介绍着 他本名叫秦晓玉 本来就是我们 既省觉醒界 及其有名天骄 是昆仑学宫的十二道子之一 自然也是我们觉醒界中 所有修行者的榜样 最近 他在我们下国西南修行界 又多了一个称号 西南神花 西南神花 陈平看着那位 被众人拥促的女子 能够冠以一个大区域的称号 就足可见眼前这位女子 在觉醒界中的地位 果然是觉醒界的大人物 可他不是练气息吗 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异兽当作起 陈平指着前方的羽毛华丽 身形庞大 仅仅瞥了狮子一眼 就将金毛独角尸逼到角落的飞禽 这可是九彩凌渊六星异兽王 赵两眼神明亮的开口道 据说九彩凌渊拥有神兽血脉 就算是通灵系的御兽宗师 也不一定能够降服这等异兽 有一些资质非凡的强者 能够通过个人魅力 降服高级异兽 想来那位西南神花 也是凭个人魅力降服他的吧 陈平文言恍然大悟 原来通过个人魅力 也能降服异兽 那他这个金刚系 也有希望了 想到这里 陈平顿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秦道子 我是唐家的唐孟秋 可以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 日后有用得着我们唐家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唐孟秋就像个迷妹一样 眼神炽热地看着秦小玉 好呀 秦小玉笑容柔和 很随和地应到 完全没有一点顶级觉醒者的架子 他基本上对于其他人的要求 都是有求必应地 拉了一大拨人的好感 哎呀 光顾着聊天 我都还没吃晚饭呢 秦小玉浅笑道 秦道子想要吃点东西吗 张国父献殷勤道 无论是地上跑的 还是水里游的 满满几大桌的菜呢 对对对 秦姐姐 这边是吃饭的 唐孟秋同样很殷勤地带路 只像露台的一个地方 哇 这里果真是好多美 秦小玉刚刚想要夸赞一句 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他看见几个桌子的美食 全都变成了油腻的空盘子 一个拿着火鸡腿的少年 正一脸尴尬地看着他 秦小玉 气氛突然凝滞 少年看了看鸡腿 又看了看秦小玉 犹豫了片刻 便拿着手中的火鸡腿 指向秦小玉 道 嗯 你是想要吃晚饭吗 这个火鸡腿 我还没有咬过 给 陈平很尴尬 明明自己在一旁愉快地吃东西 明明来的人 是一个不识人煎烟火的仙子 为什么那位仙子会突然说 想要吃点东西 仙女还要吃东西的吗 陈平没有办法 只好将仅存的一只火鸡腿 递给眼前的女子 哦 谢谢 秦小玉愣了一下 也不知怎么想的 居然真的接过了大大的火鸡腿 还皱了皱精巧的鼻梁 似乎闻了一下火鸡腿散发的香味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国父看着一片狼藉的餐桌 惊恐地抱住了头 是那个陈平 几条桌子的食物 都是被他给吃光的 唐梦秋指着那个嘴 还没擦干净的少年 愤怒地开口道 什么 食物都被陈平吃光了 疯了吧 怎么那么能吃啊 这不科学啊 众人一脸震惊 随后就有人开始面露愤怒和鄙夷 这人也太没素质了 居然把大家的食物都给吃光了 就是 他都吃完了 我们吃什么 勤道子吃什么 这人跑来游艇 就是为了混吃混喝的吗 面对众人的质疑 陈平一脸都无辜 可是 我问过服务员了 他说桌子上的菜吃完了就可以去 无论我吃多少 他们都能够补上来 陈平的辩解 让众人一正 张国父将目光投向一旁的服务员 服务员冷汗直流 开口解释道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正在加急备菜 很快就能上新的食物了 这样啊 张国父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哪里好了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吗 唐孟秋瞪大了眼眸 不错 这不是这件事的重点吧 重点不应该是陈平目中无人 在秦道子来的时候 不仅没有丝毫的恭敬 还把晚宴的食物都吃了吗 李汉笑着附和道 同时一脸看好戏的 看着陈平和秦小玉 陈平啊 陈平 你不是想要考昆仑学宫吗 现在 我就让你体会一下 得罪昆仑学宫的天骄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呀 没事的 没事的 多大的事啊 秦小玉一边吃着火鸡腿 一边无所谓地道 话说这火鸡腿真好吃呢 谢了呀 女子看着那位在餐桌上 略显尴尬的少年 举起吃了几口的火鸡腿 示意了一下 笑着开口道 游艇上 无数人瞪大了眼睛 秦道子居然吃了陈平给的鸡腿 而且还吃得蛮香的 众人在这一刻 心情都无比的复杂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女神 居然会如此不顾仪态地 吃起少年的鸡腿 而且还很满意的样子 陈平看见女子那红润娇艳的小嘴 沾了鸡腿的油渍 但还是津津有味地吃着 作为吃货的 本能告诉她 这位女子是真的在享受火鸡腿的美味 晚风下 秦小玉那红色凤袍扬起 就像盛开的神花 可是这朵神花 却抓着鸡腿一边吃 一边竖起了大拇指 这一幕多少有些违和 可是 陈平却觉得眼前这位仙女 好像更加好看了 抱歉啊 是我吃太多了 等下饭菜上来 你先吃 陈平愧疚道 我食量才没有你那么好呢 一个火鸡腿就差不多了 秦小玉摇着头 浅浅地笑着 明明她也在大口吃肉 可是给人的感觉 却十分可爱 对了 你是怎么把几桌子的饭菜吃完的 难道是匠神戏觉醒者 而且觉醒的是饕餐之神 秦小玉好奇道 不是啊 我是金刚戏觉醒者 陈平开口道 哇 金刚戏能吃那么多 怎么做到的 秦小玉一脸好奇 陈平有些无奈 我也不知道啊 单纯的胃口大吧 哈哈 你真有意思啊 秦小玉奄然一笑 两人开始愉快交谈起来 反倒是一旁的人 有些不淡定了 李汉脸皮微微抽动着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才对 秦道子脾气也太好了吧 唐梦秋同样感觉到不可思议 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人叫你陈平 是不是汤城二平小区的那个陈平 秦小玉好奇道 啊 陈平没想到 对方问话居然那么奇怪 但还是点点头 是啊 秦小玉的眼睛默然亮了起来 你姐是陈兴巧 是 陈平隐隐猜到了什么 哈哈 果然是你 秦小玉双眼放光 快步走到陈平的面前 上下打量着 还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指 捏了一下陈平的脸蛋 哇 脸皮真厚 真的是金刚戏的觉醒者呢 陈平 你认识我姐 陈平问道 何止是认识啊 你姐是我的好闺蜜 形影不离的那种 秦小玉兴奋地开口道 形影不离的好闺蜜 陈平有些纳闷 那怎么没听 他姐提过 什么 他姐姐就是那位 加入了昆仑学宫的陈兴巧 天哪 那位陈兴巧跟陈平是两兄妹 围观的众人文言 都面露金色 陈兴巧将陈平的信息 保护得很好 不是陈平熟悉的人 或者对陈平有过几分了解的人 大部分都不知道 陈兴巧就是陈平的姐姐 就连此前觉得 陈平没有见识过 昆仑学子的唐梦秋和李翰 也猛了一下 感情陈平是真的知道昆仑学宫的 毕竟她姐姐就是昆仑学宫的学子 我早就听她说 她的弟弟最近觉醒了 还叫我回南腾市的时候 顺便去看看她家的弟弟 没想到呀 我还没去小区 就先在游艇中遇见你了 这就是缘分啊 秦小玉很是惊喜 笑得一汪秋水眼眸 都如月牙般弯起 这样 我姐最近都不回我信息 她在忙什么呢 陈平好奇道 你姐在闭关突破呢 秦小玉感慨道 说实在的 她真的是个大妖孽呢 仅仅是杰丹七 居然就被封为昆仑学宫十二道子之一 此言一出 全场又是一轮轰动 天哪 陈平他姐 居然也是昆仑学宫的道子 陈兴巧居然那么厉害 杰丹七就成为昆仑学宫的十二道子 不 这绝对不可能的 能够成为昆仑学宫十二道子的存在 哪位不是原因期的高手 李翰瞪大了眼眸 使劲摇头 显然觉得这个消息不靠谱 秦小玉转头看了李翰一眼 眨了眨眸眸 神色中多了几分调侃 笑道 哦 我想起来了 心巧顶替的那个人 好像就是长生宗的陆天流 李翰整个人都仿佛被雷劈了一样 待了几秒钟 更加不可置信的摇头 这更加不可能 大师兄可是我们长生宗的骄傲 拥有事所罕见的风雷双灵根 修为更是达到了原因期 他怎么可能会被一个杰丹七顶替 哼 道子的称号 又不是只看占领 陆天流除了实力勉勉强强之外 论资质 论心性 哪一点比得上我的心巧妹妹 秦小玉轻横道 反正你就等着吧 过两天最新的昆仑榜 出来的时候 这个消息就会向全世界宣布 我可没拿闲情去编造假消息糊弄你 李翰文言 整个人都有些战力不稳了 陆天流是他们长生宗的骄傲 是长生宗下一任宗主的候选人 同时也是李翰修行的榜样 可没想到 就是一个这样耀眼的存在 居然会被陈平的姐姐 给顶替了稻子的位置 李翰此前居然还那么居高临下的 跟陈平说 要让他加入长生宗 现在看 那种行为真相的小丑 有个那么厉害的姐姐 什么机缘都不到 周围的人都一脸震惊地看向陈平 陈平再度成为了全场人主目的焦点 行啊 平哥 隐藏得够深的 原来你姐那么强 赵良一脸羡慕地看着陈平 这么说 我都不用介绍觉醒界的大人物给你认识了 叫你姐回家不就行了 陈平有些无语 其实她心里跟其他人一样震惊 也是没想到她姐那么强 昆仑道子啊 这称呼 一听 就牛逼轰轰的 原来她姐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这种高度 正说话间 秦晓玉已经将手里的火鸡腿给吃完了 她抬手隔空一挥 粘在手里和嘴上的油 便清扫一空 重新变成了不染凡尘的小仙女 嗯 既然我已经在这里遇见你了 那就顺便 把这件事也跟你说了吧 我回南腾市 除了要处理几件凡俗之事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或许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秦晓玉眨巴着明亮的眼眸 盯着陈平道 跟我也有关 是什么事情啊 陈平好奇道 秦晓玉嘴角微微扬起 大笔花还要娇艳得纯扮轻起 声音苏柔软弱道 嗯 是个大福利哦 秦晓玉的语气不知为何 突然变得暧昧勾人 福利这个词 更是勾起了陈平的心弦 关于我的 大福利 陈平看着那近在咫尺的女子 在月光下完美无暇的脸蛋 从女子口中说出的这句话 多少有些梦幻 是的 这个大福利跟你有关 秦晓玉看着陈平笑着开口道 是这样的 我得到了一个 既省的创世型禁区的节节钥匙 可以针对那创世型禁区 进行开采和清除任务 创世型禁区 陈平心绪有些波动 众所周知 禁区分为覆盖型禁区和创世型禁区 创世型禁区一旦出现 这个世界会凭空多出一方小世界 整个地球都会莫名其妙地增加多出来的固有领地 仿佛是加塞在这个世界的一方天地 它们有的极度危险 有的则几乎对现实没有什么影响 诸多私人的觉醒势力 跟官方的诸如特殊事件处理局 往往会形成一个默契 那就是私人觉醒势力负责城市之外的禁区 而官方特殊事件处理局负责处理城市内的禁区 这即是寻求一种平衡 也更有利于官方觉醒势力 对民众的安全进行保护 当然 为了民众的安全 城市内的禁区都是需要分秒必争地进行清除 正因为如此 其他势力若是来得及时 也可以对城市内的禁区进行清扫 创世型禁区跟覆盖型禁区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创世型禁区往往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奇异世界 在那个世界中出现的真奇物种 以及天才地宝的概率会变大 所以不少势力对于创世型禁区的定位 往往都将其视为具有高风险的资源收集地 不少势力都会因为一个创世型禁区 争得头破血流 我得到的这个创世型禁区很特别 地理位置特殊 而且禁区四周布满了极其特殊的结界 需要结界钥匙才能进入 嗯 简单点来说 就是需要一个特殊的破阵点 因此 那个禁区至今没有人能够进入其间 秦晓玉掏出了一根构造精巧的钥匙 那钥匙与其说是钥匙 不如说是一根极其风味的钉子 陈平认真点头 越是难以进入的禁区 里面的机缘就越是深厚 但相对应的也会更加危险 可是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平又问 这种难以进入的禁区 难度极高 就算他进入里面 也没有什么作用吧 巧就巧在这里 秦晓玉竖起一根仙纸 笑道 想要进入这个禁区 要求十分苛刻 不仅需要结界钥匙 而且禁区上布满了强大的结界 需要四个S级以下 并且大境界完全不同的人 结成特殊的四项阵法 这才能进入禁区之内 陈平一听 顿时瞪大了眼睛 心跳随之加速 要求竟然如此苛刻 对 要求就是如此苛刻 秦晓玉有些激动 道 按照以往的经验 一般要求如此苛刻的禁区 都是经过人为改造的 很有可能是 上古大能为了筛选一些人 而亲手不下的禁区世界 里面很有可能蕴含着天大的机缘 这么一说 陈平的心跳又开始加速了 这种禁区 往往蕴含着上古神秘的传承 是每一个觉醒者崛起的奇迹 不过陈平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这种好事 为什么要轮到他 我现在要找一个B级觉醒者 来配合我进入禁区之内 B级觉醒者的名额 我打赠给万寿宗 回万寿宗当初帮助我的一个人情 秦晓玉说着 就笑着摸了摸自己身旁的九彩凌渊 宁北洋双手抱胸 眼神中带着几分骄傲的笑容 陈平试探性地开口道 宁北洋 嗯 秦晓玉点头 宁北洋是万寿宗年轻一代的天骄 潜力极大 而且非常受宗门看重 虽然只是B级觉醒者初期 但还是决定将这个天大的机缘给他 至于C级觉醒者的名额 我会给长生宗 这又是一桩利益交易而已 秦晓玉接着开口道 李汉默默握紧了拳头 只有他知道 长生宗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才为他争取到这个名额 他一定不负宗门所望 完成宗门指派的所有任务 并且成为宗门的希望 想到这里 李汉的体内涌出了一股热血和斗志 露天刘大师兄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 你未曾完成的目标 我会帮你完成 将来我也会成为昆仑十二道子 将那个女人曾经带给你的屈辱 十倍百倍的奉还 李汉想到这里 居然还怒气冲冲的将目光投向陈平 陈平被这莫名其妙的一瞪 感到莫名其妙 自己又怎么招惹他了 不过现在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陈平将期待和兴奋的目光转向秦晓玉 开口道 那你说 这件事跟我有关 难道是因为 我是那个被选中的地级觉醒者 不错 秦晓玉打了一个响指 指着陈平 脸上的笑容明媚 你就是那个被我选中的地级觉醒者 陈平仿佛被巨大的幸福砸中 整个脑袋都晕乎乎的 创世行进区 并且还是有着巨大机缘的创世行进区 自己居然有机会进入 不过这种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陈平便再度警惕了起来 为什么是我 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陈平问道 不需要什么代价 只因为你是陈兴巧的弟弟 秦晓玉没有任何迟疑的开口道 语气中的坚定 让陈平都感到惊讶 这 因为我姐 你就把这巨大的机会给我 陈平变得有些不安 怎么他又莫名其妙 受到姐姐的恩惠了 难道说是我姐姐 又为我付出了什么 当然不是 你姐姐在闭关中 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 秦晓玉摇头 随后看向陈平的目光中 居然带着几分宠溺 但是 因为你是心巧的弟弟 我就想对你好 没有那么多利益 没有什么多理由 仅仅是因为 我愿意 看着女子那真诚且动人的表情 陈平整个人都梦了 游艇上的其他旁观者 也都梦了 怎么回事呢 怎么就白送一个名额给陈平了 宁北洋和李汉心态是最崩溃的 他们背后的势力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这才拿到一个名额 陈平什么事都没干 居然就跟他们一样 有了一个名额 凭什么啊 就凭他有个姐姐吗 宁北洋嘴角轻微抽动着 骄傲的神情有些绷不住 李汉非常的生气 脸色有些战红 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两人都跟恰了宁萌一样 心里极其不是机会 哼 有什么好羡慕的 境界越低的人 进入禁区内得到的机缘就越小 宁北洋轻横道 李汉同样低声附和着 不错 他就算进入有上古传承的地方 能够得到的好处也极其有限 而且实力越低 风险越大 一个地级觉醒者 进入这种级别的禁区 是极易陨落的 陈平就尽管高兴吧 反正这个机会 说不准还会成为他的坟墓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两人说话的时候 多少都有些酸溜溜的 相对于两人的恰宁萌 游艇上其余人都激动的 对陈平表示了祝贺 结交攀谈之意 更甚 就连此前围绕在李汉和宁北洋身边的一些人 居然都主动前去跟陈平交谈 混个脸熟 陈平感觉周围友好的人 一下子又变多了 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笑脸 陈平还是很清醒的 现在这些笑脸 恐怕大部分都是对他姐姐笑 这就是实力高的好处啊 生活中会一下子多了很多好人 我说的福利就是这个了 当然这一切都要以你的意愿为前提 只要你同意 我们过两天就出发 秦小玉将期待的目光投向陈平 陈平认真思考了一下 其实有句话 李汉说的不错 他这种实力的人 进入禁区 无论是什么等级的禁区 都会有极大的危险 可是 他想到了脑子里的神明 他想到了姐姐 他想到了他的未来 有些时候 你不去拼 就根本没有机会 没有资本去抗衡脑子里的神明 进入禁区的风险是很大 可是 他现在不是每时每刻 都处于被夺舍的风险中吗 如果不能寻找上古传承逆天改命 他又能去做些什么 我愿意跟你去 陈平看着秦小玉 斩钉截铁道 坐以待毙 不是陈平的风格 他更喜欢主动出街 陈平答应了秦小玉 他将在两天后 跟着秦小玉一起出发 前往那个神秘的创世禁区 秦小玉给了三人准备的时间 陈平感觉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准备 主要是他太穷了 只有一套二品灵器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清晨 他继续前往学校 只不过跟班主任 请了几天的假期 什么 他一请就是一周 班主任洪静一脸诧异地 看着眼前相貌乖巧的学生 陈平一脸诚恳 老班 我知道 像我这样学习成绩年级第一 兰腾市年度十大杰出青年 G省三好学生兼优秀团干部 就这样突然请假一周 影响不太好 但是我 确实有不得不请假的理由 洪静被掖了一下 但很快冷静了下来 问道 关于觉醒者方面的事情 陈平点点头 好了 我知道了 既然你选择了走这条路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 洪静看着陈平 颇为语重心长道 但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 就算你已经打算 走觉醒者这条路 多读点书也是有好处的 我不希望你彻底放弃学业 我知道的 我本来也不打算放弃学业 陈平笑道 觉醒者的修行跟学习 本来就不是对立的 学习能够帮助他 更好地塑造世界观 能够让他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不好好读书 只知道修行的人 跟野猪又有什么区别 班主任批了陈平的假条 陈平回到座位 发现还有人为他准备了早餐 足足三个家后版的三明治 陈平同学 知道你食量大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早餐 希望你能够喜欢 每天都元气满满 心好心好 一看这清秀的字体 陈平便直觉地将目光看向某个方向 刚好那位少女也在看着他 漂亮的玉脸迎着晨曦的光 清醒可人 宋思瑶对着他展颜一笑 还握起秀气的拳头 对他做了一个加油的动作 陈平不自觉地笑起来 用手指向宋思瑶比了一个心 宋思瑶有些害羞地转移了目光 并且晚了晚并肩地发丝 这种害羞的模样也分外可爱呢 陈平有些开心 拿起三明治吃了起来 早餐他其实已经吃过了 但是三个三明治 勉强也能当他的餐后甜点了 吃完后 陈平便专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 期间还利用自习课的时间 好好地研究了一下 关于禁区方面的知识 创世型的禁区充满着危险 有禁区怪物方面的危险 也有依托于神秘地形的各种危险 也有时而涌动的各种混乱能量暴流 除此之外 还有人为不下的各种危险的杀阵与禁区 禁区内的任何一种危险 都会要人命 就算强如A级觉醒者 也时常有进入禁区后 一去不回的新闻 呼 陈平看着眼前的资料 重重地输了一口气 压力还是蛮大的 他只是一个地级叫行者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又到了放学的时间 陈平跟宋思瑶结伴回家 陈平同学 听说你要请假一周 宋思瑶看向身侧的少年 嗯 陈平点头 我要去一个禁区 这是难得的机缘 这样啊 宋思瑶看见了少年脸上的坚毅和决然 脸上扬起笑容 握紧秀气的拳头挥了挥 声音清脆道 那我就祝你齐开得胜 得到那大大的机缘 然后平安归来 少女那元气满满的激励话语 让有些压抑的陈平 得到了些许舒缓 陈平跟着笑了起来 点头道 好 我肯定会凯旋的 两人在熟悉的十字路口道别 陈平看着宋思瑶离开 那熟悉又好看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街道的街头 她知道自己要很多天 看不见宋思瑶了 宋思瑶低着脑袋往前走着 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 伴随着落日的余晖 少女踩着自己的影子 紧咬着唇绊 默默地前行着 脸上有着矛盾与痛苦 为什么呢 我明明很努力地 想要当一个普通人了 但是你却要在觉醒者的路上 越走越远 两个人都是觉醒者 可是宋思瑶却感觉 这让他们两人的距离 变得更加遥远了 他也知道 陈平跟他 也没有什么特别轻易的关系 可是还是觉得很难过 仿佛心里有什么 变得很落空了起来 陈平一路走回家 他倒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只是琢磨着 明天的禁区闯荡 宁北洋和陈汉 都在紧张地准备着 闯荡禁区需要的各种东西 陈平什么都无法准备 只能在家里 像个二哈一样 在家里打拳 连续打了两个小时的拳 整个上半身都是汗 陈平照了照镜子 感觉自己的肌肉 变得扎实了很多 那线条分明的肌肉 虽然不大 但是具有眉感与力量感 嗯 他现在那么强 打几头小怪 应该没问题吧 主人 你知识越来越帅了 我好喜欢 持溜 颇为憨厚 有中肯的声音响起 萍萍 你真的要去禁区吗 禁区很危险的 而且我们 也无法出手帮你 一旦遇到生死危机 妈妈会很担心的 温柔又充满关怀的声音 也在陈平的脑海中响起 陈平摇摇头 表情变得一脸沉重和哀伤道 唉 我去意已决 你们若真的是我们的家人 把我当家人 就不应该在这里废话 而是教我几套防身术 提高我的存活率 他的这番话 直接让他的脑子炸锅了 炸锅的原因 不是他说话强硬 而是因为 他提及了一个词 家人 你居然喊我们家人了 嗯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哥哥会把我当家人的 主人 你永远是我的主人 我会好好孝敬你的 王 面对脑子里极度亢奋的神灵们 陈平极其无奈地开口道 你们一天天的 又当哥 又当姐的 这就算了 还有当我妈妈的 当我爸爸的 疯狂地占我便宜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捏着鼻子 接受家人设定了 哥哥 哥哥 他们都好坏好坏的 娇软的声音 在陈平脑子里响起 他们这些神斗心思不纯 想要通过某种身份占你便宜 不像我 我永远把你当哥哥 永远以哥哥为主 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 臭婊子 说话甚重点 老子可是把陈平当主人来供的 你喊哥哥算个啥 论身份设定 我才是那个最以主人为中心的神 当狗的神不服了 哎呀 跟陈平老哥交往 不是比谁的姿态低的 以兄弟相称 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你说是不是 大哥 自称陈平弟弟的神灵反驳道 哈哈哈哈 你们懂个屁 我这是要让小平享受父爱 感受我的父爱如山 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大神洒脱大笑 丝毫不觉得自己当爸爸吃亏的是陈平 当然 相对于争论身份的问题 造成更大轰动的是 陈平终于承认他们为家人了 平平 妈妈突然好想哭 我家平平长大了 呵呵呵 小平 接受我的父爱吧 陈平大哥 这种心态才是对的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是相亲相爱 彼此信任的一家人啊 神灵们都很激动 激动到完全偏离了主题 陈平也不知道 这些神兴奋的点在哪里 难道说 他承认了他们为家人 就能从情感方面 更好地占据他的身体 可是他不是自始至终 都将神灵们当敌人看待吗 把他们称为家人 也只不过是 他想要以家人这个称呼 反对神明 对神明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家人 却不愿意为他的成长做一点贡献 从情感方面 陈平可一点都没把这群神明 当真正的家人的 顶多只是为了更好地区分 脑海里的几位神明而已 陈平曾问过脑子里的神明 他们到底是什么神 可是他们 却根本不愿说自己的真实来历 有的神明 曾经声称自己的身份 是什么混沌神主之类的 但是都会立即被其余神明反驳 说他扯几把蛋 每一个神明说自己的身份 都会被其他神明揭穿 久而久之 陈平就对他们的身份 完全不在乎了 反正一直喊他哥哥的神明叫妹妹 一直喊他陈平老哥的叫弟神 一直喊他弟弟的叫姐神 喊他陈平老弟的叫哥神 还有喊他平平的妈神 以及喊他小平的爸神 哦 还有一个毫无下限 喊他主人的狗神 嗯 这样不就很好记了 趁着脑子里神明十分激动的势头 陈平见状趁热打铁 继续开口道 你看 我都称你们为家人了 你们的家人 就要前往危险的禁区了 作为家人 你们真的不能帮我些什么吗 就算是丢几个工法密法给我都行啊 乱哄哄的脑袋顿时安静了不少 这 小平啊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们能做的实在有限 陈平一听 果然如此 涉及到让他变强的事情 他们似乎都很团结 但是 任何的团结 都是基于利益一致的情况才会出现 要破坏这种团结 也很简单 只要打破他们利益一致的平衡 陈平沉淫了片刻 脑海里 有一条逻辑链条 快速构建 他缓缓开口道 嗯 哪位家人能够让我在进入禁区之前帮到我 下一次 我就借用哪位家人的神明力量 脑子里的神明顿时一惊 似乎陷入了某种诡异的沉默 紧接着 滑的一声 脑子直接炸开了锅 这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对啊 怎么能够用借用力量的优先程度 作为筹码 跟我们交换利益 就是 我们借用力量给你 本来就是为了帮你 太过分了 我们帮你的机会 居然要用其他方面的利益去换 我 哥哥 我把你当家人 你把我当工具神 果不其然 陈平脑子里的神明炸开了锅 一众神明纷纷谴责陈平的行为 陈平没有说话 而是耐心地等着 他知道的 他的那一个承诺 绝对会让同盟产生裂痕 这个头绝对不能开 不能关怀的小平 同意 他把五等当成什么了 弟弟 你怎么能够对家人耍这种心机呢 就是 就是 所以说 到底什么级别的帮助 才能兑换一次借用力量的机会 对啊 对啊 主人您总要说个标准啊 没有标准怎么执行 这也太不严谨了 脑子里激动的神明们顿时已尽 似乎有一波愤怒的神明 正在怒视着另外一波眼馋的神明 喂喂喂 你们他们是脑子有毛病吗 霸神愤怒的高吼 疯了吗 你们难道想要答应那人的请求 你们知不知道 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 一口一个哥哥的魅神也怒了 怒得都没有理智 忘记喊哥哥了 答应陈平老弟的请求 有什么问题吗 哥神哈哈大笑 就是 我们跟主人不是一家人吗 吃溜狗神汪汪大叫 哎 果然靠不住 一群短视的家伙 麻神语气中满是失望 罢了 能够帮到萍萍 让萍萍安全 也是我的心愿 麻神话锋一转 当即转移了立场 对哦 哥哥才是最重要的 相比之下 这点损失 又算到了什么呢 你们 解神语气一致 当场倒戈 说得太对了 小萍 你快说 爸爸怎么做才能帮到你 陈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七位神明 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但是别忘了 同样的 他们也互相是竞争对手 只要能够多使用一次他的身体 就能领先其余神明一步 这就是陈平抛出去的耳 陈平明白 在这种诱惑之下 纵使他们这样做的前提是 会损害其他神明的共同利益 他们也依旧会抢着做 因为他们无法保证 其余六位神明的立场 坚定不移 事实就是这样 自己做这种事 虽然会损害共同利益 但能领先其他神明一步 自己不做 但是其他神明 抢先做了 他们共同利益 同样会遭到损害 而不做的神明 什么也捞不着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 这本身就是一道 无法抹去的裂痕 而当他们意识到裂痕出现 又无法赌其他神明会 恪守准则的情况下 他们基于自身立场的最优界 往往只有一个 那就是 抢先其余神明一步 这就是囚徒困境 人们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 选择放弃最佳的合作策略 从而陷入长远利益受损的局面 这就是囚徒困境 陈平用一句话 便让七位神明 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同时 他从神明的态度之中 也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方向 那就是要变强 要拼尽一切可能的去变强 神明也是人啊 陈平眼眸深藏锐利 他知道目前为止 七位神明 还没有让对方不变卦 不作弊的能力 依旧处于一种 互相制衡的矛盾状态 这种状态 也注定了他们无法 摆脱囚徒困境的干扰 我要进入一个很危险的禁区 你们就说自己 能够帮到我什么吧 谁让我更心动 我就选谁 陈平没有说具体的 而是将这个问题 抛给了神明们 这 我们现在能做的并不多 不错 否则也无法赐予你什么力量 唯一能为你做的 只有教导你 功法战法这一项了 陈平心头威喜 表情却十分淡定 点头道 行 那就要功法战法 陈平想了想 又加了一条 还有一点 必须是对我现阶段的战力 有极大提升 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战法 众神明再度激动了起来 可是 主人你要怎么判断 我的战法 比其余神明的战法好呢 是啊 哥哥 我害怕你被其他坏家伙骗了 总得制定一个平盘标准吧 而且必须是公正公平的 可是小平 你的眼界 如今毕竟有限 我怕你被一些 说得天花乱坠的神给骗了 陈平认真想了想 脸上浮现出憨厚的笑容 嗯 很简单 兄弟姐妹神 爸爸妈妈神 以及狗神 你们七位 先集体投票 选出一个目前最不适合 教我战法的神明 票高者出局 话音一落 众神明便集体投票 当然是投给狗神了 不错不错 狗神的力量太疯狂 所领悟的战法 也过于疯狂和混沌 目前的小平 根本承受不住 让狗神交平平战法 就是害平平 上次赐予力量给哥哥 都差点让哥哥的神志崩溃 罪大恶极 危险性太大了 对 死狗绝不能留 狗神还没说话 其余六位神明 居然就统一将这个票数 投给了狗神 哇 疯子 你们都是疯子 诽谤啊 他们在诽谤我啊 主人 我都喊您主人了 上次只是个意外 您一定要相信我啊 他们都在诽谤 联合起来谋害我啊 狗神悲愤欲绝 大声吼道 陈平一脸遗憾地开口 反对无效 狗神失去竞争资格 哦 主人 您怎么能这样 我明明都还没开始表现呢 您怎么知道我不行 狗神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 荣灯最悲催的神明榜首 其实陈平也早有所料 毕竟狗神的力量 的确太过危险 而且 别看他一口一个主人的 他叫的东西 就算放在他面前 他也不敢用 陈平跟其余六位神明 他的共识 好了 狗神出局了 接下来 我们该投票给谁呢 陈平脑海里的神明们 都很激动 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投给妈神吧 妈神除了会讨好人 义无是处 要不投给地神吧 那种四肢发达的生物 能有什么好战法 混蛋 信不信老子打爆你的狗头 我觉得 霸神对于现在的哥哥来说 也挺废物的 臭婊子 你激怒我了 我要把你撕碎 陈平的脑子里 开始乱成一团 出现了割剧和混战 陈平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真是和谐又温馨的一家人呢 家人嘛 先停一停 这一次 我们不用选择投票了 陈平话语一出 再度让闹哄哄的脑子 安静了下来 什么 这次不投票了 对 这次我们不投票了 陈平点点头 开口道 这一次 我们用PK的方式 决出胜负 PK的方式 众神明提起了兴致 陈平眨着无辜的大眼睛 缓缓道 这样吧 六位家人分成三组 每一位家人 都要拿出一套现阶段对我帮助最大 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功法战法 进行两两PK 在两两PK的时候 其余的五位家人 则作为公正的评委 投票选出两位PK的家人中 哪一位功法战法 对于目前的我来说 更加优越 陈平脑子里的神明们 激动不已 有趣 真是有趣的比试 很好 这种竞争方式 我很喜欢 哈哈 你们就等着被我压下去吧 主人 我也想参赛 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滚 丧家知全 失败者不要说话 陈平没有说话 狗神就被其余神明驱逐 其余六位神明 则跃跃欲试 陈平同样心情激动 他知道 他将见识神明的手段了 陈平开始选择 让神明们两两PK 霸神对妈神 割神对地神 解神对妹神 层次分明 安排合理 六位神明倒也没有多少意义 谁也不送谁 首先上场对战的是霸神和妈神 对平平现阶段实力 最为有用的战法吗 这太简单了 我早就为平平谋划好将来 妈神温柔且坚定 哼 区区富人之见 有何威胁 小平 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 爸爸的实力 霸神气势极强 陈平知道脑子里这两位神明的性格 妈妈一直都想要尝试用温柔和母爱 俘获他的心 陈平也的确对妈神抱有最多的好感 但他也不会因此小觑爸爸 因为霸神 一直以来都想要用威严 让陈平屈服 七位神明中霸神一直以来都是最硬气的一个 根本不屑于讨好陈平 而是时刻保持父爱如山 威严如海的状态 想要通过表现强大 通过明确 能够给陈平无尽的依靠 去征服陈平 霸神可不是什么善类 从他可以平平占其他神明的便宜 其他神明却无可奈何 就能知道霸神有多凶 神明可以通过观想法 将他们所给予的功法战法 以一种脑海具象化的样子 让陈平亲自体验 他们功法战法的强大 小平 看好了 无欲教你 此战法 陈平的脑海中 天地变幻 九阳凌空 无边赤土之上 众兽奔腾 有一道身影 在这片天地间出现 他的模样 竟与陈平有九分相似 不仅如此 力量波动 境界实力 都与陈平一般无二 忽然间 一大群身披兽甲 外形犹如犀牛的异兽 朝着他狂奔而来 每一头犀牛异兽 体长都超过五米 极其庞大 散发着一星禁区怪物 乃至二星禁区怪物的波动 赤土之上的那道身影 没有任何惧怕 而是缓缓摆出一个架势 一股极为可怕的力量 犹如漩涡般 朝他的身上狂涌 好 龙鹰之鹰 响彻九霄 那道身行动了起来 犹如九天真龙般 直观一兽群 轰隆隆 金色的龙形闪光 横扫八荒 一头头强大的兽甲犀牛 都被这股力量冲撞的肉身崩碎 霸裂到极点 强大到极点 整片大地都被那道身影 撕裂出了一道道夸张的龙形裂痕 凡所过之处 都成废墟 这就是无欲教你的战法 天龙九变 霸神那宏大又霸气的声音 在陈平脑海中回荡 战场上 那道身影仍在来回冲杀 犹如绝世凶兽般强大 陈平无比震撼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居然在这种攻击中 看见了当初龙巢战斗时的惊艳 可是 他又无比惊骇地发现 一种直觉在告诉他 这种力量 居然是现在的他能够驾驭的 是现在的他能够使用的 这是能够将他现在的行神意 完美交融于一体 从而施展出来的绝世战法 陈平光是看着都心头炽热 内心火热难耐 很想将这门战法学会 恨不得立即答应 选用霸神的战法 他终于明白 为何神明们会对他学习的功法 那么的不屑一顾了 看见过沧海的存在 又怎么会在一处积水的生命 陈平见识了霸神的天龙九变 妈神的三元道一 是一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战法 那道处于赤土大地的陈平 施展出了精妙绝伦的战招 每一招每一式 都有一种极其独特的韵味 用最小的力 打出最为强大的效果 一招一式 都轻易轰击的前方的异兽 肉身溃散 那道身影施展的战法 自身成一元 奥妙无双 万法不清 遇到强大的怪物 还能以道化三 恍惚间似乎出现了三个陈平 直接击溃了前方的所有异兽 陈平本能地觉得 这个战法蕴含了无尽奥妙 一旦学习 不仅战力提升极大 还会对他后面的发育 产生极大的效果 战法展示结束之后 投票环节开始了 让陈平有些意外的是 足足四位神明 都把自己的一票票 投给了霸神 妈神只得到了 狗神投出的安慰一票 想来众神明 都认为霸神的天龙九变 对目前陈平的战力提升最大 呵呵 我都说了 我才是胜利者 你这妇人 也只能想出这种 花里胡哨的招式了 霸神心情很愉悦 妈神则无奈地叹息 鄙视仍在继续 第二场歌神对地神 骚年幽 我让你见识一下 何为王之战法 歌神先发制人 脑海中的陈平 突然爆发出一股 威震巴慌的气势 一路火花带闪电 冲入怪物群中 奇极如风 奇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鹰 动如雷震 陈平仿佛看见了 一尊无上战神 在攻略战场 地风水火齐暴 以王之战力 称霸全场 这个时候 那道身影 就是战场上的王者 看得陈平 那叫一个新潮澎湃 真不愧是一直想要 当世界之王的歌神 还得是你 哼 一堆滑而不实的技法 地神的声音突然响起 陈平脑海中的画面一变 脑海中模拟的那个陈平 突然间发现自己 站在了一头 足足有数十米之高的霸王龙面前 那头霸王龙的体型庞大无比 犹如一栋楼房大小 光是出现在眼前 就给人一种无法想象的压迫感 窒息感 陈平跟那霸王龙外形的异兽相比 就像蚂蚁一样渺小 可陈平浑身突然燃烧着金色火焰 他的体内 犹如可以积聚能量的反应炉 居然顺便爆发出了 无法想象的力量 对着霸王龙轰出一拳 轰 拳头击出时 甚至引来惊天巨响 犹如天雷爆发 那头硕大无比的怪物 竟是被陈平一拳轰飞 陈平整个人都看呆了 这是地级觉醒者巅峰 能够施展的力量 这就是我的心法领悟 蚂蚁战法 地神满是得意的 陈平心潮澎湃 这战法的名字有点奇怪 但是实际效果却很厉害 怎么办 每一个神灵的战法 都是如此的惊艳 陈平特别纠结 又到了投票的环节 五位神明各书几件 分析着战法优劣 说得头头是道 说得陈平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可是结果 陈平还是知道的 有四位神明将票数投给了 王之战法 蚂蚁战法 仅有一票 地神大喊不服 大喊飞幕 歌神得意洋洋 胜利者的模样 比霸神还要嚣张 比试来到第三场 解神和魅神的PK 魅神的万象归流 让陈平在战场上犹如神明 施展出了各种神妙莫测 又无比可怕的能力 仅仅是陈平能够分辨的招式 都要上百种 至于无法分辨的 有上万种 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 万象归流 都能找得到 克制那个敌人的力量 进行针对性杀敌 万象归流 深奥无比 又及攻法与战法于一身 对陈平的诱惑性极大极大 可以说出中了陈平的心窝 可陈平又有些怀疑自己 到底能不能学会 那么深奥的战法 解神的万物轮回 则让陈平心头发寒 因为这种战法太毒了 以自身之血为咒 洒落天地 犹如瘟疫般蔓延 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 都能够咒杀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极难防御 每一种战法都是那么的逆天 每一种战法都是那么的诱人 这就是神明的战法吗 这是神明的底蕴吗 居然能够让一个地级觉醒者 强大到这种地步 陈平直接在各种逆天战法中 迷失了自我 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幸好有家人帮他选 第三场投票 魅神万象归流 得到了三票 解神的万物轮回 得到了两票 魅神显胜 就这样 三场比试 天龙九变 王之战法 万象归流 这三个攻法战法 获得了最高的票数 霸神 歌神 魅神 都喜笑颜开 无比的高兴 陈平也同样十分高兴 大声地宣布胜利者 我宣布 天龙九变 王之战法 万象归流 成功落选了 神明欢腾起来 神明们愣住 一脸震惊地看向陈平 陈平却仿佛什么也不知道 乐呵呵地开口道 家人们哪 让我们恭喜三元道一 蚂蚁战法 万物轮回 进入最终决战 华 陈平的脑海中 再度掀起了风暴 孝平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这是疯了吗 陈平老爹 明明的是我 怎么输的人 进入了总决赛 这么做一点的不忘道 你必须要给我 一个合理的解释 哥哥 你是不是嫌弃妹妹了 此前 还在欢天喜地 庆祝获胜的神明 如今奋慨万分 倒是那三位 以为自己落败的神明们 在短暂的愕然后 一个个哈哈大笑起来 纷纷夸张陈平有眼光 平平 妈妈错怪你了 你真的是一个 懂事的好孩子 大哥 我就知道 你有眼光 那几个傻逼 居然还想要坑害我 现在知道 谁才是爹了吧 现在想起 他们那高兴的样子 我就很想笑呢 混账 你在说什么 你们这群小人 得知的失败者 明明票数最低 却来嘲讽我们 这明明就是 违反规则的做法 陈平老爹 你得给我们 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何我们票数高 却被淘汰了 哥哥 我也想要个解释 不服气的神明们 开始将矛头指向陈平 陈平知道这一刻总会来临 他只能装傻充愣 挠着头 神色憨厚地笑道 没有什么解释啊 这场 PK 我本来就没说 票高者就是胜利者啊 众神明语气都是一致 他们回想当初陈平说过的话 陈平的确只是说 要他们票选出 他们认为更优越的功法战法 但是并没有说 陈平要选择他们 所票选的功法战法 这不合理 你为什么要选择 失败者的功法战法 你这是在戏弄我们吗 家人们 陈平摇摇头 表情中有着认真 我怎么可能戏弄家人呢 我这么做 纯粹就是觉得 我想要学那 三样功法战法中的一个 对 就是我比较喜欢而已 凤凯的霸神 歌神 魅神 再度被噎的语气一致 单纯因为喜欢 这个理由 简直了 呵呵 千金难买 拼拼喜欢 挺好的 大哥 干得漂亮 弟弟真是个 简单纯粹的人呢 姐姐也笑了 这叫简单纯粹吗 这明明叫胡道 你这样做 当初让我们投票 又是为了什么 陈平回应道 家人的建议 我也得听呀 我还是很尊重你们的想法的 但是最后 我的想法 也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一下呢 陈平的回应很诚恳 霸神 歌神 魅神 都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力和绝望 他们依旧很生气 但是又对这个结果无能为力 因为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 最终决定权 的确是在陈平手中 陈平说 更喜欢那三个失败的战法攻法 他们又能怎么办 他们也很绝望啊 看见无可奈何的众神明 陈平的心情颇为愉悦 他想要这么选 真的是因为喜欢吗 当然不是 第一次投票 让七位神明投票 选出一个最不适合 交陈平的神明 这其实就是一个名牌策略 因为众神明都知道 谁最不适合叫陈平 那时候选出来的 也的确是最不适合叫陈平的狗神 这种方式的投票 完全没毛病 众神明都很坦荡 耍花样的默契和空间 都没有多少 但是 当进入两两PK的投票的时候 神明的投票立场 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假想前提 那就是剩下的六个神明 都想要赢 六个神明将要投票 淘汰三个神明 那么 想要夺冠的神明 面对其余两位获胜的神明 会将他们看作最大的竞争对手吗 会 也不会 因为当一个神明 想要争夺最后的胜利的时候 他们想的绝对不会是 让更加强大的功法战法 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他们会想要让更弱的竞争对手 成为他们的敌人 而造成这种投票立场的变化 正是因为他们的手中握着投票权 因为他们有了隐晦且明确的敌人 将未来更加具有威胁的竞争对手 提前淘汰 进入总决赛的 是两个更加弱的功法战法 这无疑对于他们来说 更加有利 神明们并不是傻子 四位神明看着面前PK的两位神明 都会假定自己会跟获胜者进行最终PK 所以 他们会对眼前两位神明功法的优劣 侃侃而谈 为他们判断为弱势的那个神明加码 最后将票数投给更弱势的那位神明身上 有人或许会觉得 按照这样的做法 一开始被票出去的狗神 不是更加值得选吗 但这里是要有一个前提的 那就是 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假想竞争者 七头一和四头一完全不一样 投票权重 投票范围 假想敌的敌意强烈 还有就是优劣均衡和最终裁决者的观感 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投票立场 狗神本来就极度不符合教导陈平 竞争力极弱 这是众神明买之陈平都看得出来的 这时候 若是他们还唱反调 不投给最弱的 反而投给稍强的竞争者 众神明又如何能保持统一的票选目标 又如何能保证 这一举动不会惹得陈平反感 从而彻底失去资格 在那种情况下 狗神出局完全是应得的结局 可是 当进入两两PK的时候 神明的立场将会彻底反转 但凡不蠢的神明都知道该怎么选 陈平对此早已看透 心里跟明镜似的 在宣布结果的时候 来了一个超级大反转 统统选了票数最少的战法攻法晋级 而在这一场投票环节中 最先被淘汰的狗神 并不是没有作用 相反 作为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角逐最终胜者的神明 他的立场 在这个时候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的 无欲无求的狗神 才是真正的投票者 天龙九辩 对三元道一票数4比1 王之战法 对蚂蚁战法 票数4比1 万象归流 对万物轮回 票数3比2 三元道一 蚂蚁战法 万物轮回 以一票 一票 两票的弱势 成为失败组 可是 在这些失败组中 狗神都投了一票 这恰恰又印证了陈平的想法 更加证实了陈平内心的推理 这 就是与神明间的心理博弈 好 让我们进入最终决赛 妈神的三元道一 地神的蚂蚁战法 解神的万物轮回 都是进入最终决赛的功法战法 陈平心情愉悦 大声宣布着总决赛的规则 狗神 霸神 歌神 媚神 四位落选的家人 同时投票 选出一个你们认为的最好的功法战法 陈平的话音踩落 脑子里就传出吃笑声 哼 又是投票 该不会票数最高的 又被淘汰了吧 哥哥 我真的很怕 怕我单惊截略 好不容易分析出来的成果 又被糟蹋了呢 神明们纷纷开口 显然还对此前的投票操作 怨念极深 陈平一脸愧疚的安抚 家人们 这一次绝对不认信望 三种战法 票数最多的 就是我要选择的战法 说完 他还表情无比认真的补了一句 这一次 我要把这个最重要的决定 交给我最信任的家人 主人 我一定会努力 不辜负主人的期望 旺旺 狗神大为感动 哼 霸神没有多说些什么 哥哥虐我千百遍 我带哥哥如初恋 无论哥哥是否说实话 我都当真了 媚神认真开口 平平 很聪明呢 麻神笑道 似乎一有所指 就这样 四位神明开始了各自的优劣论证 每一样功法战法 都说得头头是道 从生命 到种族 从战斗 到结束 从成长 到大到共鸣 因果交缠 一个个方面深入地剖析着 陈平在一旁认真地听着 听不懂 但大为震撼 只有真正的神明 才能评价神明战法 眼前这三种功法战法 以陈平这点浅薄见识 根本无法判断其中的优劣 但他明确了一点 那就是 谁提供的功法战法票数最高 他就真的选谁 还是那个道理 现在的四位投票者 狗神 霸神 歌神 魅神 如今的立场 已经再度发生反转 从冠军的竞争者 变成了一个没有关乎切身利益的中立投票者 要说最优解 也不是没有 四位投票者 统一将票投给三个功法战法中 对陈平利益最小的那一个 就是最优解 可这样一来 又回到了熟悉的囚徒困境中 他们该如何保证 其余三位神明 会跟他们的想法一样 而不是趁此机会 借机讨好陈平 去释放善意呢 要是他的选择 跟其余三位 神明不一样 岂不是就会被陈平记恨在心 从而产生各种不信任的想法 再说了 三种本来就被他们视作 强大竞争对手的功法战法 本身差距也不是那么的大 这一丁点的差距 可能其他神明觉得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要是因为这一丁点的差距 走错一步 引来陈平的厌恶 那么 可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好 投票开始 陈平大声宣布着 就这样 四位神明开始投票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让陈平大感意外的是 蚂蚁战法 万物轮回 居然平票了 霸神和魅神 将票数投给了地神的 蚂蚁战法 狗神和歌神 则将票数投给了解神的 万物轮回 这 陈平本以为 这会是一场票数悬殊的结果 没想到居然出现了 平票的情况 是因为两种 攻法战法水平太过相近 还是因为有神明产生了默契 想要误导他 选择另外一个更差的攻法 这个时候 六位神明正在互喷中 互喷对方没眼光 互喷对方居心不良 陈平对此是一脸的无语 事情跟他预判的结果 相差有点大 但是 现实往往就充满着意外不是吗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总决赛的三种攻法战法 都不会太差 选谁应该都不亏 从客观性上来说 一直保持中立的狗神选了 万物轮回 那么陈平选择 万物轮回 吃亏的可能最小 但是 从陈平的主观性出发 万物轮回 那种动不动使用血脉咒杀 力量犹如瘟疫和剧毒的制敌方式 他不是很喜欢 相比之下 蚂蚁战法 这种专注于力量的攻法战法 名字虽然奇奇怪怪的 但是脑海出现的成果图 那简单粗暴的恐怖爆发力 意外的和他的心意 跟他的金刚戏 还是选主观呢 犹豫了片刻 陈平一咬牙 做了最终决定 千金难买我开心 修行一道 最重要的顺从内心 决定了 我宣布 总决赛最终的胜者是 蚂蚁战法 话语一落 脑袋轰鸣 众神明有人欢喜 有人愁 帝神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笑得最为开怀 神明们都知道 每一次借用力量给陈平 都会让他们距离最终目标更进一步